不拽,你若是敢乱说,我以后不做饭给你吃了,也不理你了。 二嫂,你先放手。 不放,除非你先答应我。 答应了,答应了,我都答应了,你快放手吧。 二哥,你回来了。 罗兴凡,昨日教你的知识点都明白了吗? 还不太明白。 去把我教你的东西抄写十遍,写不完不准吃饭,你答应他什么了? 还那么高兴。 啊,二哥,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清凡,你觉得阿九怎么样? 二嫂挺好的,又勤快又能干,还烧得一手好菜。 那你喜欢她吗? 喜欢呢,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二嫂那样的人不喜欢才不正常吧? 你看娘和大嫂,咱们家有不喜欢她的人吗? 以后我找媳妇也找二嫂这样的。 说起来,你们似乎是同岁啊。 我比二嫂大一点,二嫂说她是二月初二,龙抬头那日出生的。 我马上就十一岁了,算不上同岁。 若是等你集官后,你可愿意娶她为妻。 二哥二哥,我跟二嫂之间可是什么都没有。 娘说了,二嫂是你的同养媳,我也一直当二嫂是长辈的。 二哥,你是不是误会了? 难道你不喜欢阿九? 喜欢呢? 这是我喜欢她,跟我喜欢宁儿是一样的呀。 那你们先前在院子拉拉扯扯地做什么? 还不是怪二哥你。 二嫂看你跟豆家姑娘两人眉来眼去的,躲在柴门后十分呆心。 我说我就帮忙给你说说,让你离那姑娘远点,免得二嫂吃醋。 可二嫂不让,扯着我不准告诉你。 她不喜欢我跟别的女人在一块。 这不是废话吗? 洛青凡美好气地说道, 若是不在意,何必躲在柴门后偷看呢? 别看二嫂平时大大咧咧的,心思可细腻着呢。 哦,这么说来,你二嫂原来还是个醋痰子呀。 二哥,你知道,上次旺财娘欺负二嫂,二嫂怎么对付她的了吧? 怎么对付她? 她设计让旺财娘去采七星草,旺财娘结果中了毒,一双手肿成了猪蹄子。 二哥,你可千万别惹二嫂生气,二嫂生气气,那是非常可怕的。 看来她不只是认得草药吧。 娘说,济世堂的齐大夫夸奖二嫂十分的聪明,竟然懂得相克相生的道理,所以咱们家的药材总是价格比别人家的贵。 那是因为咱们家的药材都是二嫂打理的,二两银子买来这么厉害的一个二嫂,咱们家真是赚大了。 若是你二嫂是坏人怎么办呢? 二哥,你在开玩笑吗?你跟二嫂一起走出去,别人肯定说你是坏人,绝对不会说二嫂是坏人的。 我说假如,假如你二嫂是坏人,来我们家有所图怎么办? 二哥,咱们家能有什么值得别人图的呀?没钱,没事,二嫂能图什么?图咱们家的人对她好罢了。 清凡,若是你二嫂离开我们家,你会难过吗? 会,不只是我会,娘她们也会的,娘很喜欢二嫂,那二嫂当女儿一样疼着。 你也知道,我们小妹出生没多久就要折了,娘是对小妹的感情都用在了二嫂的身上,若是二嫂离开了,最难过的当属娘了。 继续抄书,我去看看你二嫂。 总共是一两二钱,小凡去院府上学,要交五两银子的学费,这还要差上好多呢。 看来,还得想办法多赚点钱才是。 阿九,快帮我看看,这信上都写了啥呀。 好,清晦,借信安好,前段时间战事机令,没有时间给家里写信,让你们担心了。 我再边关一切安好,悟念,照顾好宁儿和娘,待我向清爵和清凡问好。 就只有这一句话吗? 嗯,兴许是战事凡复,大哥没有办法写太长的信吧,如今知道大哥平安,家里也可以放心了。 也是,只要孩子爹没事就好。 阿九,你不知道,只要他一日啊,还在战场上,我这心就一日提心吊胆的,那战场上可不比其他地方,天天死人。 我这最近老是做个梦,梦到他浑身是险,这生怕他在战场上有个好歹。 大嫂,你别担心,梦都是相反的,大哥不会有事儿的,他会平安地回来的。 对,他会平安回来的。 明日去县城,去吗? 去,怎么不去? 大嫂,明日我与阿九去县城里,有什么需要带回来的东西吗? 我没有需要买的东西。 罗儿哥哥,要不要问村里的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带回来的? 嗯,稍后去问问,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带的东西,顺便将家里的草药拿去卖了。 怎么了,被蚊子咬了吗?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蚊子也出来了,稍后我去弄一些驱蚊的药草,给大家做成药包,带在身上。 这样的话,蚊子就不会来咬我们了。 要我帮忙吗? 你会缝荷包吗? 调皮,我连针线都拿不稳,如何又会缝荷包,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 那就只能让大嫂帮忙了。 哦,荷包的话,倒是有现成的,前段日子,发现家里只剩下边角料子,就做了几个荷包,正好用得上,我去给你拿哦。 哇,大嫂,你这手艺可真不错,这绣的花可真漂亮,活灵活现的。 若是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真的呢? 啊,闲来无趣,自己做的,这算不上好。 以前呢,我们那绣娘绣的东西,那都是十分精细的。 我看大嫂的手艺挺好,挺好的,拿出去卖的话,定能惹人喜欢的。 哦,对了,我们可以做药包卖。 做药包卖? 去玩包,做好了。 那,大嫂,明日上县城去,我们去买一些好的料子,用来做荷包。 到时候晒干的花朵和药材混在一起,做成荷包,拿出去卖,一定好卖的。 嗯,可是我会的花样并不多呀。 那我来画花的样子,你来绣。 绣好的成品呢,送到县城里去售卖,如何? 好,听你的。 大嫂二嫂,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做出去蚊的荷包,果然一挂上,蚊子都离得远远的了。 嗯,蚊子都不咬宁儿了。 二嫂,你拿仙纸做什么? 画画的样子啊。 诶,阿九姑姑,这是鸡的尾巴吗?为什么这么长啊? 这不是鸡,这叫凤凰。 凤凰跟龙这种东西,只有皇族才能佩戴,普通百姓是不能佩戴的。 哦,是这样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头上还长着一只脚。 这个叫独角兽,乃是锐兽。 至乖说里有提到过,你有看过至乖说吗? 明日去县城的书店帮你看看。 有没有至乖说,若是有的话,买回来送你。 谢谢二嫂。 那,大嫂,你看看能绣吗? 阿九,你的手可真巧,这画样子可真好看。 大嫂,这修画样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明日去县城,我们…… 哦,洛二哥哥去选了布料之后拿回来,你就做荷包。 好。 二哥,明日去县城,你一定要帮我把至乖说给买回来。 这书太有意思了。 若是找到,就给你买。 谢谢二哥。 明日,你们去县城,别忘了买一些吃食回来。 娘,你放心,我会记住的,顺便去给清凡看一看学府。 清凡上学府的银子,我会想办法凑齐的。 明日去县城里,可不许磕的拉酒。 他想买什么东西啊,都让他买。 上次跟我一起去城里,他给家里所有人买的东西,唯独没给自己买。 这孩子,都不知道心疼自己啊。 我知道了,娘,你放心吧。 云阿九,你到底是什么人? 天色还早,卢重,有些冷,你体重,别有病了。 阿九,饿了吧,先吃个饼,快喝口水。 你吃那么快做什么,我也不跟你抢。 你不吃吗? 我不饿。 拿,一人一半。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你没话说,就听我说吧。 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去查。 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 你不想说的,我都不会问,也不会查。 不会查你为什么会那么多东西,也不会查你为何会功夫。 对于我来说,你只是云阿九,是我娘买回来的铜养席。 但是对于外人,你要多个心眼。 明白吗? 罗二哥哥,我父母双亡,这是事实,被人杀害的也是事实。 我对罗家的每一个人没有恶意的,这也是事实。 若是罗二哥哥觉得我危险,我现在就离开。 回去你就告诉伯母,我趁你忙的时候逃走了,伯母不会怪你的。 上次你去往太阳山,是想离开,对吗? 是,因为你在,我不敢从村口走,没有办法在以身犯险,走的太阳山。 想跟我进县城也是想逃走? 是。 为何? 你给我很危险的感觉。 我怎么就危险了? 嗯,天天冷着一张脸,好似所有人都欠了你钱似的。 有凶神恶煞的,动不动就用杀死你的眼神瞪着我,我能不怕吗? 下次我会主意,不用那般凶恶的眼神看我。 你也不笑,天天板着张脸,我怕。 要不,你笑个给我看看。 你看,你看,你又用杀人的眼神看着我,就像那些强盗一样。 我要是强盗,就把你抓回去,养起来当压寨夫人。 骆清爵,我现在就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的。 有多好看? 嗯,就像是出生的太阳,以后要多笑一笑,你要是多笑笑我就不怕你了。 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笑得太少,让你觉得可怕。 嗯,全家就你不笑,天天冷着一张脸多可怕。 你若是多笑笑,伯伯也会很高兴的,宁儿也不会觉得你可怕了。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不会对你蜕逼三舍了。 不对,若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你,那我这个投养鞋岂不是很危险。 你放心,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不会来跟你抢我的。 吃东西,不准坏笑。 阿舅妹妹,你来了,今日可是来卖草药的吗? 嗯,家里已经存了不少了,就来了祭祀堂卖,祭祀堂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呀。 快先来坐,喝杯热茶,我去给你搬草药,客人看病还是买药啊。 啊,他是跟着我一起来的。 你跟这里的人很熟? 不熟,就只见过一次面而已,上次伯母过来卖过草药,那位小二哥是个很热心的人。 我去给清凡找学府,你在这里不要乱走,稍后我来接你,可好。 行,等掌柜算钱也需要时间,你去忙吧。 不准乱跑,也不准逃走,这里不是太阳山,若是有事,我未必能找到你。 我不走。 小丫头,今日只有你一个人来吗? 齐大夫,今日跟二哥哥一起来的,二哥哥有事去忙了,让我在这里等他。 这里面装的是药材吗? 嗯,装的是去闻的药材。 蚊子总喜欢咬我,佩戴上这个,蚊子就会离我远远的。 倒是别出心裁,你做的啊? 啊,荷包是大嫂做的,药材是我负责的。 这快到夏天了,蚊子也多起来,所以才想着做去闻的药包,这样就不用担心被蚊子咬了。 好主意,这里面放了些什么药材? 我闻了闻,有几味药材,我无法确定。 里面放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草药,研磨碎了之后呢,再将叶来香的花朵装进去。 既能驱闻,味道又不会显得难闻。 这样的药包做出来,应该很好卖,你们家里还做吗? 做的? 齐大夫要吗?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卖比较方便。 你下次来就带一些过来,放在祭祀堂里面卖,如何? 谢谢齐大夫,那这个药包,齐大夫若是喜欢就留着,下次我们再送过来一些,若是好卖呢,再多做一些。 好,你家里人呢? 去买东西去了,让我在这里等着。 齐大夫,我们的草药能卖多少钱呢? 把钱给你。 可以给我的。 我怕你弄丢了,等你家里人来了,给你家里人吧。 嗯,也好,二哥哥很快就回来了。 齐大夫,哎呀,齐大夫,快救命啊。 齐大夫,你可要救救我呀,我这腿,我这腿不会废了吧。 周老爷,实话实说,我不擅长接骨,你这个需要找接骨大夫,只是这骨头都冒出来了,刺穿了皮肉,只怕接骨大夫。 小姑娘,你做什么? 齐大夫,再不执行,她是会失血过多死的。 正骨的大夫今日不在,我不会挣骨,我马上叫人去请正骨大夫来。 我会挣骨,以前跟我爹学过。 你当真会挣骨吗? 嗯,反正现在也没有正骨的大夫,不如让我试试。 也让人去请大夫过来,若是我不行,等大夫过来,再换人也是可以的。 行,你试试,叫人抬去后堂,你学过医术啊? 嗯,以前跟一个行走的大夫学过一些,加上我娘是为人种植草药的,看过几本关于草药的书。 这正骨可不简单,你除了学过正骨,还学过什么呀? 只学过正骨跟识别一些草药而已。 看过哪些医书? 嗯,伤寒论。 本草经,温热论的。 小丫头,要不你拜我为师吧,你不愿意? 不是的,齐大夫。 二哥哥说你的医术最好,只是我住在清河村,一个月都难得进城一次,如何和你学医术呢? 虽然我认识一些草药,可是光是认识草药还是不够的。 这倒是个问题。 怎么了? 老夫想收这个小丫头当徒弟,可是,这小丫头一个月都不仅成一次,如何跟老夫学医术啊? 想跟齐大夫学医术? 明年吧,你可以现在拜齐大夫为师,明年再开始跟齐大夫学习医术。 说何? 齐大夫,可以吗? 还叫什么齐大夫?叫师父。 是,师父。 师父,请喝茶。 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徒弟了,我们纪事堂有个规矩,十恶不赦之恩不救,不忠不孝之徒不救,帆门下弟子不可利用医术为非作代,你可能做到。 弟子能? 嗯,起来吧,这些医术屋是我多年的收藏,你拿回去,全部记下来,等到明年,威师再教你如何学乙之用。 是,师父。 还要去看布匹,你确定你要抱着厚重的书去啊?就这么喜欢医书啊? 嗯,喜欢呢,医书多好啊,记载了无数的疑难杂症,等我这会儿学会了医书,就可以帮人治病了,到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开家药堂,当个做堂的大夫。 哦,阿九想当大夫? 嗯,我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夫,到时候,我会名扬天下,无数人都会捧着很多银子来请我治病,到时候,咱们就不用了。 我更担心没有钱买大米吃了。 怎么,你想当大夫,就是为了赚钱? 这个是附带的目的而已,我当然是为了学乙之用啊。 倒是没有想到,你治想如此远的,要当一个天下文明的大夫,那以后是不是要入宫当羽衣啊? 不要。 为何? 当羽衣,只能为达官贵族看病,我希望的是能给很多人看病,不只是达官贵族,所以我不要当羽衣,我要当神医。 好,以后你要做个文明天下的女神医,让天下人都对你刮目相看。 诶,哦,洛尔哥哥,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啊,先考个状元,玩玩。 状元?那考状元之后呢? 当一个文明天下的宰相,你觉得如何? 当个文明天下的奸相吗? 我像是当奸相的人嘛。 难不成,你要当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 不,我要做个义正义邪的丞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好,你要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相,我要做一个明满天下,医术卓越妙手的神医。 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实现自己的目标。 做何? 诶,拉钩啊,作为约定。 约定好了,当我成为明满天下的妙手神医,你找我治病,我给你打补折。 我看你是想骨折啊,给自家人看病,你还要收钱? 月云西摸了摸鼻子。 免费免费。 罗尔哥哥,停一下。 做什么? 去方便。 快去快回。 嗯。 属下参见。 谢一叔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唉,纯属意外,公主约我们走失之后,我们失去了公主的松影。 但是,属下找了一个人,伪装成公主的模样,将太子殿下的人引开了。 后来,因为受伤,被人所救。 那人恰好住在附近一个村子里。 属下本来是打算去云阳城,与其他人联系,然后一起寻找公主。 谁知,上天垂怜。 竟然让属下遇到了公主。 建一叔叔,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我一队里头有兄长的人。 还有,我在这里的事情除了你,任何人不能知道。 是,属下遵命。 只是,公主,难道,我们要一直这样躲躲藏藏吗? 太子殿下他…… 只要我们不露面,他找不到我们。 天下之大,想要找一个人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纵然他越风化天纵奇才,要在广袤的土地上, 而且还是在别国的领土上找到一个藏在偏远山村的小姑娘,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难道,公主不想为陛下报仇吗? 建一叔叔,仅凭你我,是他的对手吗? 我至今为止,都想不明白,他为何会那样做? 明明,他跟我一样喜欢父皇和母后, 他为何要在我生辰那一日发动宫变? 东林的天下,本就是留给他的。 是什么让他如此迫不及待? 建一叔叔,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 不再是第五位的首领建一, 而我也不是东林的九公主, 只是一个落魄的少女,叫云阿九。 洛二哥哥,让你久等了。 知道久等你还磨蹭这么久啊? 人有三级,我也没有办法呀。 洛二哥哥,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咱们两个就赶不上晚饭了, 我还等着吃晚饭呢。 饿了,小心些别摔着了, 这路并不好,颠簸得很。 不是说饿了吗? 你吃吧,火不饿。 那,一人一半,你若是不吃的话, 那我也不吃了。 哦,对了,找到之怪说了吗? 没有,得辛苦你继续给他们讲之怪故事了。 师父说,做好的药包可以送去鸡市堂, 先在鸡市堂卖, 如果卖得好的话, 到时候再多做一些, 若是卖得好, 只不定能赚够足够的银子呢。 我在县里找了一份教书的事情, 一个月也有二两银子赚, 无需担心钱的问题, 你还小,不用操心那么多。 家里每个月开销也不小啊。 家里一个月能花多少啊? 嗯,每个月买米需要一百文, 买文房四宝呢,需要六十文, 买肉菜需要八十文, 买杂货需要一百文, 偶尔还有个头疼脑热, 看大夫还要去掉一百文。 小管家婆。 哼,你是不管家不知道米贵, 伯母跟大嫂可是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呢, 有人管家不好吗? 是是是,好,没说不好, 你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十分操心吗? 所以你是我们家的小管家婆。 二叔,阿九姑姑,你们回来了。 宁儿,有没有想我们呢? 嗯,想。 你这小东西,想我是带好吃的回来没有,是吧? 嘘,别告诉你二叔,我可没有给他吃的。 这不不便宜吧,怎么有这么多钱买布吗? 大嫂,你放心吧, 我们第一批做好的药包直接送去祭司堂, 祭司堂负责卖,卖得好的话就多做一些, 现在呀,你就多做荷包, 反正自己家也得用,卖不掉的话也不要紧。 更何况,现在是夏天了,蚊子也多起来, 有气蚊的药包,应该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买的。 阿九的厨艺又惊诈了, 做的饭呢,是越来越好吃了, 我这胃都被你养掉了。 二嫂,你是不知道,中午你不在,我们都没吃多少饭呢? 娘跟大嫂,都觉得还是你做的好吃。 哎,好吃就多吃点, 近来,琵琶也该熟了, 不如我们家一些品香好的琵琶摘了, 送去县城里卖如何? 咱们家就三棵琵琶树, 今年接的果子也挺多的, 这样吧, 吃了晚饭之后呢,将琵琶摘一下来, 明日送去县城里卖了, 能卖多少钱就算多少钱, 只是, 今日借了村长家的旅车, 明日又借啊。 伯母,我有一个主意, 咱们清河村, 家里有琵琶树的人很多, 这样好不好, 明日二哥哥就去有琵琶树的家里问问, 问他们是否愿意将好的琵琶挑出来, 过程给二哥哥, 送去县里面卖, 卖出去以后再结算给大家, 清爵, 你觉得如何? 可以。 如此, 明日就跟大家去说, 让大家摘, 后日四更的时候, 送到村长家过程, 由村长负责把关, 记录。 二哥哥, 你将琵琶消出去之后, 再回来与大家结账。 好。 不准收旺财家的。 好, 不收他们的, 这是什么歌啊, 似乎没有听过。 二哥哥, 你没有听过的歌多着呢, 我随便唱一首, 你绝技没有听过。 好, 你唱一首来听听。 月芸汐清了清嗓子, 先是哼唱旋律, 然后便唱起来。 你这唱的是什么歌? 山歌呀, 山歌一般都是男女对唱的, 在苗弟里, 那些男女流行山歌对唱, 来选择自己的一中人, 女子唱歌, 男子对歌, 若是男子唱歌, 比这女子厉害, 这女子就得选她为郎君。 你去过苗弟? 没有, 我爹告诉我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唱山歌回你啊? 二哥哥, 你真上当, 只是你会唱吗? 试一试吧。 哎呦, 是清爵嘛。 是的。 刚才是你们在唱歌吗? 没有。 这么晚了, 至少上哪儿去啊? 沈子, 我们打算去找村长阿叔, 跟阿叔商量点事情, 沈子去哪儿回来的呀? 啊, 去了趟松儿家, 这松儿娘啊病了, 又不肯去看大夫, 我带着周大夫去看看, 可松儿娘不肯见周大夫, 松儿也是六神无主的, 我这不是担心吗? 这松儿啊, 差十四岁, 这若是松儿娘有个好歹, 这可叫松儿怎么办呢? 啊, 我好歹拾的一些草药, 干脆我去帮松儿娘看看吧。 二哥哥, 你与沈子去找阿叔谈事情, 我去看看松儿娘。 啊, 要不, 还是我陪着你去吧。 清爵呀, 你去找你阿叔啊, 我去陪着阿九走一趟。 二哥哥, 你谈完事情来接我啊。 好, 稍后我过来接你, 你可不能淘气先走了。 阿九妹妹, 这么晚了, 你过来做什么? 啊, 我听说你娘病了, 我过来看看。 好歹, 我也跟着我娘学了不少, 会抑制一些风寒发热什么的。 沈子说你娘病得挺重的,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我娘没事, 你们走吧, 过两天就没事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她就是这个样子, 将所有人关在门外。 你说你娘没事还好, 你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看你怎么办。 你娘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如今她病了, 你却不让大夫给她看病。 你这安得什么心呢?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开门, 让我进去看看你娘。 我说了我娘没事, 你们快走吧, 我娘有我照顾就够了。 沈子, 你先回去, 我在这儿陪着颜松哥说会话。 你一个人在这儿, 我也不放心, 我陪着吧。 沈子,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二哥哥过来接我, 你就不用担心。 再说, 这村子里能出什么事啊? 颜松哥哥, 开门吧, 沈子已经走了。 二舅妹妹, 你回去吧, 我的娘真没事。 你娘咳嗽的声音很虚弱, 说明病的不轻, 你不让人进去看, 因为这病不能让人知道, 对吧? 快点开门吧, 只有我一个人在, 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你娘的情况, 只是进去看看她。 二舅妹妹, 我娘, 我娘她, 我好怕。 我先进去看看。 进去不得, 二舅妹妹, 进去不得, 会传染给你的。 得了传染性的疾病, 是麻痣还是水痘? 都不是。 那就是天花了。 赵岩宋, 喂, 赵岩宋, 这里哪有生石灰? 生石灰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云石, 清禾村的附近, 哪里有云石可以挖? 太阳山, 太阳山往东北的方向走, 有一个地方, 有许多云石。 阿九, 要云石做什么? 消毒, 不只是你们家, 整个村子都需要消毒。 阿九, 你不要告诉村里人, 村里人会将我们赶出去的。 你答应过我, 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阿九, 你答应过我的。 赵岩宋, 你给我消停一点, 这不是小事, 你可知道你娘感染上了铁花, 就说明清禾村的周围有感染源, 若是不早防御, 整个清禾村的人都会没命的, 你明白吗? 我不管, 总之你不能告诉别人, 若是你敢告诉别人, 我不会让你告诉别人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告诉别人的。 快出去, 别进来。 说什么胡话? 二哥哥, 这不是什么胡话, 宋儿娘感染上了铁花十分的严重, 清禾村里定然有感染源, 你马上弄一些云石回来, 越多越好, 整个村子都需要消毒, 村民家里可以用薰醋和薰癌的方式消毒, 我已经给宋儿娘喂了药, 病情暂时可以控制下来, 但是要痊愈的话还需要时间, 另外, 我写一张药方给你, 你马上去抓药, 熬药, 爱家爱户, 每个人必须要喝, 另外, 让村长每家每户的搜查,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感染者。 你不能待在这里。 我不能离开, 我若是离开了, 宋儿娘就死定了。 你也救不了他。 而哥哥, 事关整个清河村村民的性命, 其中还包括伯母大嫂, 小凡, 还有宁儿。 那, 这是御王贴花的药方, 运气比较好的是, 这些药材清河村都有, 让周大夫帮忙, 选取药材, 然后熬了, 爱家爱户的送。 那你呢? 我不会感染贴花的, 贴花对我无效。 为何? 因为出过贴花的人, 是不会感染上贴花的。 我马上去办。 啊, 去找阿淑帮忙, 不要慌, 记住, 稳定住人心。 还有云石, 越快越好, 将清河村封闭起来, 不准任何人出去, 以免扩大事态。 好。 闭上眼睛, 不准看, 我让你睁开的时候才能睁开。 骆清爵不知道月云西要做什么, 但是还是很听话地闭上眼睛。 月云西将先前取出的疫苗, 给骆清爵打了一针。 骆清爵接触过他们, 必须打疫苗, 以免被传染。 好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快去吧。 你照顾好自己。 清爵, 出什么事来? 村长, 请你立刻下令, 封锁清河村, 任何人不得出入。 这是为何呀? 松儿娘感染了天花, 附近没有传闻, 那么清河村应该是感染源。 阿九写了预防天花的方子给我, 我还要去找周大夫帮忙抓药, 但是任何人不能离开或者进入清河村, 以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还有, 东园村里的男人去挖云石越多越好。 感染了天花? 松儿娘感染了天花, 那阿九呢? 阿九人呢? 她有没有事啊? 阿九在照顾松儿娘。 你疯了, 你怎么敢让阿九去照顾松儿娘? 松儿娘不是什么小病, 那可是天花呀, 不治之症啊。 她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 好了, 阿月, 事情已经成这样了, 清爵说得对, 不能让事态扩大, 我立刻去将村门锁起来, 不让人出去,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 立刻去寻找云石, 越多越好, 赶紧去。 出了什么事啊, 这村子里怎么怪怪的? 孩子爹, 雷家兄弟在做什么呀? 石头的哈娘, 我爹说, 咱们村里好久没有做过法事了, 要做一场法事, 让村里的人都不要出来。 法师说了, 整个村里必须先用云石水洒一遍, 麻烦你们待在家里, 谁知道你们洛家的人是不是不安好心, 我们不喝, 我告诉你啊, 杨氏, 你若是想趁机报复, 我可不怕你。 德行, 若是害你们何必呢? 都给我喝一碗, 旺财也过来喝。 旺财爹本就是个吃软怕硬的性子, 这村长媳妇一发火, 赶紧接过去, 一口就喝了。 旺财端着药, 尝了一口, 虎着脸看着自家娘。 娘, 好骨, 我不要。 都给我喝了。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村长欺负欺负人了, 给人灌药啊, 谁知道是什么药啊, 要人命了。 所有人都喝了药了吗? 都喝了, 旺财娘撒泼, 让我给打一顿, 看她那个样子, 当真是不想管她。 好了, 阿九那边怎么样? 松儿娘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 我将松儿给关境柴房了, 这小子昨晚差点没掐死阿九。 那孩子, 唉, 关了就关了吧, 免得他坏事。 周大夫, 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云石水消毒,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药方我也没有见过, 阿九一个孩子。 基石堂的齐大夫是阿九的师父, 药方是齐大夫教阿九的。 原来是齐大夫, 那我就放心了, 既然齐大夫写的药方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就看松儿娘能否熬过去了, 还要可有发现村里其他人感染了天花呢。 不曾发现, 目前只有松儿娘一个人。 大嫂, 你回去做一些吃的, 我给阿九他们送过去。 忙碌到现在, 阿九也没有吃过东西, 想必也饿了。 那个清月啊, 光是给村里消毒肯定不行, 村民的家里也要消毒才行, 可是, 要给村民家里消毒的话, 那可就不好解释了。 这个还需要村长帮忙, 将村里所有人聚集起来, 然后其他人趁机挨家挨户去消毒, 另外阿九说, 其大夫还告诉过他, 家里可以用熏醋的方法消毒。 这醋太贵了, 有几家人能吃得起醋啊?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熏爱。 每家每户都熏爱, 如今快临近端午节了, 熏爱也有借口, 将艾草都采回来, 给每家每户派送, 让他们在家里熏爱。 好主意。 去, 将村里的艾草全部割回来。 哥哥们, 你说阿九妹妹会不会有事啊? 那毕竟是天花呀, 阿九妹妹胆子太大了, 松二娘得了天花, 她竟然还敢去照顾, 这不是找我死吗? 闭嘴, 别乱说话, 阿九一向心善, 又是齐大夫的徒弟, 不会有事的。 周大夫听说是天花, 都不敢去, 就只有那丫头是, 笨笨地冲上去。 阿九妹妹不会有事的, 赶紧割草, 待会儿还要给村民送去呢。 孩子娘, 干嘛呢? 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清河村, 不得了了, 松二娘跟洛家那个小媳妇得了天花, 难怪每家每户送药, 原来是得了天花, 这天花可是比威仪还可怕, 我可不敢继续在这里住下去了, 我们走吧。 天花? 这太可怕了。 村长, 不好了, 丽二旦一家要强行闯出村子, 在村口闹得不可开交呢。 你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松二娘跟那洛家的小媳妇感染了天花, 你们不走, 是要等死吗? 什么天花呀? 乡亲们, 你们冷静点, 冷静点。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储存者, 死! 乡亲们, 你们不要冲动。 是, 松二娘是得了天花, 但是已经得到有效的治疗, 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 你们踏出这个门, 被外面的人杀死, 二, 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 配合大夫的指挥,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 你们自己选吧。 村长, 这可是天花呀! 我知道是天花, 所以, 从发现天花开始, 我就让人在村里消毒送药, 喂的就是让大家平安无事, 可是, 你们一旦跑出去, 你们能保证, 不会遇到感染天花的人吗? 你们能保证自己身上, 没有天花病吗? 所以, 在大夫说你们可以出村之前, 任何人不得进出村子。 村长, 我们可没有得天花呀! 不管你们有没有, 现在, 你们都回到自己家里, 用艾草将自己家里里外外熏一遍, 村里会每天送预防的药, 每个人都要喝。 这要到什么时候啊? 天花从感染上到发病,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你们身上若是没有出现感染天花的症状, 那么就没事。 而宋儿娘治不好的话, 也是半个月时间, 半个月时间里, 若是没事, 你们自然就可以出去了。 若是有事呢? 那么感染的人都要接受治疗, 齐大夫很快就会来我们村子里帮忙, 你们就安心地回去吧。 我以清河村村长的名义发誓, 一定会竭尽全力, 让人救治我们村子里的每一个人。 将他抬回去, 齐大夫真的会来吗? 会, 您就放心吧。 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 老大只是传出消息, 清河村有人感染天花, 需要齐大夫去一趟, 而且清河村已经封村了, 迄今为止, 没有放任何人出来。 这是什么味道? 云水水的味道, 阿九说用来消毒。 如今病人情况如何呀? 不知, 阿九不准任何人靠近, 目前能接触病人的人只有阿九一人。 村里都消毒了吗? 村里都是用云水水消毒的, 村民家里已经让村民家家户户稍爱消毒, 阿九给出一张药方, 说是预防感染天花病毒的。 请大夫看看, 是否有用? 这是阿九写的药方? 他试得清河村所有的药材, 说实在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开药方, 这药方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不定有用, 别看这些药很普通, 加起来, 效果却很可观的。 那个小丫头还骗老夫叔, 只学了识别药材跟正骨, 不老实啊。 师父, 您怎么来了? 老夫若是不来意, 岂能知道你这小丫头骗子, 又骗了老夫。 对不起师父, 我只是担心。 担心啥? 担心为师会出卖你, 还不让开。 啊, 你就别进来了。 阿九, 保重自己。 放心吧, 我说了我不会有事的。 为何将窗子打开呢? 病人的房间自然是要通风的呀, 闷热的环境是天花病毒再生长的环境, 当然要保持家里通风通气。 大夫, 我是不是要死了? 沈子, 你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呢。 阿九, 你还在啊, 松儿呢?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为了不让她闹, 关在柴房里呢。 我大嫂坐了碗粥过来, 你快尝尝。 师父, 你在写什么呢? 你给她吃了什么药, 她的情况稳定了, 只要不恶化, 就不会有大问题。 你为何会知道治疗天花的方法? 三年前, 我曾得过天花, 有幸捡回一条命,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爱上了学医, 家里人专门找了大夫教我洗医。 只是我的家人被仇人所杀, 我侥幸逃脱, 不敢泄露自己的所在, 怕丑家再次上门寻仇, 所以不敢如实相告, 还请师父见谅。 这么说, 你医术极好了。 三年时间, 我能学的东西有限, 之所以能应对天花如此自若, 不过是仗着我得过天花 有些经验而已, 还请师父千万不要嫌弃我。 臭丫头, 今日咱们师徒就联手, 制止这天花嚣张的气焰。 情觉啊, 阿九真的不会有事吗? 娘, 齐大夫也在, 您就放心吧, 阿九不会有事的。 唉, 别嗅了, 休息一下吧, 你这两日都嗅了不少荷包了。 娘, 我不想停下来, 这一旦停下来啊, 我就忍不住胡思乱想, 阿九他才不过十岁, 他怎么就不知道害怕呀? 娘, 你们就别瞎担心了, 阿九曾经出过天花, 而出过天花的人 是不会再得天花的。 洛青觉轻声地说道, 你们就别担心, 纵然是我们所有人都染上天花, 阿九也不会有事的。 你说那孩子曾经出过天花?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保佑阿九平平安安, 什么事都不要有。 二哥, 不是说得了天花的人都会死吗? 是大多数都会死, 少数人能活着, 而阿九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那二嫂还真是服达命的。 娘, 阿九姑姑什么时候回来呀? 娘都好气着不曾见到阿九姑姑了。 阿九姑姑去救人去了, 过些日子才能回来, 到时候宁儿又能吃到阿九姑姑做的饭了。 今日不能回来吗? 今日阿九姑姑回不来, 不过, 只要宁儿乖乖的, 阿九姑姑很快就会回来了。 嗯, 宁儿一定乖乖听话。 我去做饭, 一会儿清爵给送过去。 娘他们很担心你, 你几日不曾回去了, 宁儿也吵闹着要见你。 再过几日就能知道情况, 到时候病人的情况稳定, 我就回去。 过几日是几日? 七日, 七日后就见飞小了, 地里的麦子也熟了, 你们把地里的麦子搁回家吧, 打出来, 等我回去, 就可以做好吃的给大家吃了。 好, 我们都等你回家。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丫头, 得了天花的人, 都不会再得天花吗? 对, 得过天花的人, 体内会产生抗体, 就不会再感染上天花病毒了。 所以, 整个村子里, 就是我最安全, 是唯一得过天花且活下来的人。 所以, 你才敢自高奋勇来照顾宋儿娘? 不是, 我是担心落家的人, 天花极其容易传染, 从一开始, 就必须得隔离开来, 一旦传染出去, 整个村子就完蛋了。 若是村子里的人感染天花的人再跑出去, 一传十, 十传百, 那伤亡率就太高了, 所以, 我才会自高费用地出来, 目的是将伤害控制到最小。 啊, 最近都没有睡好, 有些困了。 你吃了饭去睡一会儿, 有事我叫你。 也好, 师傅, 记得喝预防的药, 我睡一会儿就起来换您。 三叔, 您有十天都没有见到阿九姑姑了, 娘不是说, 阿九姑姑很快就会回来吗? 怎么还不见回来呀? 我也很想二嫂早点回来, 我也很想吃二嫂的乱炖。 嗯, 我想吃阿九姑姑煮的鱼。 宁儿, 吃枇杷吗? 嗯, 吃。 你等着, 我去摘琵琶给你吃。 三叔, 琵琶甜吗? 可甜了, 我刚刚尝了一个, 二嫂若是在, 一定会很喜欢的。 要不, 我们去给阿九姑姑送琵琶。 你奶奶说, 不准出门。 嗯, 阿九姑姑以前上山柴药, 都会给我们带果子回来。 嗯, 她是最喜欢那些野果子的, 我都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吃。 嗯, 阿九姑姑可厉害了, 煮的饭最好吃。 是啊, 我也想念二嫂的手艺了, 以前不觉得娘做饭难吃, 可最近娘做的饭, 真的不如二嫂做的好吃。 嗯, 我也是, 想你阿九姑姑做的饭了。 阿九妹妹, 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 我那日不是故意的,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杀你。 都过去了。 如何了? 没事了, 这里可有其他人, 感染上天花的症状? 没有。 一个都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我们每日挨家挨户的检查, 没有任何人出现你说的情况。 周大夫呢, 也每日去给村民耗卖, 可以确保没有, 瘦了。 没有休息好的缘故, 等休息两日, 肉就长出来了。 齐大夫, 阿九, 辛苦你们了。 阿叔, 我师父十分的累了, 需要休息。 我马上带齐大夫去休息。 阿叔, 在封村三日, 三日后, 若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可以开放村子了。 我与齐大夫身上的衣服, 必须脱下来烧掉。 大凡切住过, 身上的衣服都要烧掉。 苏儿娘家里的遗应器具, 都需要在开水里煮过, 要需要你们去帮忙。 密切回去好好休息, 这些事情, 我们会办妥的。 请觉啊, 快到阿九回去休息。 嗯。 二哥哥。 嗯。 回家之前, 我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烧掉, 免得将病菌带回家里。 我知道了。 向兰, 准备热水, 我要沐浴更衣。 二哥, 你…… 二哥, 二嫂怎么了? 累了, 在睡觉, 家里的事情都做好了吗? 嗯, 麦子都晒干了, 已经装入袋, 放入仓库里了。 二嫂这些日子, 怕是累坏了吧。 嗯。 你跟宁儿不要去吵她睡觉。 二叔, 可是阿九回来了吗? 是的, 大嫂, 她累坏了, 已经睡着了。 我去煮些吃的, 她醒过来, 怕是要吃。 哦, 我去吧。 二哥, 大哥似乎有些日子, 没给家里写信了吧, 这村子里出了事, 大嫂一直念叨大哥呢。 想必很快, 大哥的信就会寄回来了, 不用担心。 宁儿还没有见过大哥呢, 大哥去参军快五年了, 这宁儿都快满四岁了。 阿九呢? 累得很辣, 从回来就一直在睡, 到现在都还没有醒, 让她好好睡吧。 这段时间, 想必也没有睡过一个胡伦角, 好在她的辛苦没有白费。 宋儿娘被救回来了, 村里也没有其他人感染上天花。 这孩子当真是胆大, 哎, 下次可不许她这样了。 娘, 只怕是不行啊, 因为齐大夫收了阿九做徒弟, 阿九以后是要当神医的人。 作为未来神医, 他怎么可能会因为遇到可怕的传染病, 就退彼三舍呢? 下次, 他照样会冲上去, 阻止不了他。 齐大夫收了他为徒弟? 嗯, 而且他立誓要做一代神医, 医治天下不治之症, 为了赚钱。 二嫂原来是个财迷啊, 平时倒是没发现。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批说到赚钱, 他两眼都在放光吗? 说起来好像是什么回事, 不过阿九他点子特别多, 特别会赚钱, 最开始啊, 不就是阿九, 发现后山有很多药材, 然后开始采药材卖的吗? 那孩子就是鬼点子多, 而且胆子还大。 杨氏一边帮忙磨药材, 一边说道, 对了, 村里的麦子大多都没有收, 松儿娘他们地里的麦子也没收回来, 也不知道需不需要帮忙。 松儿娘已经恢复健康了, 完全可以下地了, 您就不用担心了, 更何况还有赵延松的, 他已经十四岁了, 该承担起家里的担子了。 我去煮点好吃的, 给阿九补补, 这段时间他也是担惊受怕的, 需要好好补补, 干脆将家里唯一的母鸡杀了顿了。 家中可就只有这么一只母鸡啊。 反正这只母鸡也许久不下蛋了, 干脆顿了, 给阿九补补。 嗯, 过些日子去城里买一些鸡仔回来喂。 可是, 家里现在并不富裕, 这用钱的地方。 大嫂不用担心, 宁儿从明年开始, 就去村里的学堂上学, 到时候, 学费由我负责。 哇, 什么东西啊, 好香啊。 醒了, 醒了就赶紧去洗漱,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伯母, 做了什么好吃的, 太香了,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先喝点汤, 暖暖胃, 这些日子, 瞧瞧你都瘦了。 哇, 伯母炖的鸡汤可真好喝。 娘为了给你补身子, 可是将家里唯一的母鸡都给炖了。 好喝吧, 二嫂。 嗯, 谢谢阿九姑姑。 宁儿, 多吃点。 快吃吧, 奶奶给你的, 你就放心吃。 谢谢奶奶。 对了, 我师父呢, 已经回县城里去了吗? 齐大夫还在村长家里休息, 稍后吃完饭, 我陪你去村长家。 哦, 对了, 阿九, 你不在这些日子, 我已经做了不少的荷包, 要不要先做出一些药包出来? 已经做出来许多了吗? 做了多少个了? 啊, 三十个。 我做得慢了点, 所以才做了三十个。 三十个不错, 我先弄一批趣闻的药包。 走吧。 师父最近可是受累了, 若不是师父, 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毕竟是天花呀。 你还知道后怕呢, 我还以为你不顾一切, 什么都不怕了呢。 当时, 我只是想着救人嘛, 二哥哥, 你别生气啊。 救人犯得着将自己搭上吗? 二哥哥, 我可是立志要做神医的人, 连小小的天花都不敢上的话, 那么也不用当什么大夫了, 直接当个缩头乌龟好了。 救你有理。 本来就是嘛, 若是连病人都不敢救, 哪里还自称什么大夫啊? 我看, 还不如在家里种红薯。 哟, 厉害了, 你还会种红薯啊? 知道红薯怎么种吗? 行了, 知道你做得对, 做得好。 我只是希望, 你能先保护好自己。 没有把握, 我也不会乱来。 二哥哥, 你就放心吧。 你心里有数就好。 对了, 二哥哥, 清凡去学府里面上学之后, 我们给他找一个武师吧。 怎么想起给清凡找武师啊? 清凡说, 他将来想做一个大将军, 那身为大将军, 不会武功这么想, 更何况, 连武功也能强身健体,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呢, 把义无一害打。 二哥哥, 好不好吗? 那行, 等去县城后, 我再去为他寻个武艺师父, 当时候我先看看人再说。 谢谢二哥哥。 齐大夫, 这次可多亏你了, 不然我们清和孙就危险了。 哪里哪里, 老夫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齐大夫, 您劳苦功高啊, 若不是您, 我们清和孙怕要灭门了。 来来来, 多吃点, 让我们好好招待你。 当家的清爵和阿九来了。 阿九丫头来了, 吃饭了没有, 快让他们进来一起吃。 瞧你这丫头, 瘦得跟猴似的, 也不值得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来, 快吃, 这个呀, 专门给你留的。 来, 谢谢婶子。 嗯, 好吃, 婶子的手艺可真好。 你这个丫头, 这两日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啊, 跟着清爵到处跑什么, 没得累坏了自己。 啊, 我过来找我师父商量事情, 二哥哥是陪着我过来的。 你这丫头啊, 还当真斯文, 人家随便拿袖子一抹就行了, 你呀, 还拿帕子擦嘴。 拿衣服袖子擦嘴, 怕把衣服弄脏了? 你呀, 算是咱们村里最讲究的人了, 纵然是那豆腐西施豆姑娘, 也没见得由你讲究呢。 哦, 对了, 你可知那豆姑娘对你家清爵。 哦, 对了, 最近还上山采药吗? 嗯, 不打算采草药, 我想试着种草药, 山上的草药总有采完的时候, 等我种出草药了, 就给婶子分草药的种子,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种草药卖了。 你这丫头, 那草药能种出来吗? 发芽了, 还要等草药种子长大成熟, 嗯, 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过去试一试。 反正伯母跟二哥哥也赞同, 将屋后的那块地都开出来, 给我种草药了。 好, 婶子啊, 就等你成功种出草药后, 等你分种子给婶子。 嗯, 哦, 对了婶子, 能否让雷大哥他们去帮帮松儿娘? 松儿娘的身子才恢复过来, 他们地里的麦子怕是没人收, 能否让他们过去帮帮忙呢? 稍后啊, 我让老大去松儿娘那里看看, 若是他愿意, 就让老大跟老二去帮忙收回来。 那就有劳婶子了。 我怎么没能生个女儿呢, 竟是生了些男娃子, 这若是有个女儿啊, 定当也如你这般贴心又可爱。 哎, 婶子啊, 别人家都想生儿子, 就你想生女儿, 这儿子多好啊, 下地干活, 什么都行, 女儿力气小, 可不如儿子这般能帮您下地干活呢。 女儿啊, 就是拿来疼的, 哪能舍得下地干活呢? 我要是生个女儿啊, 定然送她上学堂, 学刺绣, 学城里小姐学的东西, 然后啊, 给她也找个秀才相公, 要她一辈子都是个享福的命。 哦, 对了, 听说清凡啊, 在九月就开始去县城里上学了, 这是真的吗? 是的, 二哥哥已经找好了学府, 就等着求收后, 就去学府报道了。 嗯, 这要是学府上学的话, 要交多少钱呢? 听说是无量银子。 这么贵啊, 家里还有那么多钱吗? 哎, 真是苦了阳势了, 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啊。 阿九啊, 清河村真是个好地方啊。 可不是吗? 你若是喜欢可以尝来呀。 师父, 这是我们做的药包, 只有三十个, 其中二十个是驱赶蚊虫的药包, 十个是清新凝神的药包, 就放在鸡池塘卖了, 工钱, 药钱, 成本大概在十文钱的样子, 师父就卖三十文钱, 盈利的部分我们五五分。 不错, 绣得真不错, 这是你大嫂的手艺吗? 嗯, 我大嫂刺绣的手艺可极好, 您看看这做工, 绝对不比县里的绣娘手艺差, 保证着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见了都喜欢。 哈哈哈哈, 是是是, 这手艺, 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 行了, 东西送到我手里了, 我就先拿回去试卖, 若是卖得好, 你们再多做一些, 你就赶紧回去吧, 有清爵送我就行了。 好的。 可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 早去早回, 一定要平安将师父送回家。 嗯, 我知道了。 阿九妹妹。 啊, 豆姐姐, 这是去上哪儿啊? 啊, 去村东头看看家里的黄豆如何了, 毕竟要做豆腐。 哦, 那行, 那你去忙我就回家了。 哎, 哎, 阿九妹妹, 不如你陪我走走吧。 阿九妹妹, 清爵哥是送齐大夫回城了吗? 嗯, 齐大夫在清河村已经待了许久, 孙儿娘的病已经好了, 自然没有必要再继续地留在村子里。 阿九妹妹, 你想你的家人吗? 嗯, 也没有什么好想的, 他们都死了。 那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嗯, 已经没人了, 今年你才十岁吧? 嗯, 十岁。 清爵哥也已经十八岁了呢, 等阿九妹妹长大了, 清爵哥都二十二岁了, 阿九妹妹, 你离开清河村吧, 所以我求你了可好。 纵然没有我, 二哥哥也不会娶你的, 只要没有你, 清爵哥会娶我的。 他不会的, 不只是他不会, 伯母也不会允许他娶你的, 洛家的男人是不会允许去上门的。 我不求他上门, 只求他娶我就行。 那也不可能, 二哥哥不喜欢你, 所以他不会娶你。 你怎知他不喜欢我? 你不过是个外来人, 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如此厚着脸皮赖在洛家, 不过是看中清爵哥的容貌而已, 你有什么能比得上? 清爵哥会为了你, 而放弃我吗? 我要回家了, 你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听到没有?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二嫂, 二嫂, 你在哪儿啊? 喂, 洛青凡, 你这是想不开要把自己淹死吗? 秦友才, 我二嫂落水了, 快帮忙救人呐。 秦友才一听月云溪落水, 当即跳下去去寻人, 好在秦友才会游泳, 很快将呛了不少水的月云溪 救上了岸。 二嫂, 二嫂, 你怎么样了? 你离我二嫂远点。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二嫂, 我们先回家。 坏女人, 坏女人! 咬命哦, 你这死孩子, 干嘛弄得一身湿啊? 哟, 阿九, 清凡, 这是怎么了? 儿子, 这是咋了? 斗医把阿九推河里去了, 想把他给淹死。 什么? 这还了得? 这斗医咋得这么很多啊? 忽慎赶紧推自己的儿子 回去把石衣服换掉, 自己则跑去村长家。 天油加醋, 将斗医把月云溪推下河, 想要淹死月云溪的事情说了遍。 这是咋了? 清凡,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一身都湿透了? 我女人, 我女人推阿九姑姑下河。 谁推的? 是斗医。 杨婶子, 啊! 斗医, 我家阿九哪里得罪你了? 你这么狠毒, 推他下水, 你这是要他的命啊! 杨婶子,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难不成是我家阿九自己跳下去的? 是他推的, 我亲眼看到他把二嫂推下去的。 你还不去换衣服? 阿九, 你先泡着啊, 我去煮碗姜汤。 杨嫂子,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斗医鲁莽, 她一向心肾, 绝对不是故意的。 鲁莽, 不是故意的? 我看她是诚心要人命吧? 哼, 我也不想跟她说什么, 麻烦你告诉你女儿, 离我家阿九远点。 杨嫂子, 实在是抱歉啊, 斗医, 她心地真的不坏。 兴许, 这里面有误会。 不如这样吧, 去把阿九叫出来, 让阿九来说说, 斗医为何推得下水。 啊, 杨嫂子, 这阿九怎么样了? 在屋里泡澡呢, 这个天泡了冷水, 也不知道会不会风寒入体。 哦, 那我去看看她。 阿九, 你告诉大家,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斗医她为何推你下水? 阿九啊, 你别怕, 伯母会给你做主的。 伯母, 她不是故意的。 她当真不是故意的? 嗯。 既然她不是故意的,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谢谢村长了, 胡婶子, 谢谢你们家有才, 清凡说, 若不是你们家有才, 即使我家阿九就危险了。 哈哈, 有才也是恰好路过, 使你们家阿九运气好。 清凡说, 她亲眼看到斗医将她推下水的, 你为何要护着她呀? 她当时确实不是故意的, 当时她太激动了, 手上没个轻重, 就把我推下去了。 二嫂, 你就是太心软了, 那斗医都想要你的命, 你还替她开脱。 她都已经十八岁了, 还没嫁人, 若是落个心肠歹毒的名声, 这十里八乡的男子, 有谁愿意娶她呀? 她也是急了, 才推我的。 那她跟你急什么呀? 以后看到她, 躲远点儿, 别傻呆呆地跟着她走, 那人心事不正。 娘, 阿九呢? 回来了, 你给我过来, 你可有找那斗医说了什么。 娘, 我跟她说什么呀, 我跟她又不熟, 听雷老师说, 今日我走后, 阿九落水了, 还差点淹死, 这是怎么回事? 我能怎么回事? 就是那斗医, 不知道发什么疯, 把阿九推下河去了, 当初本来想替你说这门亲事的, 那姑娘端着架子, 要你上门, 自然就黄了, 还好这事没成, 瞧着心思歹毒的, 连个十岁的孩子也下得去手, 今日要不是其有才路过, 非得把这淹死不可, 你以后别老是欺负有才, 人家好歹也救了阿九, 你说, 他跟阿九有什么神仇大恨, 把不会水的阿九推河力去, 若是阿九有个三长两短, 他以为他能落到好处? 咱们家阿九在村里, 接人带物也都是极好, 带他也不差, 平日里都是斗节长短斗节短的, 结果他就怎么对阿九的, 当真是狼心狗肺, 我去找他, 你给我回来, 找他做事呢, 你给我离他远点, 我算是看清楚了, 那斗医对你有心思, 才这般对阿九的, 你若是去了, 他还以为你对他也有情呢, 指不定又干出什么事情来, 我就希望斗老汉是个拎得轻的, 赶紧将那斗医给架出去, 免得留在家里, 是个祸害, 阿九现在怎么样了, 受伤没有? 倒是没有受伤, 就是呛了不少水, 吓坏了, 现在睡了, 那孩子心太软, 人家都推他下水了, 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还替那斗医开脱, 你说那斗医, 咋就那么心肠歹毒呀, 平时也没看出来? 娘亲眼看到斗医推阿九的, 哪里是我亲眼看到的呀? 是清凡跟宁儿亲眼所见, 那斗医将阿九推下了河, 清凡当时就吓坏了, 下水去寻人, 可他也不会水, 下水后淹到脖子了, 当即就傻了, 还好亲友财路过, 帮忙把人救起来, 三个孩子一路哭着回来, 我这心哪! 娘, 别太担心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我先去看看阿九。 啊, 是二哥哥回来了吗? 嗯。 我没事, 我来泡了热水澡, 大嫂又熬了姜汤给我喝, 二哥哥, 你吃过晚饭了吗? 吃了。 二哥哥, 接着……, 以后, 谁敢欺负你, 给我狠狠地打回去, 有事我担着, 不管对方是谁, 敢欺负你, 你就给我打回去。 那二哥哥欺负我怎么办? 二哥哥不会欺负你的, 你放心吧。 当真吗? 嗯, 我不会欺负你, 我保证。 那二哥哥以后若是欺负我, 就罚…… 罚我天天给你洗脚, 可好。 好, 这可是二哥哥你说的, 可不是我逼你的。 二哥哥, 豆姐姐他……, 他以后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二哥哥, 你不会要去找豆姐姐吧, 我不许。 你不许去找他, 他就是因为你才推我, 反正我不管, 你不许去找他。 好, 我不许找他, 你乖乖睡觉, 等你睡着了, 我再出去。 等我睡着了, 你也不许去找他。 放心, 我不会去找他, 乖乖睡觉。 大人, 这夏河村鲁家, 是个什么样的人家? 鲁家家经久为富裕, 家里世代都是土夫, 杀得一手好猪。 这鲁贵二十有二, 也算是年轻有为, 年纪轻轻的就学会他爹的手艺, 在夏河村也颇为有名, 家境也算是殷实, 与你家女儿乃是良配。 豆老汉, 你看看, 你家女儿十八了, 还未出嫁, 咱们大人也甚是忧心, 巧知道, 女子十八不嫁, 其父母可是要问罪的。 小老儿明白, 小老儿明白, 阿姨的婚事, 也一直是我心头的疙瘩, 如今, 有县城大人做媒, 这门亲事, 自然是极好的, 我们答应了。 既然你答应了, 本官回去, 就通知鲁家过来提亲, 你们两家也上了个合适的日子, 早日把你女儿嫁出去, 这女儿大了留不得, 小心留来留去, 留成仇啊。 是是是, 多谢县城大人。 豆老汉, 这县城给你们家斗医, 说的是谁家的呀? 夏河村鲁家。 夏河村哪, 这离我们也不算远, 这鲁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买猪肉的。 屠夫啊, 那与你们家斗医, 倒是颇为匹配呀。 可不是吗? 县城大人也是这么说的, 说是我们家扣医呀, 与那鲁贵乃是良配, 鲁家过几日, 就会上门来提亲。 呵呵呵呵呵。 阿九啊, 这上哪儿去啊? 啊, 沈子好, 我去给屋后的草药浇水, 这天气有些热了, 免得干燥了。 阿九, 刚才呀, 县城来咱们村了, 你猜他来做什么? 嗯, 找阿叔的。 不是, 是给豆医说亲的。 说的是谁家的少年郎啊? 夏河村, 鲁家的鲁贵。 嗯, 沈子啊, 那鲁贵为人如何? 据说为人挺老实的, 他们家祖上都是屠夫, 这家境啊, 颇为阴实, 豆医啊, 也算是高攀了。 啊, 那这是一门好亲事啊? 这当然是一门好亲事, 你看豆医每日起早摸黑的在家摸豆腐, 能赚几个钱? 人家鲁家呀, 是卖猪肉的, 别的不说, 这隔三差五, 总能吃上一顿肉吧。 豆医嫁过去了, 日子不知道多好过呢。 豆大叔跟豆姐姐都答应了吗? 这么好的亲事, 能不答应吗? 你没看您的豆大叔啊, 笑得跟躲菊花似的, 高兴得很啊。 至于豆医, 他还折腾啥呀? 都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还不嫁人, 留在家里平白让人笑话。 那真是太好了, 到时候豆姐姐成亲的时候, 我也去讨个好彩头。 行行行, 你忙啊, 我先回去了。 二哥哥, 豆姐姐这么快说亲, 不会是你干的吧? 鲁贵还不错, 虽然他推你下河着实歹毒了一点, 但是我也是为他挑选了好人家, 你大可放心。 那就好, 你说的是好的定然是好的。 你就那么相信我? 当然, 若是连你都不能相信, 那我还能相信谁呀? 怎么了? 二哥哥, 你再去帮我打一桶水来呗。 阿姨, 你去哪里了? 你跟我进来, 我说阿姨啊, 洛家, 你是绝对不能去的, 如今洛家的每一个人都讨厌你。 哎, 这怎么哭了呢? 可是有人欺负你了? 别哭别哭, 你若是不想嫁啊, 爹就去回绝了县城大人, 大不了是没法继续在清禾村待下去而已, 没关系。 爹, 我, 我家。 你说什么? 我家, 陆家挺好, 女儿嫁了。 你这扫把星, 滚出清禾村去, 要不是你得了天花, 我家男人至于受伤吗? 娘, 你让我出去。 哎, 别去, 让他闹吧, 等他闹够了, 就会走了。 可是我们就这样认他欺负吗? 他男人受了伤, 是因为不听祖劝非要出村子才会受伤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他勾走我们地里的麦子不说, 还天天往我们家砸石头, 如今得寸进尺, 往我们家门口泼粪水。 娘, 这泼腹是让不得的。 松儿, 你就让他去吧, 娘这次出了天花, 连累了村里的所有人, 他们都怨恨我, 也是应该的, 只是委屈了你啊。 儿子不委屈, 儿子就是生气, 那旺财娘就是个欺软怕硬的, 以前欺负阿九妹妹, 如今欺负不到阿九妹妹, 又来欺负您。 菜碧, 滚出清河村去, 你这扫把星, 别把天花传染给别人了, 快滚。 我当是谁呢, 跟个泼妇似的, 原来是你啊。 妖怪, 你是妖怪。 哇, 妖怪专吃你这种坏女人。 你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赵婶子, 严松哥哥你们在家吗? 我是阿九。 阿九妹妹, 你怎么来了? 你就原许那人在你家胡来啊, 那人就是那样, 你越是忍让, 他越是欺负你。 开门呐, 我来看看婶子。 啊, 怎么过来了, 让你见笑了。 要注意身体休息, 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别让那些不相干的人坏了你的心情。 好好休养, 你们地里的麦子, 我已经跟村长阿叔说了, 阿叔说, 会让雷大哥他们帮你们收起来。 这, 不用了。 严松哥哥一个人去把麦子收回来也有些困难, 有雷大哥他们帮忙也轻松多了, 你也别拒绝了。 阿九妹妹, 你是不知道, 望财娘跑去帮我们家的麦子都搁走了, 我们家已经没有麦子可以收了, 那婆妇就是仗着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 他说望财爹伤了腿是我们的责任, 硬是将我们地里的麦子给割走, 说是赔偿, 还要我们给十两银子赔偿他们作医药费, 我们哪拿得起十两银子, 所以他们才会天天来我们家门口闹, 做得如此更过分, 把我们家门口剖粪。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那麦子可是你们的口粮, 他怎么敢割走? 算了, 我也不想与他计较。 沈子, 你可知, 我也得过天花。 阿九, 你就别拿沈子开心了。 沈子, 是真的, 我出天花的时候, 因为控制不及时, 半成人因我而亡, 我出生的那座城, 差点变成了一座空城, 给我的家人带去了极大的威胁, 可是我却依然活过来了, 如今也健康地活着。 那, 那你身上为何? 阿, 有去疤的药, 只不过我现在没有, 沈子你放心, 我一定研制出去疤的药, 保证你的脸上, 身上都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们好不容易从阎王的手中逃脱, 可不能让那些人间恶鬼再次伤了我们。 旺财娘他们一家都是欺善怕恶的人, 你越是忍让, 他们越是觉得你好欺负, 下次他们再赶上门来, 你就直接拿贬单给他们打出去。 你这孩子, 我只是担心自己的天花传染给别人而已。 你的天花已经好了, 不会传染给别人了, 你也不用担心有心理负担, 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你若都站不起来, 你让严松哥哥怎么办? 他才十四岁, 难道你让他独自一个人去面对旺财娘那样的恶人吗? 你放心, 我不会任由他欺负我们两个了。 你说得对, 阎王不守我, 我自己也不能作死。 我去和村长说说, 旺财娘既然赶割了你们的麦子, 自然是要他们还回来的。 谢谢你了, 阿九。 啊, 我先去村长家了, 你们就坐等着收麦子吧。 松儿。 哦, 娘, 怎么了? 将那些石头累在一起, 下次旺财娘若是再赶过来, 就把这些石头砸回去。 娘病了这些日子, 她倒是猖狂了, 真当我们孤儿寡女好欺负了。 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有多不要脸。 松儿, 阿九这孩子呢, 人是真的不错, 杨氏当真是好眼光, 买下她做儿媳。 嗯, 杨婶子一笑眼光好。 啊, 雷四哥, 阿叔在家吗? 阿九妹妹, 你是来找你家清爵的吗? 哎, 你这小丫头, 还没长大的, 就把自己男人看得这么紧, 还怕被人抢了去不成。 哦, 雷四哥, 不是的, 我是来找阿叔的。 是是是, 你是来找我爹的, 啊, 进去吧进去吧, 我爹啊跟你家清爵呢, 在说事呢, 你进去就能看到了。 哈九丫头, 来接你家清爵啊。 阿叔, 我不是来接二哥哥的, 我是来找阿叔您的。 好, 当真不是来接你二哥哥的, 你放心, 阿叔给你看着呢, 保证没有大姑娘小媳妇来找她。 阿叔, 连你也调侃我, 我找你是有正事呢。 是是是, 你找我有正事, 来来来, 坐下说, 说吧, 找阿叔什么事啊。 我就跟苏肉娘覆诊了, 她已经完全好了, 只剩下些痘印, 尚未消除, 不会传染给任何人。 但是旺财娘, 既然以此为借口, 上门欺负他们姑儿寡母的, 还将苏肉娘他们家的麦子给搁走。 这春麦, 可是上半年的口粮, 旺财娘他们这是要饿死人家母子啊。 什么? 当真是无法无天了, 你别担心, 我马上去找旺财娘, 这娘们真是欠收拾, 好事没她份, 坏事都有她。 我也去。 你去凑什么热闹, 回家去。 二哥哥, 我就要去看看, 那旺财娘擅长撒波打滚, 我怕村长不是对手。 二哥哥, 我就去看看, 我就去看看。 我看你是想去找旺财娘的麻烦吧, 回家去, 这事我去处理。 你就别去了, 那旺财娘本就是个恶毒的, 你年纪小, 这人指不定针对你, 我保证帮松儿娘要回他们的口粮, 如何? 这个, 好吧, 二哥哥出马, 我还是放心的, 那我回去做午饭, 给你加个菜。 月云西回到洛家, 她说给洛青爵加菜, 可是还没有想到加什么菜呢, 家里的肉都快用完了, 也不知道。 月云西抬头, 就看到几只麻雀, 在树枝之间飞串, 眸光一动, 解了几枚小石头, 刷刷刷的, 打下五只麻雀, 当即捡起来, 拎着回家。 今天中午, 准备吃辣子雀, 哎呀, 阿九, 你这是做什么呀, 这, 这可玩不得麻雀的, 这以后长大了, 手会抖的, 快扔掉, 快扔掉。 大嫂, 我不是拿来玩的, 是拿来吃的。 吃? 阿九啊, 这些东西啊, 是不能吃的。 大嫂, 这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 改天让你也尝尝甜鸡肉, 又嫩又好吃, 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有些东西啊, 是不能吃的, 比如老鼠。 能吃? 当初我一个人, 被扔在深山老林里的时候, 寻不到东西吃, 就抓老鼠吃。 哦, 对了, 二叔不是去村长家找你了吗? 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呀? 二哥哥去旺财家里去了, 跟村长阿叔一起, 去讨论松儿娘家的麦子去了。 那人又干什么坏事了? 月月西将旺财娘做的事情, 说给卢氏听。 卢氏听了, 直皱眉, 这当真是把人往死里头逼, 怎么就这么歹毒呢? 本来松儿娘就遭了难, 她还要去落井下石, 你说这清河村民风淳朴, 怎么就出她这么一家坏心眼的人呢? 可不是吗? 哦, 对了, 这豆衣出八出价, 他们家呀, 送来了红鸡蛋, 邀请我们, 初七, 去吃出格酒。 好呀, 到时候定人十分的热闹, 咱们村里, 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吧? 她也算是命好啊, 那鲁家家境不错, 她嫁过去也不会吃亏的, 更何况她都十八岁了, 也该嫁人了。 嗯, 都姐姐高兴就好。 你说, 二叔跟村长他们去旺财娘家, 是去要回松儿娘家的麦子吗? 二哥哥出马, 定然马到成功, 一定能拿回来的。 娘, 村长带着人砸门, 怎么办呢? 不理他们, 玩你的去, 我就不信了, 他们还能把门给我拆了不成。 爹, 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你还能将他们一家打死不成? 往来爹, 你不管那麦家婆娘迟早闯出大祸。 别听她的, 要不是她封村叫人守着, 你能伤了腿? 村长我们奈不合, 赵家寡妇必须赔偿我们。 村长直接叫雷老大他们, 去将家里的几个儿子都叫出来。 雷老大有些疑惑, 但还是听命去了, 很快, 雷家四兄弟都来了。 村长带着几个儿子, 浩浩荡荡往旺财他们家的麦子地去。 这人偷别人的麦子, 却忘了收自己的麦子。 正好, 收了他们的麦子给松儿娘送过去, 却当是置换了。 爹, 这怕是…… 爹, 你居然开窍了, 要我说早就该这么做了, 那一家三口总得好好教训一下。 你看看, 他们家旺财都被他们交成什么样子了? 老四, 本来就是。 大哥, 你就是太迂法了。 人家松儿娘孤儿寡母的多不容易啊, 一个人家孩子拉扯大, 旺财娘竟然趁火打劫。 这出天花是人家愿意的吗? 更何况, 人家现在不是好了吗? 村里呢, 也没有人感染上。 他跳个啥呀, 我就是看不惯他。 松儿娘, 我给你送麦子来了。 老四啊, 谢谢你啊, 快快快, 喝点水。 哎呀, 松儿娘, 这麦子呢, 是我们将旺财他们家的麦子割了, 送过来的, 还需要晒几个太阳才行。 那旺财娘呢, 实在是蛮横, 不肯归还, 我爹啊, 就想了这个办法。 你放心, 若是他敢上门找麻烦, 我们定然不会置之不理的, 你也别怕他。 他那人呢, 就是个魂球, 欺软怕硬的, 以前呢, 老是欺负杨婶他们, 是外地牵过来的。 现在杨婶他们不好欺负了, 才欺负你的。 这, 怕是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 我爹都说了, 欠债还钱, 他欠了你们家麦子, 就应该还麦子。 你也不必怕他, 有事, 尽管来寻我们帮忙就是。 看, 我就说了, 只要我们不理会他们, 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赵寡妇的麦子, 我要定了, 要不是他的扫把心出添花, 你会受伤吗? 那咱们地里的麦子, 什么时候去收啊? 我在装病下不了床,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收吧。 咱们家也没多少麦子, 明日里, 我就去割回来, 寻个日子, 我们去县城里, 将多余的麦子, 卖了换钱, 也好买点肉回来, 给你跟孩子补补身体。 好, 今日做了什么好吃的? 哎, 家里买肉了? 嗯, 不错, 娘, 大嫂, 你们也吃啊。 确实好吃, 阿九的手艺就是好, 你也尝尝。 哎, 还是别让孩子吃这个了。 你这又是弄的什么肉啊, 大嫂都不敢让您儿吃了。 麻雀肉, 一连抓了五只。 你是不是什么都敢吃啊? 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吗? 二哥哥, 难道也不吃麻雀肉? 吃。 父母, 晚上我听到稻田里面的 蛙鸣声不断, 想必这个天, 里面有很多田鸡。 小凡, 一会儿吃完午饭, 我们去钓田鸡吧。 钓田鸡做什么? 回来吃啊。 阿九, 你若是想吃肉了, 我们去县里买点肉就是了, 何必去抓那东西吃, 吃不得的。 田鸡那东西, 能吃吗? 伯母, 能吃的? 田鸡的肉质可鲜美了, 本草论里面还写了 田鸡有滋补解毒, 强身健体的功效, 不信等我抓回来给你们尝尝看, 而且钓田鸡可简单了, 抓一只蚂蚱绑在绳子上, 就能将田鸡给钓起来。 可能吗? 田鸡的眼睛不小, 他只能看到冻的东西, 看不到静止的东西, 所以钓田鸡的时候, 一定要不停地晃动手中的诱饵。 让他们去吧, 都是孩子, 还是贪玩的时候。 儿子, 你怎么能纵容他们俩呀? 那田鸡是能吃的东西吗? 我知道阿九那孩子吃了不少苦, 可, 可也不能什么都吃啊。 娘, 有什么是不能吃的? 鸡鸭鱼肉跟那些飞鸟田鸡一样, 不过是弱弱强食而已, 不能因为没有人吃过, 就说吃不得。 更何况阿九懂一礼, 若是真不能吃, 他又如何会拿回来吃呢? 再说了, 您相信用炸蟒能钓田鸡吗? 会了吗? 会了会了, 这个太简单了。 洛青凡学着月云溪的模样, 上下晃动, 手中的吊耳, 果然田鸡就跳起来咬住了诱饵, 只要扯起来, 抓住田鸡放在竹篓里就好, 十分的简单。 那咱们分头去抓, 待会这里会合, 看谁抓的田鸡多。 好。 阿九妹妹, 你在干嘛呀? 阿九妹妹, 你这是在玩什么? 看起来挺好玩的样子, 让我也玩玩呗, 这样还能钓田鸡? 我以前经常玩的, 你也试一试, 上下晃动吊耳, 田鸡就会自动上钩的。 阿九妹妹, 这田鸡是不是啥, 这样都上钩啊? 雷四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叫阿九钓田鸡, 愿者上钩, 你快快回去吧, 别搅了我的兴致。 阿九妹妹, 你抓这田鸡做什么? 吃啊, 将田鸡去皮, 然后去洗内脏, 洗净切块, 然后用盐腌制一盏茶的时间, 然后下油锅翻炒, 再放入辣椒, 花椒, 生姜进去, 一同翻炒, 再加上水之后, 盖上锅盖, 焖一克中, 一克中之后, 爽口滑嫩的麻辣田鸡肉, 就出锅了。 这东西还可以吃? 当然可以, 待我多抓一些, 做好了给你们家送一些, 让你们也尝尝些。 那行, 我给你帮忙, 不然我可不好意思白吃。 哎, 洛青学那小子真是好福气啊, 这么好的小媳妇, 怎么不是被我娘买回家的? 阿四, 村长找你。 二哥哥, 你怎么也来了, 是来看我钓田鸡的吗? 我爹找我呀, 那我先回去了, 阿九妹妹, 别忘了做好, 让我也尝尝啊。 好嘞。 怎么钓? 那放进去, 上下晃动, 田鸡就会主动来吃的。 二哥哥, 你以前也钓过田鸡吗? 没有, 今日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田鸡这么笨, 主动上钩, 而且还是没有钩的。 以前总听人说,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还想着直钩如何能钓上鱼来, 属性我算是相信了, 没有钩都能钓田鸡, 直钩钓鱼不足为弃。 洛青学侧过头, 看了眼月芸汐, 又看了看她的竹篓。 差不多了吧, 你的竹篓都满了。 这下, 小凡输了。 二嫂, 你作弊。 我哪里作弊了? 你让二哥帮忙, 岂不是作弊? 哎, 二哥, 你怎么可以帮着二嫂欺负我呢? 我才过来, 也就钓了几只而已, 大多数啊, 是她自己钓的。 那我岂不是输了? 说好的, 你说了就要听我的, 帮我打下手, 杀田鸡。 天杀的, 哪个不要脸的贼娃子, 竟敢偷我家的麦子? 二哥哥, 听这声音, 似乎是旺财娘。 不必理会, 不是说晚上吃田鸡吗? 还不赶紧回去? 二哥哥, 你去看看吧, 我担心旺财娘, 又去找谁家的麻烦。 先把你们送回去, 我再去看看。 也好, 这么多田鸡, 我也拎不动, 这旺财娘可当真是讨厌, 希望有个人能收拾她。 这人当真是太讨厌了, 谁家去偷她家东西啊? 她不去偷别人家东西就算好的了, 当真是贼喊捉贼, 就是就是。 清河村的人都挺好相处的, 就是她家那怪胎, 偷鸡摸狗的。 老去占别人家的便宜, 连村长家都奈何不了他们。 没办法, 他们家再令人讨厌, 也是清河村的人, 只要他们不犯大错, 村长是不会将他们赶出清河村的。 对了二嫂, 这田鸡怎么杀呀?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赵寡妇, 你这个不要脸的, 竟然敢偷老娘的麦子。 好你个张翠花, 竟然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赵寡妇, 你偷我家的麦子, 你还敢动手打人, 我给你拼了。 你这不要脸的老寡妇, 你竟然敢偷我家的麦子, 我打死你。 我再不要脸, 也没有你不要脸, 我偷你家麦子, 你偷我家麦子还差不多, 你这贼喊捉贼, 今日我和你拼了, 你这三天两头来我家找麻烦, 我不吭声, 你还真当说我是好欺负了。 你一送麦子过去的时候, 可又告诉松儿娘, 麦子的事情。 说了的吧, 坏事儿了, 爹, 别愣着了, 赶紧去阻止, 这王财娘可不是个好相遇的, 松儿娘怕是要吃亏了。 村长, 村长快救救我, 这赵寡妇不但偷了我家的麦子, 还要杀我呀。 我何时偷了他们家的麦子, 分明就是她偷了我家麦子, 竟然还赶上门来找麻烦, 真当说我好欺负啊, 反正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不怕死, 打不了一起死。 松儿娘啊, 这有话好好说啊, 这动刀子是不行的。 村长, 你可得为我做主, 我何曾做过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张翠华, 今日你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和你没玩我。 松儿娘, 你冷静点, 这件事情我们会给你做主的, 你地里的麦子是我们割了的, 你偷到松儿娘家的麦子, 我们不想追究, 自然是割了你家的麦子补偿的, 若是你觉得不公平, 那行, 你将偷了松儿娘家的麦子还回来, 自然就将你家的麦子还给你。 我没偷她家的麦子, 是她补偿给我们家的, 要不是赵寡妇那个扫巴新出天花, 我家男人能受伤, 她心存愧疚, 把麦子送给我们做补偿的。 我没有, 本明就是你强行割走了我们家麦子, 竟然还敢说是我送的, 你当真是不要脸, 出天花也不是我想的, 更何况我出天花, 传染给你们了吗, 我为什么要愧疚, 更何况我的天花都治好了, 你却天天往我家砸石头泼粪, 今天更是欺上来打人, 我若再忍你, 你明日是不是就来放火烧房子了? 若不是你出天花, 吓得我们想离开, 我家男人会受伤吗? 怎么别人没受伤, 就你家男人受伤了, 你家男人怎么受得上你心里不清楚吗? 不得了了, 要杀人了, 做贼的还要杀人了。 杀人? 张翠华, 别人怕你我可不怕, 我反正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不怕再死一次, 大不了我杀了你之后再自杀。 宋儿娘别冲动啊, 快把刀放下。 村长, 你看见了, 这赵寡妇要杀我呀。 张翠华, 你给我滚出来, 你躲什么躲? 你不是说要给我拼命吗? 你倒是住了呀。 别激动, 她听到旺财娘在骂人, 让我过来帮忙啊。 村长, 这件事必须处理好了, 不然的话, 时早得出人命啊。 你们挡着我做什么? 哎, 旺财娘, 事情没说清楚呢, 你走什么走? 你说, 谁偷了你家麦子啊? 没, 没谁, 我们自己收了的, 自己收了的。 不是宋儿娘偷了你家麦子了? 哪能啊, 是我自己收了, 我给忘了, 这下, 我可以走了吧? 哼, 走, 这撒了一地的麦子啊, 你不给收起来, 就想走。 人家宋儿娘大病出狱, 你这般欺负上门, 是欺负他们家没男人吗? 误会误会, 都是误会, 我马上给他们收拾好。 让他走吧, 以后, 你若是再敢欺负我们娘俩, 我定然不会放过你。 洛青雀回到家里的时候, 落日最后一丝余晖也落下。 我回来了。 我听那边吵得厉害, 宋儿娘没事吧? 没事, 那张翠花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阿久, 在做饭吗? 嗯, 你大嫂也在里边帮忙呢。 阿久, 煮这么多, 吃得了吗? 一会儿还要给村长阿叔和宋儿娘送去一些。 雷四哥今日也帮忙抓了, 说是想尝尝, 村长阿叔家里的人多, 做少了可不够, 就把今天抓的田鸡全部杀了。 宋儿娘大病出狱, 正是需要补一补的时候, 送去一些给他们, 让宋儿娘补一下。 小凡! 清凡还在温习功课, 九月就要到学院报到了, 这都快七月了, 他的功课还没有温习文, 有事给我说吧。 嗯, 荡真是好香啊。 那边我去送, 哎, 愣着做什么? 一块出门, 送过去了, 我们好早点回来吃饭。 伯母, 我们去给村长阿叔他们把田鸡送过去, 很快就会回来的。 好, 我们等你们回来吃饭, 快去快回。 天黑了, 走路多看着点, 别摔着了。 将吃的给他们就回来, 不要耽搁, 免得娘担心, 知道吗? 嗯, 我会很快回来的, 一会儿还在这里等你。 沈子在家吗? 我是阿九。 哦, 阿九啊, 这天都黑了, 你怎么过来了? 今日我们去抓了不少的田鸡, 你大病出狱, 需要补一补, 我们抓了许多, 就给你们送过来一些。 伯母, 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吃饭, 我先走了。 天黑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和二哥哥一起出来的, 二哥哥就在前面等我, 你们赶紧去吃饭吧。 这孩子, 什么事情都惦记着我们。 松儿, 以后啊, 你要好好报答他。 娘, 你放心, 以后只要阿九需要, 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会帮他的, 就是阿九这般厉害, 不管派不派得上用场, 你只要记住, 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啊, 坚决站出来帮他就行了。 儿子记住了, 阿九妹妹的厨艺可真好, 娘, 快来尝一尝阿九妹妹做的肉。 明日就是豆医出嫁的日子, 豆医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模样, 他不想嫁到夏河村。 阿姨呀, 时间不早了, 早些休息吧, 明日够得忙的。 阿姨, 开门啊, 阿姨呀。 豆老汉, 你干什么呢, 明天才嫁女儿, 你今天就开始好了呀。 豆老汉, 大半夜的, 这是做什么呢? 周大夫, 快救命啊, 我嫁阿姨她, 我嫁阿姨出事了。 唉, 出什么事了, 这豆老汉, 大半夜跟豪桑似的, 明天都嫁闺女了, 还这么不可靠, 难怪豆医十八岁了, 都还不嫁人, 这老头儿当真是让人不省心啊。 娘, 是不是他们家出什么事了? 你回去睡觉, 我去看看, 这大半夜的, 能有什么事情, 大概是嫁闺女太高兴了。 豆老哥, 这大半夜的出了啥事啊? 她嫂子, 我嫁阿姨, 我嫁阿姨她, 她嫂子, 我嫁阿姨, 我嫁阿姨她, 我嫁阿姨她命苦啊。 哎呀, 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周大夫啊, 这人怎么样了? 没气了。 周大夫, 你快救救我家阿姨啊, 求求你了, 周大夫。 老哥, 你别这样, 你女儿已经没气了, 不是我不救, 是我救不了啊。 都怪我, 都怪我, 若不是我逼着她嫁人, 她何至于想不开, 寻了短欠啊。 通知下去吧, 这也算是横死, 不能入祖坟的。 豆老头, 你拿张席子卷了, 想她埋了吧, 明日卤下来迎亲, 还要给个交代。 村长媳妇摇摇头, 就想着帮忙处理一下 豆衣的身后事, 谁知摸到豆衣的手, 竟还是温热的, 这豆衣的身子, 怎么还是热的呢? 热的? 周大夫已经? 还活着。 哎呀, 那你快救人呐。 我只是个赤脚大夫, 这伤在胸口, 又流了那么多血, 我哪里会治, 怕是得去城里请齐大夫才行啊。 哎, 不如先把阿九丫头叫过来看看, 她可是齐大夫的徒弟, 说不定能帮上忙。 她一个孩子, 哪里会这些? 大嫂子, 我倒是觉得这事可行, 别看阿九那丫头年龄小, 本事却不小, 连天花都敢治, 指不定她真有办法。 豆老哈一听, 月云熙能救自己的女儿, 爬起身就冲出去找人了。 谁? 我? 洛青爵站在门口。 二哥哥, 你大半夜不睡觉你来我房间, 可是怕黑要和我一起睡吗? 胡说八道, 豆衣出事了, 豆老汉来请你过去帮忙, 说你是齐大夫的爱徒, 兴许能帮上忙? 二哥哥, 豆姐姐出了什么事, 病了吗? 明日就是出阁的日子, 不会有事吧? 不是, 是寻了短见, 周大夫去看了, 发现已经没气息, 雷家婶子去给帮忙的时候, 发现豆衣的身体还是热的, 还有心跳。 那可耽误不得, 我马上过去。 娘, 这豆衣寻短见, 这会不会跟咱们…… 别胡说, 那丫头自己想不开, 与我们何干? 还好, 没有伤到要害, 只是伤口比较特殊, 导致了肌肉假死状态, 还有, 就是失去过多。 婶子, 您帮我把人放平, 我得把这茧子拔出来。 要不我来拔吧? 不行, 虽然没有伤到要害, 但是也十分的凶险, 把茧子的时候稍微不注意, 碰伤了伤口的大动脉的话, 那就只能给她收拾了。 阿九啊, 她都没气了, 这个…… 拔了茧子, 一会儿就会缓过来了。 周大夫, 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豆姐姐毕竟是未出阁的姑娘, 我需要剪开她的衣服, 给她包扎伤口。 好的好的, 需要什么药, 你自己拿。 好的, 胡婶子, 麻烦你去烧店开水, 一会儿给豆姐姐擦身子。 好嘞。 沈子, 您去门口帮我守着, 我没有说话,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阿九啊, 不行咱别逞能傲, 你还是个孩子, 这没有必要为这事。 沈子放心, 豆姐姐不会有事的, 您帮我守好门, 别让任何人进来。 哎, 那, 那有事你就叫我。 约芸汐看着豆医, 她不傻, 豆医为何寻短剑, 她也猜得到, 只是洛青爵绝对不是普通的村民。 哎, 阿九在给豆医包扎伤口呢, 等她弄好了, 会叫我们的。 乌婶觉得心里痒痒, 一个小姑娘在里面守着一个寻短剑的丫头, 能做什么? 啊, 乌婶子, 您这是干嘛呢? 哈哈, 没, 没啥, 没站稳, 就摔了一脚。 啊, 豆医怎么样了, 情况已经很稳定了, 就等着她醒过来, 好好养一阵子就行了, 只是明儿的婚礼, 怕是不能举行了, 她伤得比较重, 无法动弹的。 人没事就行啊, 大不了, 去吧, 清退了。 胡说八道, 这若是退了婚, 那豆医的名声就坏了, 以后可得怎么办呢? 大嫂子, 那您看怎么办? 嗯, 这样吧, 我和你一起啊, 去夏河村走一趟, 告诉鲁家, 就说这豆医突然病倒, 婚礼照旧, 但是啊, 新娘子要病好之后再过来, 以免啊, 过了病气过去, 带来霉运。 哎, 我说豆老头, 愣着做什么, 还不怪去啊? 哎, 难不成你想鲁家, 跑来闹吗? 鲁家送来的聘礼, 你可是拿了不少去换酒喝了。 当即跟着村长媳妇, 趁着夜色往夏河村而去, 他们必须提前跟鲁家商量好, 以免天亮出了岔子, 胡审打算开口让月云熙回去, 就听到豆医醒了, 两人赶紧凑过去。 豆医啊, 你可醒了, 你这孩子怎么就想不开啊, 那个鲁家也不是什么坏人家, 你何苦寻短剑呢? 豆医眼神茫然地看着胡闪, 张嘴却说不出话, 扭头找自家的爹。 若不是阿九丫头, 你这条命就送掉了, 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 啊? 豆医闭上眼睛, 她不想说话, 也不想看到月云熙。 阿九, 你也忙了大半夜, 她人醒了, 我在这里守着就行了, 有事再去寻你, 你先回去吧, 把你一身的鞋洗一洗。 好, 二哥哥, 你怎么来了? 哎呀, 鞋子都不穿就跑过来, 若是伤了脚, 可如何是好啊? 救人如救火, 当时哪里想得到鞋子还没穿好呢, 还好二哥哥给拾的了, 不然鞋丢了, 伯母又得说我了。 走吧, 回去了。 待到两个人, 消失在了黑暗中。 青爵一向冷冰冰的, 倒是没有想到, 待阿九倒是一心一意, 只是堂堂一个大男人, 这样给一个小丫头擦脚春席, 太没规矩了, 这哪里是男人能做的事情啊。 回到洛江, 杨氏跟卢氏还没有休息, 见洛青爵抱着月云熙回来, 赶紧迎上去。 怎么样了, 豆家那丫头怎么样了, 救回来了吗? 她没事, 救回来了。 娘, 帮忙打点热水来, 帮阿九洗一洗, 她脸上身上沾了不少血。 咋的了, 阿九受伤了? 没有, 是痘医的洗。 那痘医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阿九跑去救人虽然有些鲁莽, 倒是将人救回来, 看来齐大夫还是很用心地在教阿九。 娘, 明年阿九要跟在齐大夫身边学习医术, 到时候待在县城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没关系, 齐大夫收她为徒, 是她的福气, 能跟着齐大夫学习是好事, 反正小凡跟你都要去县城, 明年三月你也要下场考举人了, 正好互相之间也有个照样。 另外,我想明年就送宁儿上学堂, 现在村子里的学堂跟着父子学, 来到差不多了, 再在县城找个女学, 让宁儿进女学学习。 二叔, 谢谢你啊。 大嫂, 宁儿是我们洛家的嫡长孙女, 洛家是绝技不会亏待她的, 纵然我们家贫, 但是再穷也不会穷洛家的子女学习。 大哥不在, 这个家辛苦你了。 啊, 不辛苦, 我不觉得辛苦, 四日一早, 洛家就来了个客人。 伯母, 洛二哥, 洛大嫂。 阿盛, 你怎么来了? 阿盛是介事堂的小二。 齐大夫让我来的, 上次阿九妹妹让齐大夫带回药堂的药包太好卖了, 很快就卖光了, 许多人前来预约要药包, 齐大夫让我来问问, 可还有一些吗? 顺便将预订的单子给阿九妹妹。 宁儿, 去叫你阿九姑姑起床。 阿盛哥哥。 阿九妹妹, 有些日子不见你了, 齐大夫天天在我面前夸你。 对了, 齐大夫还让我把卖药包的钱带过来了, 齐大夫卖的五十文钱一个, 三十个, 一共是一两半, 药堂收取每个十文钱, 还剩下一两二千, 你熟熟。 伯母, 你收着吧, 听说药包卖得很好, 预订的单子也很多呢。 可不是吗? 这些人还预订了花样子, 另外还有想要功效的, 齐大夫也不知道能不能做, 让我拿过来给你看看, 若是你觉得没有问题就做, 做不了的, 回去齐大夫就回了。 嗯, 没问题, 正好我们又做了一批, 阿盛哥哥, 你先带回去, 预订这些, 到时候做好, 让二哥哥送去药堂。 好嘞。 卢氏赶紧将做好的药包, 大包拿出来, 递给了阿盛。 齐大夫让我给你带领嘴, 我差点都忘了。 谢谢阿盛哥哥, 回去帮我告诉师傅, 改日上现场去看他。 好啊。 我一天能做五个香囊, 一个四十文, 除掉十文钱的本钱, 那就是三十文, 一天就是一百五十文。 鸟, 这光是卖药包的钱, 就足够我们生活开支了。 约约西见大家很高兴,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只接预订, 被预订就不做了。 为何呀, 不是应该趁着卖得好, 多做点吗? 大嫂, 物以稀为贵, 只是做得多了就不稀罕了, 不稀罕了, 那价格就便宜了。 我们卖的不只是药包, 还有你的刺绣, 跟我画的画样子, 所以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以后只接预订, 做药包, 只是玩而已,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药的生意。 药? 嗯, 做完给窦姐姐的治疗之后, 我发现外面用的止血药, 金疮药, 它们的止血效果太差了, 若是我们能弄出更好的止血药, 还愁专不到钱吗? 更好的止血药? 嗯, 我会试着去做的, 在做出之前, 我们暂时依靠药包的收入, 来维持家庭的开支。 若是你真能做出效果极好的止血粉, 我负责帮你全部卖出去, 有把握吗? 嗯, 五成? 五成把握算是很高了, 对了, 咱们种的草药长得极好, 可以采摘了。 不摘, 我要种子, 收获的种子除了用自己的种植, 也可以分给村里的人, 只是不能白给。 你是想将草药种子卖给村民, 让村民来种植草药? 这是后话, 先送, 后卖。 先送? 对, 先送给村长阿叔跟几个关系要好的村民, 发动他们一起种植草药, 然后将草药收购回来。 阿九, 你哪里这么多赚钱的鬼碟子啊? 我娘教我的。 等收种子, 怕是还要等半个月的样子, 是否还要去买一些种子回来? 娘, 家中有多少银子? 有三两六千银子, 若是需要, 我就拿。 哎, 不用, 前些日子我在后山学了几遍, 找到一些药材的种子, 就将这些分发出去, 先让村长阿叔他们家种一些, 然后给松儿娘他们也给一些, 这样的话, 策里就我们三家人种植的草药, 后期其他人想要种植的话, 就以物换物, 或者用钱来买我手中的种子。 月云西江小算盘, 打得啪啪直响, 洛青绝见了, 顿时好笑。 这丫头只要说到赚钱, 眼睛里都是光, 说到药, 药材, 更是满面笑容, 仿佛她就是一个神医, 每一种药材都是她所爱的。 哎, 这丫头, 是有大造化的人。 洛宁十分地黏月云西, 每当月云西在一旁, 给洛青凡辅导功课的时候, 洛宁也会凑过去听, 两个小脑袋挤在一块, 洛宁听得十分认真, 洛青凡对月云西的佩服, 已经到达极致, 将月云西当成自家二哥一样的人。 二嫂, 你可真厉害, 连兵法都知道, 你爹还会教你兵法吗? 嗯, 其实我的兵法, 大多数是另外一个人教的。 那个人是谁? 我的长兄。 哦, 你还有哥哥? 二嫂, 你说的三十六计, 出自哪本兵书啊? 我不曾听过呢。 它就是一本兵书, 三十六计就是它的名字, 三十六计分为六套, 分别为圣战纪, 敌战纪, 攻战纪, 混战纪, 并战纪和败战纪, 前三套处于优势, 所有的计策, 后三套是用于劣势的计策, 每套六计, 所以叫三十六计, 为了好记忆, 从每一计中取一个字, 依序组成一句诗, 金鱼谈公策, 介意秦劫贼, 鱼舍海奸孝, 养虎逃桑格, 书案走吃敌, 附空苦远客, 乌梁有美诗, 继位连伐国, 月月夕仔细地替洛青凡讲解, 三十六计呢, 每一计都是很经典的典故, 你若是有兴趣, 我可以一一讲给你听啊。 嗯嗯, 改兴趣改兴趣, 二嫂快讲快讲, 我都快等不及了。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计, 圣战计开始讲, 圣战计的第一计是满天过海, 传说有一位帝王欲驾千针, 远征满蚁, 来到大海边上, 不知道如何渡过无穷的大海, 便询问身边的臣子该如何渡海。 骆青诀继续看自己的书, 温习功课, 明年他必须下场考举人, 原本他不想这么早考举人的, 但是骆青和的死刺激了他, 让他明白他只要拥有权力, 才能有所作为, 否则像他们这样的平民百姓, 连查找真相的资格都没有, 秋收的寂静, 来来来, 都别忙了, 快来歇歇, 喝口茶吧。 阿娇来了, 阿娇, 来送茶呀。 是啊, 伯母, 大嫂, 二哥哥, 清凡, 快歇会儿, 过来吃点东西吧。 月芸汐煮了酒酿丸子, 酸酸甜甜的, 又解渴, 又冲击。 二嫂, 还有没有了, 再来一碗。 有, 我煮了不少呢。 阿娇, 煮的什么好吃的, 给我也尝尝呗。 那,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做的酒酿丸子, 前几日携来无趣, 做了一些, 贴热, 用煮酒酿丸子, 十分的可口。 嗯, 好吃好吃, 当真好吃啊。 雷老四一边吃, 一边夸赞, 杨氏只是笑, 乐清觉脸都黑了。 雷老四惦记 月芸汐的事情, 他到现在 都还耿耿于怀呢。 老四, 你这馋猫, 又去指尝阿九做的事呢? 哎呀, 二哥啊, 说得好像你不馋一样, 上次阿九送过来的甜鸡肉, 你吃的最多了。 哎呀, 我那不是没吃过吗? 再说了, 阿九妹妹手艺好, 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块。 阿九妹妹啊, 做的酒酿丸子也好吃, 酸酸甜甜的。 哎呀, 真想将阿九妹妹 骗去咱们家, 这样就可以每天 吃到阿九妹妹 做的美食了。 哎, 你想的美, 我二嫂才不会去你家呢。 小屁孩一边去。 让你别乱说话, 清觉啊, 你不用客气, 这小子以后再乱说话, 你就好好收拾他。 乐清觉只是点点头。 哎, 清觉像防贼一样 防我做什么? 没道理啊, 赶紧干活, 人家为何防你? 你心里没点数, 阿九可是清觉的同样习, 以后那样的混账话不可再说, 没得污了阿九的名声啊。 哎, 要是我以后的媳妇 也若阿九这般能干呢, 我巴不得早点成亲。 哟, 终于想成亲了, 那行那行, 娘立刻去给你相看姑娘。 要做饭好吃的, 像阿九这么乖的。 好嘞, 娘一定啊, 给你找个满意的。 村长媳妇最是忧心雷老四的婚姻大事, 前面三个哥哥都成亲了, 可就是雷老四拖着不肯成亲。 乐清觉的心思微动, 雷老四提出想成亲, 怕是希望他心下芥笛, 惦记月云熙的好手艺吧, 不是月云熙这个人。 清觉, 明年的春围, 你可是要下场。 嗯, 要参加明年的春围, 也是时候去考举人了。 既然决定了要下场, 那就好好考, 考个举人回来, 咱们清河村也有光呢。 若是清觉真考了个举人回来, 那可就不得了了, 到时候继续考, 考个状元回来, 咱们清河村啊, 就要出名了, 山窝里面出了只金凤凰, 清觉, 你可要加油啊。 好, 话说清河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这一走都快五年了吧。 骆清觉沉默了, 连带着骆家其他人, 都有些无奈的感觉。 唉, 可不是嘛, 宁儿还没有出生, 他就上了战场, 如今宁儿都快四岁了。 也不知道这仗, 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 村长太息一声, 目光看向了一边, 一言不发的卢氏, 也是苦了卢氏了, 成亲没几个月, 男人就上了战场, 可是那战场上瞬息万变,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气氛变得很沉默, 罗氏的表情也变得哀怨, 雷老二也发现, 自己不该提这件事, 当即不再说话, 直到日头高涨, 晒人的紧, 两驾收工回去, 都没有再说话。 秦桧, 休息一下吧, 日头烈, 别中暑了。 唉, 待我将骨子全部翻晒一边再说, 趁着日头好啊, 晒两个日头, 就可以收了, 免得下冬雨, 还要抢收。 秦桧, 娘知道你心里苦, 成亲才几个月, 清禾就去了战场, 连宁儿出生都没能回来看一眼, 近来信也少了, 我知道你很担心, 不过我敢保证, 清禾的人品是信得过的, 她绝对不是那种 抛弃糟糠之妻的人。 娘, 您想到哪儿去了, 我, 我只是担心清禾的安危, 战场上每天都在死人, 刀见无眼, 媳妇怕呀, 怕清禾在战场上有个好歹, 宁儿都四岁了, 还, 还没见过自己的爹长什么样呢? 清禾不会有事的, 那孩子是个聪慧的。 嗯, 孩子爹一定不会有事的。 娘, 说来孩子爹最近很少送信回来, 这,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过几日, 清爵就要送清凡去县里上学, 让清爵起一张问问, 是不是信件给耽搁了? 也有可能是边关战士吃紧, 他没时间写信而已, 你别太担心了, 说不定过两日, 清禾的家书就送来了。 哦, 也好。 宁儿, 快进来。 月圆西从厨房冒出个脑袋, 对着洛宁招手, 洛宁欢欢喜喜地跑过去, 月圆西塞给他两个山上摘的桃子, 好吃吗? 嗯, 好吃。 好吃的话, 给你奶奶和娘都拿过去一些。 宁儿, 怎么了? 二叔, 阿九姑姑让我给你们送桃子过来, 可甜辣。 好了, 剩下的都给你吃了。 谢谢二叔。 洛宁甜甜一笑, 抱着筐子就回去找月圆西了。 娘。 哎呀, 二叔, 你怎么闷不吭声地出现在我们后面呢? 这人吓人, 吓死人的。 对不起, 大嫂,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有事跟你们商量。 什么事啊? 不是什么大事, 是这样的, 阿九不是说要种植草药吗? 这一期的草药种子呢, 已经收上来了, 加上阿九自己采的一些, 数量呢虽然不多, 但是种类还是不少。 娘, 你能不能帮忙将种子给送出去?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 没问题, 你将种子给我, 我给村长他们送去, 只不过最近是农忙季节, 要等着草药种植下去啊, 只怕是养农忙过后了。 阿辉, 你跟我一起去吧。 啊, 好的娘, 杨氏去给村长送种子, 路上遇到旺财娘。 呦, 杨嫂子, 这是去哪里啊? 杨氏面色一冷, 连话都不想跟旺财娘说, 直接朝着村长家而去。 哼, 就迟到八戒村长, 就你那寡妇脸, 还不本分, 当真不要脸。 你, 路氏十分的生气, 想要与旺财娘争辩两句, 杨氏阻止了她。 你们全是寡妇, 我看啊, 你们家的女人都是白虎命, 克服命, 连带着你们家那个云阿九 也不是个好东西, 小小年纪一肚子坏水, 要是我家媳妇早就把她打死了。 我撕了你的嘴, 喊打死人了, 他爹啊, 那人又惹什么事了? 谁知道呢, 估计发疯了, 一个人躺在地上, 吼说打死人了, 别去理会, 咱们若是去了, 指不定这恶婆娘, 还要倒打一耙, 说我们打了她。 旺财娘见时, 实在没人出来给她做主, 干脆就去找村长, 旺财娘才到村长家, 还没进去, 就听到杨氏说, 送一些药材的种子, 给村长他们家。 旺财娘心动, 也想要药材种子, 可是洛家人和她关系很差, 未必愿意给她, 一时之间也犯了难。 杨嫂子, 这药材种子人人都有吗? 倒不是所有人都有, 而是数量不多, 就想着先分一些给您, 看看种植的效果如何, 若是收成好, 再大量种植。 清河村太穷了, 除了种植粮食, 也没有其他特色的东西, 总要让咱们清河村 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以免遗上天灾, 颗粒无收的时候, 也不至于饿肚子。 还是洋嫂子想得周到, 我们没有种植过草药, 会不会种不活呀? 阿九说, 这些草药比较贱, 十分好活, 不用担心, 您哪, 只需要空出一块土, 种一些先试试, 觉得可以, 再大量种植也好, 只是这草药种子不好得, 阿九也是去山上 寻了好多次, 才寻到的。 辛苦了阿九啊, 大妹子, 你们家是打算, 土地都用来种草药吗? 阿九的意思是, 留下一块地种点菜, 其他呀, 都用来种草药, 草药价格好, 能卖不少钱, 田也是要留着种农作物的, 另外, 也不知道其他人 是否愿意种植草药, 我们也会试试 给其他人送草药去。 阿九说了, 村长您也不用担心 是白拿种子, 等您收了, 环草药种子, 给我们就行。 好好好, 阿九那孩子又善良又贴心, 杨嫂子, 你这媳妇找得好啊。 那行, 村长, 我们就不多留了, 还要去松儿娘家一趟, 给他们家也送一些种子, 看他们是否愿意种植。 哎, 行行行, 你去忙, 有事啊, 就来找我们。 哎, 杨嫂子, 你这脸怎么回事, 先前也不好问, 你这脸怎么了, 被人抓了, 跟人打架了。 哎, 还不是那网财娘, 当真是个浑人, 路上遇到她, 她出口辱骂我们, 其不过, 就跟她动了手。 她那人哪, 就是那个样子, 以后你见着了, 就到没看到, 何苦和她争执呢, 平白掉了身份, 村长媳妇安慰了杨氏一番, 将两人送出门去了。 旺财娘, 在听到杨氏他们的打算后, 心里有些后悔, 跟杨氏他们作对, 若是杨氏因为他不给他们家送种子, 那他岂不是亏大了? 他爹, 他爹, 大白天的, 你叫什么魂呢? 好事, 好事啊。 旺财娘, 将杨氏在挨家挨户, 送草药种子的事情, 说给旺财爹听。 带到地里的庄家收了, 咱们全部种成草药, 这样咱们家也能发财了。 是呢是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两口子在家里, 等着杨氏他们过来送草药种子。 那老寡妇怎么回事, 就算是爬也给爬到了, 这天都黑了, 怎么没有给我们送种子过来? 你真的听到他说, 要去给村民送草药种子? 真的真的, 他们先去给村长家送种子, 我在外面听到的, 所以才会回来告诉你的。 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跟人打架了? 没有, 没有, 我自己不小心给摔的。 谁打你了, 说。 没人打我, 是我自己摔的。 你当老子傻呀, 你脸上的巴掌印那么明显, 还不快说, 你去干什么了? 也没干什么呀, 就是路上遇上杨氏他们, 说了几句话, 谁知他就跟疯了一样, 不是来打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出来送种子的, 若是知道, 定然不会, 哎呦, 当家的, 我错了。 爹, 别打娘了, 爹, 别打了。 旺财娘一家, 没有得到草药种子, 也拉不下脸去求杨氏他们。 有才啊, 你娘在家吗? 我娘下田去了, 你有事去田里找她吧? 好的好的, 胡大姐, 你正在忙啊。 你家男人又打你了?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平时也不这样。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呃, 听说, 杨氏在村里发草药种子, 发动咱们村里的人种植草药。 有这事? 我不曾听说这事啊。 胡大姐, 你就别逗我了,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当真是不知道有这事, 怎么, 杨氏给你家发了种子了? 没有, 难道你家也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从哪里听了的闲话? 杨氏他们自己倒是种了一些草药, 何曾有说过发种子给其他人, 你别不是给人骗了? 没有, 我昨日亲耳听到杨氏给村长说的, 而且还给村长家送了草药种子, 不信你去问问。 有才, 你娘怎么了? 估计是旺财娘说了什么话, 才让她觉得不舒服吧? 阿秀, 你去问问你娘, 她走来走去想干什么? 娘, 你别走来走去的了, 有什么事, 您直接说出来, 看你这坐立不安的, 我们都觉得难受啊。 他爹, 今天旺财娘给我说, 杨氏在村里派发草药种子, 可是咱们家跟旺财娘家都没有得到, 你说, 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们了? 啊, 派发种子? 那草药种子有什么用, 又不能拿来吃啊? 爹啊, 草药比粮食值浅, 草药的种子, 种植出的草药时间周期短, 自己种植草药卖出去, 比上山采药要轻松多了, 若是杨沈真的有草药种子, 我们倒是可以去换一些过来, 些世上好种不, 若是好种, 再去买些草药种子, 过来自己种。 说得容易, 那草药种子可贵了, 我们哪里买得起啊? 娘, 您最好离旺财娘他们远一些, 否则的话, 他们家迟早会牵连你的, 他们家做的那些事, 谁不知道, 村里的人都不和他们家打交道, 就你和他们来往, 也不怕到时候被牵连。 唉, 旺财娘可怜呐。 可怜? 哼, 我看她是可恨, 欺软怕硬的, 手脚又不干净, 谁家东西都想偷回去, 你忘记上次她来咱们家, 偷走咱们家的几个萝卜的事情了, 还有上上次, 偷走咱们家一只鸡蛋, 你还怪大姐给吃了, 把大姐给骂一顿呢? 唉, 我知道了, 但是旺财娘说, 她亲眼看到杨氏, 去村长家送草药种子, 还听杨氏说, 要挨家挨户的去送种子了, 可偏偏就旺财娘, 跟我们家没有收到种子, 所以我才坐立难安呢。 要我说, 这件事情就是旺财娘在胡说, 阿九那丫头, 别看年龄小, 鬼机灵着呢, 她又不傻, 怎么可能挨家挨户的发草药种子, 那草药种子多贵呀, 去药堂都不一定买得到, 更何况, 给你们你们会种吗, 种不来坏了种子, 这不是明摆着浪费吗? 儿子, 听你这意思, 根本就没有杨氏他们送草药这件事啊。 那旺财娘虽然喜欢胡闹, 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依据, 她说切耳听到, 怕是会添油加醋的, 村长家一直喜欢阿九妹妹, 时常帮助她, 阿九妹妹为了感谢村长的照福, 送一些种子给村长, 也是说得过去的, 旺财娘想要阿九妹妹的种子, 所以才来村多你。 这张醉花, 当真不是个东西, 我说你可千万别听她胡说, 去找杨氏他们麻烦, 明年洛青菊也有下场考试了, 若是中了菊人, 到时候洛家也是水涨船高, 有才还需要她照福, 你可不能去把人得罪了, 听了没有? 他爹, 我不会去得罪他们, 我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们带那丫头也不保啊, 咱们叫有才, 还救了那丫头的性命呢? 他竟然不送草药种子给我吗? 胡沈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舒服, 连晚上睡觉, 都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大早醒过来, 就去四处的打听, 只给村长家与孙儿娘送了心, 其他人都没送。 当真是个忘恩负义的, 我们家有才当初就不该救她。 豆医啊, 上哪里去啊? 啊, 去杨沈子家, 今日多亏阿九妹妹救了我, 我是去谢谢她的。 谢她做什么? 若不是她, 你犯得着寻短剑吗? 啊, 我的意思是, 邻里邻居的, 帮忙是应该的, 何必道谢? 虽然鲁家同意推迟婚期, 想必鲁家心里也是有气的, 我看哪, 你还是别去了, 还是早日养好身体, 嫁去鲁家, 免得你未来婆婆搓磨你。 豆医只是笑了笑, 继续往洛家而去。 阿九妹妹在家吗? 啊, 我去看看。 啊, 是豆医呀, 有什么事情吗? 鲁姐姐, 阿九在家吗? 在的, 你找她有事吗? 啊, 鲁姐姐, 我只是想当面给阿九道个信而已。 大嫂, 你让豆姐姐进来吧。 啊, 阿九妹妹, 谢谢你救了我, 若不是你, 我, 我现在已经死了。 哎, 举手之劳而已, 不必言谢。 啊, 阿九妹妹可真厉害, 贵的东西这么多, 这简直就像个女秀才啊。 可惜, 男骑的女子不入室。 唉, 东霖倒是有女子为官, 不过也是近几年才有的, 心地即位, 只怕会是排挤女子入朝为官, 东霖大抵又会变成青衣色的男子主政。 阿九妹妹, 说的是什么, 我都听不懂啊, 我只知道如何种黄豆, 如何磨豆子, 煮豆浆做豆腐, 卖豆腐。 唉, 那也很厉害呀, 我就不会做豆腐。 更何况, 豆姐姐做的豆腐, 比外面做的豆腐都好吃。 哎, 你那边婚期推迟了, 鲁家会不会为难你啊? 没有, 鲁大哥前两日还来看过我, 让我好好养身子, 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 那就好, 那位鲁大哥对你好吗? 他人很不错, 我的伤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过两日就要去夏合村了, 到时候重新拜个堂, 就算成了。 那婚礼不办了吗? 哦, 本来就推迟了, 当时请亲们好友, 因为我的缘故, 总不能让人家白来, 所以就算是提前请了, 鲁大哥说, 等我身子好利索, 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 我们重新拜个堂就成了, 就不宴请宾客了。 啊, 那也行, 那, 这个算是我送给豆姐姐的新婚礼物, 祝豆姐姐和鲁大哥百年好合。 谢谢你啊, 我先回去了, 不然我爹该急了。 嗯, 好, 我送你出去吧。 就是去哪儿。 豆姐姐出来而已, 地都已经翻好了吗? 嗯, 翻好了, 就等着你的种子下吐了。 二哥哥, 为何你不与豆姐姐说说话呢? 天下女人, 我只跟你说情话, 就足够了。 上席,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冷,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乃该与君绝。 这句是我喜欢。 啊, 大嫂跟妞儿怎么出去了? 他们被你表白我的诗给修着了, 我倒是不知道, 原来阿九你是这般喜欢我, 一点都不想与我分开啊。 我自是喜欢二哥哥的, 也不想与二哥哥分开, 二哥哥也是这般想的吗? 二哥哥拿你当妹妹, 自是喜欢你的。 我就知道二哥哥是喜欢我的。 清凡就要去学府上学了, 到时候我要送他去县城。 二哥哥, 送小凡去县城的时候, 我也想跟着进城去, 去看看师父, 顺便给师父送点小礼物。 我都许久不进城了, 师父给的书也看完了, 需要画一些新的回来看。 礼物就是你最近捣过的东西。 嗯, 我最近想了很好的赚钱法子, 去跟师父商量一番。 我们地上种的草药, 村里的人还在观望, 等村长阿叔和孙儿娘都种下后, 总会有人坐不住来找我们的。 阿九, 有没有人说你像只小狐狸? 是说我漂亮的意思吗? 会何说是漂亮啊? 因为人们都把漂亮的女人叫做狐狸精啊。 二哥哥说我像狐狸, 是不是觉得我很漂亮, 像狐狸精? 哼, 不可以说自己是狐狸精, 那不是夸奖人的, 那是骂人的。 我说你像只小狐狸, 是说你聪明可爱。 哦, 原来如此啊。 那二哥哥, 你又是一只狐狸吗? 二哥哥是人, 怎么会是狐狸呢? 可是二哥哥很聪明。 聪明不代表就是狐狸, 狐狸还有狡猾的意思。 好啊二哥哥, 你竟然敢骂我, 我要告诉伯母, 你欺负人。 可千万别, 不然娘得收拾我了。 二哥, 我去学院上局, 是不是要放假才能回来? 一个月休学三日, 也就是说休学的时候, 我会去接你回来。 学院不比村里, 万事三思而后行啊。 是, 二哥。 这文房四宝是哪来的? 二嫂送的, 她采药卖药第一笔钱, 给家人每人都买了礼物, 给我买了一套文房四宝, 给妮儿买了衣服, 给大嫂买了耳环, 给娘买了簪子, 她给谁都买了礼物, 唯独没有给自己买。 清凡很喜欢阿九啊? 嗯, 喜欢, 很喜欢, 从二嫂来我们家之后, 我才发现, 我们这是一个家, 以往的这个家太冷清了, 大嫂一位大哥上战场, 欲欲寡欢的。 二哥, 你又少言寡语, 宁儿更是懂事不闹腾, 整个家里都缺少人气, 直到二嫂到我们家, 咱们家才有了人气啊。 我觉得, 她就是爱闹腾。 诶, 二哥, 你难道没发现吗? 自从有了二嫂, 你都变得会笑了呢? 二嫂处处都好, 我有一点不够完美, 就是年岁太小, 二哥想要取进门, 还得等个四五年, 这四五年后, 二嫂是豆蔻风华, 含暴待放, 二哥你可就是二十有二了。 疲痒了吧, 清凡, 你与阿九同岁吧。 二哥, 你糊涂了, 我比二嫂虚长一岁, 我听二嫂说, 她的生辰是二月初二, 龙抬头的日子, 的确是个好日子。 可是, 待到阿九吉吉, 你可愿意娶她。 二哥, 你可别吓我呀, 我虽然喜欢二嫂, 可那是尊敬和爱戴二嫂, 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只让娘听到, 非得打死我不可。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毕竟我年岁, 打他那么多。 诶, 二哥哥, 小凡, 我们去抓螃蟹吧。 装什么? 我们去抓螃蟹吧, 抓回来用面粉裹一下, 裹一下油锅, 炸得喷香喷香的, 用来下酒最好了。 小凡明日就去县城了, 咱们接着给他弄个欢送宴, 吃螃蟹。 二嫂, 螃蟹能吃吗? 改于吃螃蟹的人都是真正的勇士, 去不去抓螃蟹? 去, 二嫂都去, 我也去。 那螃蟹会伤人。 抓螃蟹得有技巧, 只要不用手去拿给他家就可以了。 二嫂, 真的要下去抓呀, 上次忘财去抓螃蟹, 结果, 结果被夹了, 哭得可伤心了。 那, 抓螃蟹要这样, 他就伤不到我们了。 诶, 阿九姑姑, 螃蟹都是软的吗? 不是, 闲上有螃蟹是软的, 大多数都是硬的, 这种软壳的螃蟹呢, 肉最多, 也是数量很少的, 而且不容易火的。 小的处理后啊, 裹上小麦粉, 下油锅炸, 味道最香了。 那大的怎么吃啊? 放上一些姜, 紫叶, 艾草, 上锅蒸。 阿九姑姑, 那里, 那里, 诶, 那里, 有一只大的。 哇, 果然很大, 明儿可真厉害。 傻天道的, 你去抓这东西做什么, 你上次还没吃够亏吗? 我才, 厉害了呀, 居然敢抓这么大的螃蟹。 不是我抓的, 是小媳妇抓的, 她扔我脸上来了。 谁? 洛青绝的小媳妇? 小媳妇为什么拿螃蟹扔鸟, 她是想给你玩吗? 才不是, 是因为我打了洛宁。 火该, 拉着旺财往洛家而去。 月阿九, 你给我滚出来。 旺财娘, 旺财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脸的血呀? 怎么了? 你居然还有脸问怎么了? 这还不是你弄的? 你居然还敢问怎么了? 唉, 这满脸的血, 谁盗你了? 你少在这里加好心, 我家旺财的脸, 就是你弄伤的。 我说旺财娘, 这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 我在家好好地待着, 陪着你儿练字, 什么时候去弄伤你家旺财的脸了? 放屁! 我家旺财说, 你把螃蟹扔他脸上。 胡说八道, 那螃蟹多可怕呀, 我可不敢去抓, 比如说是拿螃蟹伤人, 你们撒谎, 也要撒得高明一点, 我们都不曾出门, 何时去抓螃蟹伤你家旺财? 走, 我们去村长家, 我要村长阿树给我们做主, 你竟然敢污蔑我弄伤旺财的脸。 我不管那么多, 我家旺财说是你, 那就是你。 杀人了, 杀人了, 旺财娘杀人了, 旺财娘要杀我呀, 救命啊, 杀人了。 哎呀, 旺财娘你当真是无法无天, 你再敢这般的欺负人, 我们就把你们一家人赶出清河村。 村长媳妇跟苏儿娘护着月云心, 旺财娘解释,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她解释, 只能愤恨地离开了。 旺财娘一边走, 一边骂旺财。 你骂谁呢, 信不信叫我爹打死你? 你,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呸, 婆妇。 村民都走了之后, 转身进厨房, 弄他们辛辛苦苦抓的螃蟹。 二嫂, 你怎么知道, 大家根本不会听旺财娘解释啊? 因为她饥饿太多, 在村民的心中, 早都已经是无理取闹, 怪会欺负人的人。 所以当旺财娘跟人发生通突的时候, 尤其是对方还处于弱势的一方, 村民们都会认为是旺财娘挑事, 不会相信是别人欺负了旺财娘啊。 二嫂, 你的意思是不能做坏人吗? 小凡, 我们当然不能做坏人, 但是要做一个彻头射尾的好人是很难的。 我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你的善良呢, 要有锋芒。 我们是善良, 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他人欺负上门呢。 当我们都自身无法保全的时候, 还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呢? 二嫂, 我, 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那我就说的简单点吧, 就是你可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需要帮助的人呢, 也要分对象, 有的人会感谢你的帮助, 并且铭记于心, 而有的人只会觉得你帮他帮得不够多, 而你一味地满足他, 终有一日, 你会无法满足他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会化成最毒的毒蛇, 咬死你。 这就叫做斗米恩, 生米仇,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二嫂, 这些都是你爹教你的吗? 不是, 是我自己摸索会的, 我从小就被锻炼野外求生, 别说是螃蟹了, 只要是能吃的我都吃过, 人饿到极致, 是什么都吃的? 啊, 什么都吃? 有些东西不能吃吧, 比如说老鼠, 我娘说老鼠会吃死人的。 老鼠的身上呢, 有可能携带祸乱病毒, 所以不能乱吃, 人一旦感染上了祸乱, 很快就传染给周边的人, 所以老鼠不能吃, 但是有些老鼠还是能吃的, 我以前就吃过呀。 呃, 好吃吗? 不像是专门种出来的, 应该是野生的, 你上后山去摘回来的对不对? 你倒是观察的细致, 那你能看出来, 我现在在想什么? 月月西盯着洛青爵看了半晌, 然后转过头去, 吃自己的葡萄, 一边吃, 一边吐葡萄籽, 洛青爵的面色变了变。 甜吗? 月月西摘了一颗, 味道洛青爵的嘴中。 嗯? 甜吗? 你现在的心里在想, 这么酸的葡萄我吃得下去, 还吃得面不改色, 定然是想骗你一起吃的。 确信吗? 二哥哥,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 后悔什么? 后悔也没用了, 豆姐姐已经嫁去夏河村了, 是别人家的媳妇, 你后悔晚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后悔了, 更何况, 豆医嫁给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跟我急什么呀, 又不是我不让你娶她的, 我知道你心里苦, 没关系, 等咱们有钱了, 我给你买个更好看, 更漂亮的回来。 云阿九, 你有事瞒着我? 二哥哥, 你歇实淡淡说不会欺负我, 你瞧瞧, 这就开始欺负人了, 我不理你了, 我回去睡觉了。 阿九, 明日去县城要早起, 晚上早点睡, 当然你要是睡不着, 我可以去哄你睡觉。 什么? 二哥哥, 你一个人睡觉害怕, 让我陪你睡? 骆青爵, 你给我回房去。 二嫂, 你起了, 你快来吃早饭, 娘做了玉米糊糊可好吃了。 进了学府上学啊, 万事要小心谨慎, 不可惹是生非, 不要跟人打架, 要跟同窗好好相处, 要好好学习, 知道吗? 骆青爵赶着旅车往县城而去。 爷, 我们不去县城等着, 上这里来做什么呀? 来看看是什么让骆青爵改变了主意。 想必是因为骆青河的死, 骆青河履历其功, 却莫名其妙地死自了战场上。 骆青爵心中定然是怀疑的, 想要查清楚骆青河的死, 他必定要入室为官, 才能够接触到这一切。 爷, 骆青爵改变了主意是好事, 不管是谁让他改变了主意, 此人都将为我们所用。 对了, 我让你去查附近的医女, 你查到了吗? 爷, 查了, 这附近根本没有医女, 只有几个赤教大夫, 还都是男的, 没有您说的姑娘, 更何况, 这片眼山村, 怕是没有姑娘上学堂吧, 看那上面的字, 娟秀有力, 一看就是出自于大家之手, 不可能是乡野山村里的姑娘。 爷, 骆公子明年就要下场考试, 我们为什么不等他下场考试的结果出来之后, 再招揽他呢? 井上天花意, 雪中送探南, 当骆青爵金榜提名, 招揽他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做的是雪中送探的那个人, 而不是等到他功成名就, 去做井上天花那个, 去查上骆青爵身边的丫头是谁? 是, 爷, 是唐公子带来的? 另外一人送的, 托他带来的, 打开看看, 看看是否喜欢。 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一枚鹅蛋大的珍珠, 极为圆润。 怎么样, 喜欢吧, 这么大的珍珠, 你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吧? 解释浅薄, 不过是东海的走盘珠而已, 珍珠属南海的黑珍珠最好, 东海的珍珠比白色最刺, 粉色最佳。 这枚珍珠虽然个头大, 但是成色并不好, 值不了多少钱, 若是异形珠, 反倒是更值钱了, 那还给你。 我虽然穷, 也买不起这样的珍珠, 但是无功不受禄, 这东西打哪来的, 还哪去? 我说清爵啊, 你家这小媳妇了不得呀, 居然还认识东海的珍珠, 连品香都看得出, 富贵家的小姐吧, 你是从哪儿偏来的? 不过是个乡下丫头罢了, 你想多了。 唐杰, 你去帮我, 算了, 你帮我把这东西还给你尾巴, 无功不受禄。 你俩都是怪胎, 难怪你会选她做你的童养企业, 臭味相投。 若是你到我家来, 只是来抱怨的, 那你还是回去吧。 别呀, 让我在你家躲几日, 我娘天天拉着我去想看姑娘, 我唐杰虽说没有绝世风华, 可是好歹也是拼拼公子一枚呀, 我娘看我的眼神, 跟看没人要的一样, 受不了。 今天让我去见张家姑娘, 明天让我去见李家姑娘, 她老人家呀, 现在看谁都像她媳妇。 那你就如了她的愿, 娶一个回家不就行了? 那你为何不早点娶一个回家啊? 去弄了一个童养席在家里, 还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拿你家那位童养席做借口而已, 不过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嘿,你说, 我要不要也去找个童养席呀? 让我娘歇了往我房间里塞女人的心思? 还是别了, 你若是找个童养席回去, 你娘不会停止往你房间塞人的, 除非你娶一门妻子回家, 生个大胖孙子给她, 否则她是绝技不会挟了心思的。 无趣, 有没有吃的? 有倒是有, 就怕你吃不来, 都是阿九做的小零食。 这才是人吃的东西啊, 中午绝技是你家小媳妇报复我。 清爵, 你说优秀的男人是不是爱好都很特别啊? 那位正伟空玄, 引得无数女人打破头, 杭四的那位, 迄今为止,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还有那位风华绝代的东林新帝。 当世之人, 仅有他称得上是风华绝代, 听说岳家子嗣, 无论男女, 容貌都是极为漂亮。 岳风华跟岳芸汐更是其中巧楚, 只可惜啊, 这岳芸汐早妖, 这岳风华狠毒啊。 他国的皇室秘姓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旦美人还未涨成就陨落了, 我这不是可惜吗? 既然决定下场考试, 自然是要做到最后。 我洛青爵不做则已, 做必然要做最优秀那个。 你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竟然这么有兜质, 我呀要求也不高, 不要太差就行了, 过得去就好, 免得我爹娘又为难我。 我与人有约定, 自然要做到。 跟那位? 洛青爵没有回答, 秦友才嬷嬷蹭蹭往洛家走过来, 他本来不想来的, 可是他娘听说, 村长家跟孙儿娘种植的草药 卖了不少钱, 坐不住了。 那不是秦友才吗? 怎么能够看什么? 找你的? 找你家小媳妇的。 我说青爵啊, 你家小媳妇身边的男的可真不少, 先前回来的时候一个松颜哥哥, 这里又有一个有才哥哥, 一个小丫头哪那么大的魅力啊, 让人都围着她转。 青爵, 我发现你家这小媳妇 就跟我娘养的那只猫一样, 得顺着猫摸, 越摸越温顺啊。 你平时是不是 没少在这小丫头的手上吃亏啊? 谭叔叔, 你去哪里啊? 你阿九姑姑上哪里去了? 去村长爷爷家啊。 村长家? 我去找你阿九姑姑去。 月月西在情有才来找她时, 就跟村长商量好。 村里想要种植草药的人, 都可以用物换物的方式, 她手中换取草药种子, 当然也可以用钱买, 需要草药种子的人都在村长家等候。 哦, 来了, 来了,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 每样东西都能兑换多少种子? 兑换种子是自愿的, 愿意兑换就兑换, 不愿意也不会有人强求, 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唐姐躲在门口, 不住地咋舌。 这小丫头, 难不是脑子有病吗? 药草种子有多贵啊? 用它这样, 以物换物的方式, 换给这些人吗? 岂不是亏大了? 换了草药种子的村民, 换天喜地地往外走, 一边走, 一边说道, 阿九可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 自从他来了咱们村, 咱们村的日子可是越来越好了。 可不是吗? 别看阿九啊年龄小, 善良又大方。 上次若不是他, 那宋儿娘出了天花呀, 咱们村子里没有任何人被传染上, 都要多亏了他呀。 草药种子那么贵, 他每天上山去寻草药种子, 还白送给我们, 我们不要, 才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换给我们, 这真是个好孩子啊。 你凭什么不换给我? 我说了, 你们家我不会寄予任何的帮助, 也不会给你们任何东西, 可何况是草药种子是我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我是换, 不是给, 凭什么他们都可以换, 我不可以, 你这分明是欺负人。 这个村里, 谁都可以和我换草药种子, 唯独你们家不行, 至于为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我不管, 今日你是换也得换, 不换也得换。 说了不换就不换, 纵然你今日闹翻了天, 也休想在我手中拿到一粒种子。 村长, 你给说说吧, 我上有老, 下有小, 整日里忙活个不停, 也赚不了几个钱, 你让阿九换一些药草种子给我吧, 就当是行善好吗? 村长很无奈。 我说阿九妹妹, 不就是换她一些草药种子吗? 你换她一些肉如何? 她家都换了, 也不差她一家。 人家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何必那么残忍呢? 哦, 旺财娘, 你家上有老, 下有小, 你家老人不都死光了吗? 哪来的老? 这位公子, 你把我说道说道吧, 上次阿九跟我们家旺财闹了点矛盾, 她还记在心里呢, 这小孩子, 谁还不打个架, 逗个嘴什么的呀, 你给帮忙说说, 过去了就过去了, 让她远一点种子给我吧。 你放心, 我保证, 她一定会换种子给你的。 哦, 唐姐哥哥, 你怎么保证我会换种子给她? 阿九妹妹, 咱们都是朋友了, 我跟清爵是多年的好友, 你是清爵的童养席, 咱们都是一家人, 给点面子, 换她一点种子, 如何? 不换。 阿九妹妹,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我跟你不是朋友。 阿九妹妹, 你这么说可就伤我心了, 清爵一直说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你这么善良就给她一点种子吧, 再说了, 人家也不是白拿你种子的, 人家是给你换呢, 村长, 你也劝劝吧, 都是同村的人, 这远亲不如近邻呢。 这是阿九带来的草药种子, 换不换她说了算。 胡大姐, 您给说说吧, 若是不换给我, 我家男人会打死我的, 求求你了, 帮我说说吧,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给我说说情, 让阿九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要不, 阿九啊, 你给她换一点, 月韵熙不为所动。 若是阿九实在是不愿意给我种子, 你们谁跟我换一下, 如何? 阿九不愿意换给我, 便然愿意换给你们啊。 谁若是将从我这里换取的种子给了旺财娘, 以后都休想在我手中换取草药种子。 云阿九, 你这是非要把我往死里逼啊, 我跟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啊, 你要这么对待我, 我又不占你便宜不过是给你换而已, 你小小年纪怎的如此恶毒, 非要把我往死里逼啊? 我说阿九, 我说阿九, 你过分了。 哼, 天哪, 这是要往死里逼我呀, 不给我换草药种子也就罢了, 竟然还叫我一袋好好的骨子, 还成了这个, 我不活了呀, 落下小妻妇欺负人啊。 王财娘, 你当真是不要脸了。 老天爷呀, 你睁睁眼吧, 人多欺负人少啊, 我明明是一袋子骨子, 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都欺负我是个女人家呀。 公子啊, 你要为我做主啊, 这云阿九不怀好意呀, 他折断我的手, 弄伤我儿子的脸, 他经常欺负我们一家人, 如今更是当着众人的面, 偷天坏日, 欺负我一个无知的妇人呐。 公子,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不然的话, 我只能一死了之了。 云阿九, 你到底做了什么? 傻叉, 姓唐的, 你这是要谋杀呀, 你为什么让开? 我…… 好啊, 你跟他们都是一会儿的, 连起手来欺负我, 还见我的头打破了。 村长, 你是一村支长,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是你自己撞的墙, 怪谁, 刚才你自己不是说不想活了吗, 让你死啊, 你赶紧撞, 撞一下不就死了吗, 再用力撞一下。 我凭什么要去死, 你怎么不去死啊? 犹如斯文, 道德败坏。 上你不要跟过来, 你偏要跟过来, 还无端连累我家阿九。 你这妇人, 当真可恶, 居然敢把本公子当猴爽, 本公子揍死你。 杀人了, 要打死人了, 当家的救命啊, 现代爷家的公子, 正是欺人啊。 何必为了这么个乡野村妇生气, 不知道, 按照南齐律力, 诬告他人怎么处置来着。 杖则二十。 唐姐瞬间反应过来。 没人, 向这恶父拿下, 杖则二十, 一镜笑容, 打, 给本公子狠狠地打, 看这恶父还敢不敢如此可恶。 是, 唐公子, 你这臭婆娘又出来惹事, 还不快起来, 给老子滚回去, 不然老子打死你。 人已经晕过去了, 你带回去吧, 好好把你家的人管教好了, 架子再敢冒犯本公子, 离你一起放。 是是是, 小的立马带着这个恶婆娘回去, 好生教训。 你要不要安慰一下她? 不用, 不吃亏不长记性, 有了这次的教训, 她就知道,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 莽撞行事, 吃亏的只会是她自己, 旺财娘身份低, 还没什么, 说是遇到一个身份高的暗算她, 她连小命都得丢掉。 现在也很不容易吧, 她上这么样一个儿子, 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洛青爵颇为赞同的点点头。 你们两口子, 还有没有点良心了? 我被人这么算计, 你们非得不安慰我, 孩子一旁落井下石, 有你们这样当朋友的吗? 汤姐哥哥, 你可比我好多了, 旺财娘好歹没跳起来打你, 他带我可不一样, 又打又骂又抓又挠的, 我都没你生气呢, 你反倒是怪起我们来了。 她是猴子吗? 又抓又打又跳的。 猴子可比她可爱多了, 至少猴子还知道真投报, 这人完全是没有良心, 湖沈经常帮她, 可她呢? 趁着去湖沈家, 顺走了湖沈家的鸡蛋, 我们送了狼肉给她吃, 她跑我们家来闹, 怪我们给她送少了, 要我们必须送她一条腿。 岂有此理, 这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不知廉耻的人? 这算什么, 我叫村里的村民认识草药, 他不想学, 就跟在我们后面, 看到我采草药他就抢我的, 结果自己中了毒, 说是我给他下的毒, 跑去我们家讹诈我们。 这人就是没脸没皮, 你不知道他品性恶劣, 所以才被他骗的。 我这不是看他很可怜吗? 人不可貌想, 当你对一件事情完全不了解的时候, 最好是多听多看多问多想。 而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还傻乎乎地冲上去当戳头鸟。 你家这小媳妇不简单啊, 还会教训人啊。 所以叫你别招惹她。 我哪敢啊, 真是没想到, 清河村这样民风淳朴的地方, 也会有这样的恶婆娘, 真是长见识了。 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 只是有些善于伪装, 你未必认得出, 不是我说你, 你也该多动动脑子了。 对了, 答应我的事情, 你不会反悔吧?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别忘了付我工钱就行了。 先付你一年的, 五十两银子, 说好。 以前你也不见你多喜欢银子, 怎么现在这般喜欢银子了? 阿九喜欢。 我说洛青绝, 你不会真喜欢那个小丫头吧? 那还是个小孩子, 换一身男装, 连男女都分不清啊。 虽然长得不错吧, 可是等那个小丫头长大了, 你多大了? 二十三还是二十四? 二十二。 哦, 那小丫头才十岁啊。 我说, 那些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不喜欢, 却喜欢一个小姑娘, 你不会又练通癖吧? 唐杰。 我就是好奇问问而已, 毕竟云阿九本来就年纪很小, 十岁都还没长大呢, 等他长大还要等四年, 四年呢? 你现在娶个大姑娘回家, 四年后这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我看你不用待在这里了, 听你这口气很想成亲啊, 我送你回县衙吧。 哎, 别, 我错了, 秦军, 我再也不乱说话了, 你这人忒没意思啊, 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较真儿。 啊, 快吃午饭了, 早先回来。 好。 洛公子, 唐公子, 我们家公子来了。 胡闹, 不是说了, 让他赶紧回京都去吗? 洛公子, 你也知道公子的脾气的, 我们根本说不动他。 谁在哪儿? 已经进村了。 这位公子, 不知您。 阿叔, 是我的朋友, 我说您跑这里来做什么呀? 哎, 不怪我, 四哥发现了我的踪迹, 在云阳县到处寻我呢, 我这不是只好躲到你这里来了, 那你还不赶紧回去? 急什么呀, 不着急, 我这不是好奇你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嗯, 看起来还不错, 山清水秀, 名风淳朴, 似乎家家户户都过得还不错。 哎, 先去我家吧。 对了, 清爵, 我肚子饿了, 这个点你家里在做饭了吧? 清爵的小媳妇? 清爵的小媳妇会做饭? 你是不知道, 还没有成亲呢, 清爵就当成眼珠子一样宠着了。 唐吉。 我没有说错, 你敢说你不是当宝贝一样护着? 清爵当成宝贝一样, 那我给他见识一下了。 哎, 不止呢, 清爵那小媳妇烧得一手好菜, 比您的厨子烧得都好吃啊。 哎, 那更加不能错过了, 走快下,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一下你家那位小媳妇了。 哎, 二哥哥, 你们回来了, 正好, 可以开饭了。 都加两副碗筷, 我有朋友来了。 有朋友来了? 那我去拿两副碗筷出来。 妹妹好生面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见过? 真的是? 前几日在鸡食堂, 你拿了一块玉佩, 换走了我所有的零食。 前, 前几日? 公子是把我家阿九看成什么人了? 啊, 一个故人而已, 不过显然是我认错了人。 故人? 什么样的故人呢? 你叫阿九? 嗯, 我上次不是已经告诉永赵哥哥了吗? 抱歉, 你上次戴着斗笠遮住了脸, 我连你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 不过, 你与我的一位朋友长得有些相像。 真的? 那我们可真是太有缘了, 想必你们要喝酒, 正好我前些日子做的果酒应该可以喝了, 我去取过来给你们。 公子, 这是长得像而已。 齐轩, 你也觉得长得像吗?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我都以为又见到他了。 公子, 那位已经不在了。 是了, 他已经不在了, 永远地留在了今年二月初二的春风里, 不然的话, 清爵, 我跟你一样, 也会有个童养戏。 哎, 酒来了, 你们慢慢喝, 我和伯母他们在厨房吃就行了。 阿酒, 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我看着你总觉得十分欢喜, 你刚去拿酒, 没听到永召说故事。 哦, 什么故事啊? 一个发生在二月初二的春风里的故事。 爱情故事吗? 算不得爱情故事吧, 毕竟, 我的定亲信物尚未送到, 就传来他命运的消息。 他的父母呢, 本来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只待我的定亲信物送达, 就递结婚约, 将人送来我家先成亲。 他既然命运, 就说明他与永召哥哥无缘无分呢, 永召哥哥又何必纠结于过去呢? 哎呀, 你还小不懂,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 也是在二月里, 那一年我十二岁, 他五岁, 跟在他兄长的身后, 像是雾落凡间的小仙子, 当时我就告诉我父亲说, 我要娶他为妻。 没看出啊, 这是谁家的姑娘, 居然让你这般的魂牵梦营。 哎呀, 罢了罢了, 家人已是, 说那么多也没用了。 二哥哥, 你这般看着我做什么? 脸上沾了范粒, 一直想知道清爵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想不到竟然是这样的, 不过咱们阿九啊, 确实惹人喜爱。 用招, 哎, 快看快看, 那清爵写给他小媳妇的情书。 情书? 清爵, 想不到你还有这般小女儿情怀的时候啊, 阿九他懂你在说什么, 你确定你不是在对牛谈前? 那是阿九写给我的。 不可能, 这分明是你的字啊。 确实是他做的, 我写的, 你们也该闹够了, 没看到阿九多害羞, 躲着不肯出来了吗? 哎, 你想的运气真好, 有个这么可信的小媳妇, 可是我的小媳妇尚未抱回家, 就被岳风华那傻千刀的给弄死了。 学院永昭喝醉了, 堂姐也醉了, 但是骆青爵和齐轩都没有醉。 骆公子有话要问我吧? 公子想娶的人是东霖的九公主。 嗯, 只可惜九公主才华惊艳, 却命比纸薄, 已经转身于深宫之中了。 所以, 公子出现在这里, 并不是为了见我, 怕是为了别的原因吧。 来这里, 就是来见你的, 只是意外地发现, 四爷也在这里, 而且, 也很想拉拢你。 怎么, 来清河村, 就是想看看我被四爷拉拢没? 非也, 而是公子闲得无聊, 先来体验一下乡野生活。 齐轩是轩缘永召的贴身公公。 那可需要我安排公子下地干活, 彻底地体验一把乡野生活呀。 这就不必了, 话说, 你这位小媳妇倒是颇有意思, 哪里人呢? 乡野之人而已, 其父是个秀才, 颇有学识, 又没有儿子, 就轻心教导他, 只不过父母染上恶极去世了, 他孤苦无依, 我娘就将他买了回来。 你不会当真要娶这小丫头为妻吧? 若家之人重承诺, 既然答应了, 自然是要做到的, 只待他急机, 便允许他过门。 你是要入京都的, 难道打算带着这小丫头吗? 自然。 你今年十八了吧, 公子也十七了, 哎, 正妻一日不定, 就一日不安稳, 可偏偏公子觉得, 正妻的位置, 是那位九小姐的。 那位九小姐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我们都以为他不在了, 但是公子却不愿意承认, 他总说, 东林那位绝技不会杀九小姐, 只是人心善变, 东林那位也是心狠手辣的, 当年他们兄妹来到南齐, 公子不过说了一句, 要娶九小姐为妻, 东林那位差点没将咱们公子打死。 大仙到底想说什么? 公子需要你去查一件事情, 公子怀疑四爷跟东林那位有联系, 传闻东林那位在秘密找什么东西, 而且东林的第五位失踪了。 大仙的意思是, 东林的第五位从东林皇宫中带走了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人呢? 公子想知道, 第五位带走的是什么? 若是带走的是人, 若是带走的是东西, 抢过来。 这是公子的意思, 还是大仙你的意思? 此人活着, 这会成为公子的弱点, 而公子不需要弱点。 你家小媳妇是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二两银子。 我买了, 让她跟在公子身边伺候吧, 聊以慰藉。 纵然你是公子身边的人, 但是也不能动我的人, 别说千金, 纵然你拿半笔江山来, 也是不换的。 二哥哥。 你去陪宁儿吧, 这边没事需要你忙活。 是我说错话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也是看公子跟那丫头很合得来, 所以才动了这心思, 真是对不住啊。 齐轩说, 她惹你生气了, 嗯, 我这里不欢迎她。 那个, 她这人蠢, 不会说话, 你别放在心上, 啊, 你什么时候走? 明日, 现在就走。 天快黑了, 走的话…… 公子要走, 那去我家吧。 正好, 我的马车还在这里, 坐我的马车走, 很快就能回到县城的。 走吧公子。 我去跟阿九妹妹告个别。 阿九妹妹呢? 屋后的草药田里, 阿九。 哦, 永赵哥哥, 有事吗? 我跟齐轩他们准备走了。 那永赵哥哥, 有时间再来晚安。 你希望我来? 学员永赵欢喜地问, 啊, 你是二哥哥的朋友, 就是阿九的朋友, 自然是欢迎永赵哥哥来的。 哦, 对了, 还有这个东西, 还给你。 二哥哥说, 这东西很值钱, 我不能要。 我送出去的东西, 从来都不会收回来, 收着吧, 若是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 就收着, 不然啊, 我就要生气了。 怎么, 舍不得他们走, 现在追上去, 将他们留下来, 还来得及。 二哥哥,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什么味道? 醋味。 醋味, 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酸的掉牙那种。 那, 你尝尝。 很好笑吗? 怎么样, 感觉到我心里的酸了吗? 那酒, 我跟你的永赵哥哥, 你更喜欢谁啊? 当然是二哥哥。 这么说来, 你也喜欢你的永赵哥哥了。 他不是我的, 你才是我的。 哼, 真乖。 二哥哥, 汪才娘没有在我们这里换到草药的种子, 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啊? 他敢, 他要是敢来找你麻烦, 我去把他扔村长家的猪圈里面去, 让他每日跟猪粪作伴。 二哥哥, 你好坏。 你不是说对付恶人就要用恶人的方法吗? 更何况他挨了二十大本, 不躺上几天是没法出来的。 也是。 唉, 洛青爵他们家不肯给我们草药种子, 怎么办呢? 难不成我们自己去买, 要铺的草药种子很贵的。 急什么急? 不着急, 他们不给草药种子, 正好, 免了我们辛苦, 村里人家家户户种植草药, 到时候, 草药熟了, 我们就去采他们的卖。 唉, 你当别人傻呀, 任由你去采他们的草药? 你懂什么? 等到天黑了, 村里人都睡了, 我们一家去摘一些, 谁知道, 再悄悄送去县城卖了, 换钱不就行了? 胡大姐, 胡大姐, 你在吗? 唉, 苗, 别去理会他, 这人定然没什么好事, 别放他进来, 免得家里又丢东西。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你把屋子扫了, 我出去看看, 咋的, 你上我这来, 莫不是也想打坏主意? 我说张翠花, 我带你不保啊, 你既然连我都坑, 你也不怕出门摔死你。 胡大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我就是看不惯云阿九而已, 没有想过坑你们啊。 胡大姐, 我就是想问问, 草药种得活吗? 这天气这么冷, 我们也弄了一些草药种子回来, 但是怕种不活, 其他人都不愿意理我们, 所以来给您讨点经验。 你哪弄来的草药种子? 去山上采的, 运气好采到一些, 就是想着种下去, 可是我们没有种过草药, 也不知道种不种的活, 你们种的草药也围了起来, 我也看不到你们到底种成什么样了, 要不您带我去你家药田里面看看? 那行, 让你去看看, 别说, 这草药长得可好了, 阿九说了, 再过几日就可以采摘了。 胡大姐, 这些草药采摘下来, 定然能挖不少钱吧。 现在入冬了, 天气也冷了, 草药自然也就少了, 而我们种出的药材, 送到县城去, 自然价格也就贵了, 我家有才说了, 这叫物以稀为贵, 起码呀, 能卖这个树, 三辆银子啊? 嗨, 这算什么, 阿九最会打理药材, 他家也种的最多, 掌势也好, 使不定能卖五辆银子呢, 可惜你呀, 太不会做人, 把阿九得罪狠了, 他不愿意把草药种子给你, 否则的话, 你也能赚钱。 没事, 我自己找草药种子种下去, 虽然不如你们这么多, 但是也有一些,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种植, 您跟我说说呗。 今晚是个好机会, 他们今夜要趁夜, 采草药, 洛家不给草药给他们, 就专门采洛家的, 反正洛家的草药多了, 品相好, 最值钱。 二哥哥, 这批草药送去县里卖, 定能卖不少钱呢。 今年看来能过个丰盛的年了, 再过半个月, 学礼也要放假了, 到时候清凡也回来了。 说起来,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清凡了, 那小子, 明明一个月有两天假也不回来, 天天在学院里死读书, 这是要把自己读成一个书呆子嘛。 学校里的同窗都比他优秀, 虽然啊, 由你给他补课, 他也落下不少, 自然是要补上来的, 马上学院就放假了, 他很快就回来了, 你就放心吧。 我才没想他能回来呢, 这不是看伯母是念的吗? 还有大哥最近也没有信回来, 大嫂这两日都神情恍惚的, 绣荷包的时候, 好几次都扎了自己的手呢, 该替洛清河写家书了。 过两日, 想必就会有家书送回来了。 夜黑风高, 所有人都睡了。 孩子他娘, 这草药怎么摘啊? 这是最常见的植血草, 药帘根拔起, 根部也有药用价值。 袁阿九曾经说过, 所以啊, 我们要一株株的拔, 将他们家这块地拔光, 然后你连夜背着去城里卖了再回来。 洛家种了不少, 今天先拔的一块地, 算是给他们个教训。 好嘞。 清爵, 清爵呀, 你们家地里的植血草都采了吗? 我们不曾采草药, 怎么了? 啊, 不曾采药? 坏事儿了, 我刚来过的时候, 看到你们家一块地的植血草被拔光了, 我还以为是你们自己拔的呢。 定然是那不要脸的作当, 我要去找他。 伯母, 不要冲动, 我们没有证据, 是不能胡思乱猜的, 不过是一块地的草药而已, 又不是多值钱的东西, 不必为此伤了和气啊。 阿九丫头啊, 这块地的草药都要卖二两银子的, 不是一个铜板, 也不是十个铜板, 是二两银子啊, 两千吊钱呢。 走, 沈子陪你一块儿去, 找他说理去。 啊, 沈子, 俗话说, 捉贼心拿脏, 我们无凭无据, 我财娘是不会认的。 是啊, 无凭无据的。 沈子, 你让村民看看自家的地, 看看有没有草药被偷的情况。 若是有的话一并上报给阿叔, 顺便把成熟的草药都给摘了。 明日一并送到县城里卖, 另外我去跟阿叔商量这件事情, 行, 我去看看其他家, 那个杀千刀的, 怎么竟敢这些不是人做的事呢? 哎呀, 瞧你这瘦巴巴的样子啊, 快吃了。 谢谢雷斯哥。 别想着拿回去给别人吃啊, 快点吃, 我要看着你吃, 你也不看看你瘦得跟纸片似的, 风一吹都能刮走。 阿叔在家吗? 我找阿叔有点事。 我爹在屋里吃早饭呢。 那, 雷斯哥, 我已经吃光了, 谢谢雷斯哥的鸡蛋。 小条皮。 阿九丫头过来了, 吃早饭了吗? 没吃一块吃啊。 啊, 吃了, 雷斯哥刚刚还给了我一个鸡蛋, 我可吃不下了。 阿叔, 在咱们清河村偷盗属于什么级别的罪名啊? 偷盗? 那要看情节严重了, 根据我国法律, 三百文以下属于小措, 进监三日, 则领其改称。 那一两银子以上的呢? 属于大过了, 一两银子, 足够盘监进一年, 仗则三十了。 哎,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呀? 我们家有一块地的草药被人偷了, 合着算来大概二两银子, 村民们都去看自家种的草药了, 看看哪些人家被偷, 想必一会儿都会和阿叔来禀报。 什么? 是谁偷盗村民的草药? 不知道, 毕竟也没有证据, 所以不知道。 目前就我们家的人被人偷了块地, 其他人还没清理出来, 等清理出来就知道了。 阿舅你放心, 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罢了, 若是抓到那贼人, 我定然要以村规处置, 将他们赶出村里去。 村长, 我们家的草药也被人偷了些, 偷了八株呢, 我们家被偷了十株草药, 我们家被偷了五株。 那旺财娘现在做什么? 在家里做饭呢。 去把她拿来。 阿叔, 不着急, 旺财娘跟我们是同一个村的, 邻里邻居的, 咱们又没有证据, 不能随便冤枉别人的, 大家前线回去, 阿叔一定会抓到那个偷草药的贼, 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你们都回去吧, 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阿九丫头, 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阿叔, 捉贼先拿脏, 我们当然要凭证据啊, 无凭无据, 不能乱说的, 你可是一村之长。 今日让大家把成熟的草药都采摘了, 明日送去县城售卖, 晚上大家都不要出门, 也不要去地里, 明日自由分享, 但是保密, 否则的话就不管用了。 行, 听你的。 卖了二两三千银子, 这草药当真值钱啊, 只可惜我们摸黑把草药, 弄伤了不少, 否则的话能卖更多。 真的? 既然如此值钱, 晚上再去拔一拨。 我们偷了这么多草药, 村里没发生什么事吧, 洛家没有上门来闹? 没, 他们也不敢上门闹, 毕竟咱们家没有一炷草药,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们要是赶上门来闹, 我非告他们个诬告不可。 那他们晚上会不会守在地里呀? 怕什么, 我们晚上悄悄出去, 若是有人守着就算了, 没人守着, 我们再摘一拨。 今日, 我看他们都在采摘草药了, 想必晚上也剩不了多少了, 他们未必愿意守在地里。 也是, 那行, 我去睡一觉, 晚上咱们继续去拔草药。 月雨昕, 则是背着背篓上山去了, 洛青却不放心, 也跟上去。 阿九, 来这边做什么? 这个季节, 只有这种草还没有哭死。 弄这个做什么呀? 捉贼。 草还能用来抓贼? 等着瞧, 明日一早, 就能见分枭了。 以我对旺财娘一家的人了解啊, 这家人贪得无厌, 尝到了甜头, 不会那么容易罢手的, 会再次出手。 不然的话, 村民将草药都摘完了, 他们也没得采, 所以今夜, 他们一定还会行动。 啊, 连土一起弄出来, 不要伤了根部, 要活着才有用, 咱们的地里都种上, 一块地至少种十株, 这里的挖回去差不多就够了, 今夜,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清觉, 阿九在做什么呀? 他先发现了一味草药, 想种植出来看看, 看看能不能收到种子。 呦, 洛清觉啊, 听说你们家草药被人偷了, 不会是你们自己摘了, 然后说是别人偷的吧? 洛家小媳妇, 你们这个投作, 人家未必肯领情, 指不定是有人故意整你呢。 是啊, 我也觉得是有人故意整我, 只是这老天呢, 都看在眼里, 偷我东西的人呢, 迟早是会遭报应的。 报应? 若是真有报应, 老天爷就该一个雷劈死。 唉, 这旺财娘也真是的, 相依相亲的, 她就非要弄得这么难看。 弄好了没啊, 弄好了就回家吧。 快好了, 就只差最后几株了, 二哥哥, 咱们要不要来打个赌, 看看今夜有没有人自投罗网。 不用赌了, 就冲她那副嘴脸, 今夜她定然还会前来。 这夜? 要不, 叫个人去地里守着吧。 阿九说了, 让你放心睡觉, 明日自会有分晓, 你们也早点去睡觉, 明日还有的忙呢。 走, 直奔洛青学家里, 我看了, 他们家还有很多草药, 还没有采摘。 此时是幻云草, 毒气最浓烈的时候。 当真是他们? 冬日的早晨, 天亮得很晚。 他爹, 快点踩, 踩完了, 立马送去县城卖, 千万别送去祭祀堂, 村长他们会送草药去祭祀堂, 免得遇上了。 张翠花, 李二旦,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村长,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我是过来帮忙拔草的。 哼, 旺财娘, 你可真厉害, 拔草怎么拔到我家草药田里了, 还把我家的草药拔到你背楼里去了? 村长, 不管我的事, 都是这个女人, 是她非要我来偷草药的, 不是我想来的呀。 将他们拉出来。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凭什么抓我, 放开我。 张翠花, 你可知偷到可是大罪呢。 谁偷了, 我偷什么了, 我扯了两把草药, 还犯罪了。 今日, 今日我定然要严惩你们, 以警校友。 村长, 不要啊, 不管我的事啊, 是这个婆娘, 就是这个恶婆娘逼着我做的, 我不想的。 村长, 要罚, 你就罚她吧。 汪彩爹跪在地上, 赶紧求饶。 他爹, 你胡说什么, 我们做什么了呀, 我们不过是拔了几把野草而已, 怕她做什么。 不认识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送你们去抚养, 让县陵道人来判。 村长, 你不能这样欺负人啊。 是, 我们是偷了洛家的草药, 可是, 你也不用送我们去官府啊。 若是我们送去官府, 网财可怎么办啊, 也忍些让她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嘛。 你们已经触犯了法律, 犯了偷盗大罪, 若是不严惩, 人人都学你们, 好意恶劳, 有手好闲, 那清河村就完了, 来人送去官府。 啊, 阿淑, 阿淑, 还是不要送官府了, 毕竟是相亲。 阿九, 你快给沈子舅舅请, 我以后不敢,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若是以后, 我再敢偷东西, 就叫我不得好死。 阿淑, 要不算了? 算了, 绝对不行, 今日必须严惩, 必须送官府法班。 村长,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 饶活我们这一次吧, 若是我们俩都进了大牢, 谁来照顾王财啊, 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阿九, 阿九, 你快帮我说说情, 我以后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阿淑, 若是他们两个都坐牢了, 那旺财就可怜了。 可是不严惩, 他们根本记不住, 下次还会再犯他。 村长, 我看这样吧, 不送官, 但是不能不惩罚, 还要重重惩处。 请觉, 你说说, 要怎么惩处啊? 不送官, 但是按照村规处置, 毕竟他们此次犯下的错, 可不小。 平日里小偷小摸, 赎金竟然到了偷大片草药, 继续放纵下去, 指不定会偷什么。 村长, 按照我们清河村的村规, 这样的错应该如何处置? 赶出清河村, 按照清河村的村规, 赶出清河村去, 清河村的村规, 可都是刻在了祠堂里的。 赶出清河村, 赶出清河村的村规, 赶出清河村的村规, 赶出清河村, 赶出清河村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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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才还想 他没有错呀 胡大姐 你帮帮我 帮我求求情 我真的知道错了 要知道 我可是没有偷你家一炷药材呀 本来胡沈还想开口说情的 秦幼才突然掐了把自家娘 千万不能开口 大嫂子 石头娘 宋儿娘 求求你们 给我求求情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要赶我们走啊 求求你们了 离开了青鹅村 我们就没有容身之所了呀 村长 阿叔 要不这样吧 村东头不是有一间茅草屋吗 给他们住吧 旺才娘做了这样的事 不能不惩罚 但是被赶出去的话 他们是没有住的地方 被饿死了冻死了怎么办呢 我不要去住茅草屋 我不要离开青鹅村 元阿九 你按的是什么鞋 你小小年纪 怎么如此歹毒 既然如此 村长 还是送官吧 不要 不要 不要送官 我不要去官府 我们去住村东头的茅草屋 我们去 李二旦 张嘴花 犯了偷盗大罪 偷盗村民种植的草药 换钱 死刑不改 我雷星也作为村长 不能顾戏 将其夫妻赶出青鹅村 迎面旺财年幼 需要父母照顾 将村东头的茅草屋给其居住 从今往后 不得踏入青鹅村一步 旺财一家被赶出了青鹅村 住到了村东头 阿九啊 这是不是你干的 大嫂 我干什么了 那旺财娘 怎么会在咱们家草药田里睡觉啊 因为他们中毒了呀 昨日我去挖那些草药 叫幻云草 在夜晚 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 跟咱们种植的草药混合在一块 会产生出淡淡的毒素 让人昏睡 而且紫食是毒气最浓的时候 旺财娘他们肯定是紫食 大家都睡着了 才会出来偷草药的 所以没采了多少 就中毒昏迷了 那中毒会死吗 不会 只是一种让人昏睡的药而已 不会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的 那旺财娘肯定想不到 竟是草药的缘故 这下好了 村长啊 将他们一家给赶出去了 哎呀 我们青鹅村呢 总算是清静了 他们这一家三口 简直是人神贡宴 诶 赵婶子 也来洗衣服吗 是啊 清卉 阿九 你们也在啊 听说呀 村长给他家四儿子 相看了姑娘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啊 雷老四终于要说亲了 是咱们村里的吗 听说呀 不是咱们村里的 好像是邻村的 哎呀 这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说起来呀 你们家松儿 翻了年也十五了 怕也是该相看人家了 秦家的有才呀 我听说明年 要跟我们家二叔 一起下场子 到时候若是考个举人回来 这胡婶子啊 只怕笑的嘴巴 都要里里到后脑勺去了 是啊 你们家二叔 若是考中了举人 只怕村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啊 都得眼红呢 这 你们家二叔 什么时候办仪式啊 仪式 什么仪式 这童养席啊 进门要办个进门的仪式 就是简单的取进门 等到阿九成年了 再正式成亲 就相当于一个进门的仪式 让人知道阿九是你家二叔的童养席啊 这个 这 我也不知道 得回去问我娘的意思啊 阿九啊 你也得提醒一下清爵 总不能一直这样 没名没分地跟在罗清爵的身边 好歹走个仪式 正了你的身份呢 啊 不着急 不着急 反正我还小 又不是正式成亲 只是走个仪式 你这丫头啊 怎么就不明白了呢 赵婶子 这件事情伯母和二哥哥自有安排 不必着急 我人就在这儿 又不会跑了 谁在那儿 抱歉 我迷路了 无意先走到这里 能否逃完水喝 宁儿 去给这位公子 端完水出来 多谢小妹妹 你真是个好孩子呀 这位公子 水已经喝了 你还有事吗 我看姑娘有些眼熟 我们可是见过 我只是觉得 姑娘很是面熟 好像在那里见过 既然没有见过 那就算了 多谢姑娘的水 在下告辞 爷 如何 我竟是没有想到 救了我的人 竟然是 骆青爵家里的人 看来 这骆青爵 真是本王的福星 那姑娘 怕是骆青爵的妹妹 看年岁也不大 待到吉吉 本王许她一个 测飞的位置 算是报答 她的救命之恩了 那姑娘承认 她是你救了爷吗 那小丫头防备心重着呢 待我与骆青爵商量之后 再与她说吧 那位姑娘 定然十分高兴 以胎的身份 能做爷的侧妃 不知道是几时修来的福分呢 走吧 回云阳县 老大 你可算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前任四爷来了村里 去了您家 似乎是对嫂子 极为感兴趣 我搁得远 没有听清楚说了什么 但是四爷似乎很高兴 我知道 九爷回京了吗 已经回去了 我们的人 一路护送回去的 路上遇到几波刺杀 都是京都来的人 老大 道上传来确切消息 东陵那位在找人 并非是东西 找人吗 有东陵九公主的画像吗 寻道是寻道一副 不过是五年前了 五年前 东陵九公主 曾经来过南齐 留下过画像 可是 如今五年都过去了 都说女大十八遍 谁也不知道 如今的东陵九公主 长成什么模样了 更何况 人都已经死了 给我 二哥哥 这个 这是你做的吗 不喜欢 喜欢 簪子是这么用的 谢谢二哥哥 今日我走后 村里有发生什么事吗 有 金智 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叔叔 来我们家里掏水喝 宁儿还端了一碗水给他呢 好看的叔叔 不知道哪家公子哥 迷路了 跑咱们村来掏水喝 喝完水就走了 都一回来了 你家鲁贵看起来可真结实 身子好 本来家里也忙 可是鲁贵说都没有回门 今日就不卖肉了 陪我回来看看我爹 哎 你这色是回门吗 大概是吧 阿姨回来了 哎呦 当时死活不肯嫁 如今倒是高兴了 看来呀 那个鲁贵带他是不错的 哎 你上哪去摘的梅花呀 啊 后山有一株梅花开了 我就摘了一些回来 哎 有才哥 是来找二哥哥吗 哎 阿九妹妹 清洁哥在吗 我家里太吵闹了 没有办法安静看书 我就想着 过来跟清洁哥一起看书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二哥哥在屋里 你自己进去便是 阿九 豆姐姐 鲁大哥 来 吃糖 我跟阿贵说 我病重 多亏是你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哪能和他在一起 他听了 非要过来谢谢你啊 这就是阿九妹妹啊 我就一大老粗 也不会说话 谢谢你救了阿姨 啊 不用谢 不用谢 邻里相亲的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你先回去 我与阿九妹妹说会话 一会儿就回来 那你可注意这些 别摔倒了 嗯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阿九 一起走走吧 鲁大哥的人真不错 嗯 确实不错 但我也挺好的 嗯 虽然婆婆厉害了些 好在她会护着我 这如今 我有了深怨 她待我更是照顾有家了 啊 豆姐姐 你怀孕了 啊 那真是 恭喜豆姐姐 如今我寻到对的人 哎 你呢 阿九 当着要在清河村待一辈子吗 然后几集之后 就嫁给清爵哥吗 嗯 按照规矩自然是这样的 也是 清爵哥 虽然冷了点 但是待你还是不错的 我以前以为清爵哥 对谁都是冷冷的样子 直到看到他对你 我才知道 他并非生来冷漠 只是对自己在乎的人 才会热情 啊 他就是性子了 不懂得表白罢了 阿九 我这次回来 其实是想让你给帮个忙的 你是齐大夫的爱徒 治好了苏儿娘的天花 又救了我的性命 医术很好 你能帮我看看 我怀的可是儿子吗 啊 生男生女 都是自己的孩子 这有区别吗 有 只是儿子才能传承香火 女儿都是别人家的 而且 婆婆十分厉害 若是我投胎 不能生个儿子 婆婆指不定 阿九 算是姐姐求求你了 你帮姐姐看看 是不是儿子 如果是儿子 就生下来 如果不是 你帮我准备 一碗堕胎药可好 可是 你腹中的孩子尚小 如何能确认 是男是女呢 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阿九 那要多久才能辨别 出是男是女啊 我必须得生个儿子才行 婆婆对我大婚前夕 病倒的事情耿耿于怀 鉴于我怀孕了 才有所好转 若是 若是我生了个女儿 我这在鲁家 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怎么会呢 鲁大哥他 阿九 就当是姐姐求求你 帮帮我 就这一次就行 要知道 若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在大婚前寻短见 这是你欠我的 我不求其他 我只求你帮帮我 我只是一个药童而已 只会编人几位药材 当不得大夫 帮不了你 又没有办法帮你 你好自为之吧 婆婆 阿九 怎么了 婆婆 豆姨姐姐刚来寻我了 可是她欺负你 倒不是欺负我 而是豆姐姐她怀孕了 怀孕了 这是好事啊 你一脸愁苦的模样 做什么 她才过门没几个月 就怀了身孕 听说那鲁贵人也老实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 她找我 是想让我帮她确认一下 她怀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可是我哪里分辨得出来呀 胡闹 不要理会她 这生男生女 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这是老天爷决定的 以后你看到她 就躲远点 别让她带坏了你 啊 婆婆 我跟您说这事吧 我是想让您去 劝劝豆姐姐 她说若是怀个女儿 就让我准备药 主侯 有医的事项 你就不要管了 她从我们清河村 嫁出去了 就不是我们清河村的人了 你又不是大夫 如何给她看 给她拿药 这事啊 我不许你参合 知道吗 嗯 伯母 生男生女就真的很重要吗 你还小 不用理会这些事 我去与斗鱼说说 你陪着你嫂子 别胡思乱想 哎 阿九 听我说 一个女人生不出儿子啊 就是没用的肺 大嫂 二叔 你怎么出来了 阿九 我有些饿了 能帮我们做些吃的吗 随便什么都可以 好 阿九妹妹 做什么好吃的了 啊 做了一些南瓜饼 时间还早 你们先吃着冲冲鸡 好吃 阿九妹妹的手艺可真好 去陪阿九说说话 让我再吃一个呗 阿九妹妹 弄草药呢 嗯 你不高兴啊 你做的这南瓜饼可真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怎么 清爵哥惹你生气了 有财哥 你爷爷奶奶 你爹娘 喜欢你妹妹吗 喜欢呢 怎么了 有多喜欢 很喜欢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她从来不跟我们一个桌子吃饭 她为什么不跟你们一个桌吃饭呢 你们不是一家人一起吃饭吗 呃 女人不能上桌 我娘跟我奶都不上桌 只有男人才能上桌 哪像你们家 都是坐一块吃饭来着的 大猪蹄子 喂狗都比喂大猪蹄子好 大猪蹄子是豆医他们家的 你想吃自己买去 你家阿九想吃大猪蹄子 你说这丫头怎么就见不得呢 纵然你想吃大猪蹄子 也不用采烂我的南瓜饼吧 大猪蹄子有什么好吃的 腻人的很 还不如这南瓜饼好吃呢 哎 果然是大猪蹄子 你来做什么 我 我只是来找阿九妹妹的 你找她也没用 她不是大夫 也不是老天爷 帮不了你 你要是看你怀的是什么东西 去城里找大夫去 要抓药 也去找大夫去 我家里没大夫 帮不了你 婶子 求求你 就帮帮我吧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豆医 你再不走 我就去告诉卢蹄的家人 当初你家延迟婚期 不是你生了重病 而是你不想嫁给鲁贵 寻点戒 你看鲁家人 还会不会待见你 别 婶子 我也是没有办法 再来请阿九帮忙的 她帮不了你 她还只是个孩子 她没记恨你把她推下河 差点淹死她的事 你就应该感谢了 更何况你自枪 还她救了你的命 做人不能这么晚恩负义 她可不欠你的 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 如今已为人妇 还快要为娘 难道你以后要告诉你的孩子 你是如何恩将仇报的吗 婶子 我喜欢女儿 二哥哥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喜欢女儿 哦 你以后是想生一堆女儿 我可生不了孩子 这是女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二哥哥 你干嘛 我就是想问问 你是不是也喜欢女儿 谁知你转过来 就占我便宜啊 只是亲的位置不太对 要不你重新亲过 二哥哥 你 你是不是想成亲了 你这丫头 整天就想着成亲的事情 你年纪还这么小 都不到鸡鸡 就想我跟你成亲 我那成什么了 禽兽 纵然你迫不及待 想要嫁给我 也要等你鸡鸡后 才能成亲呢 猴鸡什么 我 我哪里鸡了 我没有 我只是问你 是不是鸡了 我不鸡 我是看你着鸡 是不是你觉得 二哥哥我太优秀 怕我被别人抢走 想先嫁给我再说 也不是不可以 先成亲 等你急急了 再洞房 你滚 哇 下雪了 看来今夜会有一场大雪 明日 就可以堆雪人了 二叔 是真的吗 明天就可以堆雪人了 明早起床你就知道了 今日好像是大雪之日 所以 今夜一定会有一场大雪 阿九是第一次见到雪吧 嗯 第一次见的 我以前住的地方 从不下雪 以后 你每年都能看到下雪 猴鸡什么 我 我哪里鸡了 我没有 我只是问你 是不是鸡了 我不鸡 我是看你着急 是不是你觉得 二哥哥我太优秀 怕我被别人抢走 想先嫁给我再说 也不是不可以 先澄清 等你急急了 再洞房 你滚 哇 下雪了 看来今夜会有一场大雪 明日就可以堆雪人了 啊 二叔 是真的吗 明天就可以堆雪人了 嗯 明早起床你就知道了 今日好像是大雪之日 嗯 所以 今夜一定会有一场大雪 阿九是第一次见到雪吧 嗯 第一次见到 我以前住的地方从不下雪 以后你每年都能看到下雪 南极四季分明 冬天都会下雪 这雪啊下得可真大 明明看着飘雪 穿眼间就下大了 外面地上都有积雪了 阿九姑姑 快点起床吧 我们去堆雪人 好 我们去堆雪人 阿九 庆觉在吗 啊 在的 二哥哥 村长阿叔找你 这么厚的积雪 您怎么过来了 啊 清觉 实情是这样的 昨夜下了大雪 村东头那间茅草屋 被大雪给压塌了 王财爹被压在了下面 我叫了人去帮忙把人给弄出来 王财爹被压断了腿 那茅草屋塌了一半 也住不得了 你看 是不是暂时先让他们回村子里 住他们自己那两间房子里 等大雪过后 将那茅草屋修容好了 再让他们搬出去啊 这种事您做主就行了 我就是怕你不高兴 毕竟他们一家子做了不少措施 只是如今那茅草房已经塌了 李二旦又被砸断了腿 总不能让这一家子被冻死在外面 所以 我做主 就让他们先回来住着 当然 你别担心啊 等李二旦的腿一好 就让他们立刻出去 您安排就好 都是乡亲 只要他们以后不要来找我们麻烦就行 其他事情 你做主就行了 那行 我就先回去安排了 雪人堆好了吗 要我帮忙吧 快了 哎 宁儿 去拿个胡萝卜 再拿两个碳球过来 李二旦伤了腿 你说 他们家会不会要你 去给李二旦支腿呢 支不了 要我给他们支腿 也不是不可以 五百两银子 一分都不能少 你把他们俩卖了 他们俩也拿不出五百两银子 别说五百两 就旺财娘那财迷的样子 五两银子 她也是舍不得的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是大夫 文力仕途的大夫 没钱 想找我看病 门都没有 你经得住村长的软磨硬泡吗 我不会啊 村长总不能强行让我去治疤 若是给旺财爹治残了 那后果谁来承担呢 村长 套这腿 怕是要去请大夫才行啊 只是这么大的血 只怕路上根本没法走 要请大夫 怎么要等血停了才能去 村长 求求你 求求我们当家的吧 若是他的腿废了 我们一家人可怎么办呢 我们都要靠他的呀 村长 求求你了 血这么大 积血又厚 再加上山路本就不好走 根本没法去县里请大夫 只能等血停了再去呀 村长 你就派个人去县里请大夫吧 我们当家的这个腿脱不得呀 不过是被砸断了腿 三两日还是等着的 且等着 这么大的血 谁去给你请大夫 你不是要人命吗 想去请大夫 你自己去吧 村长 村长 云阿九不是会一些医术吗 他还是齐大夫的徒弟呢 要不您去叫他 来帮我家男人看看 那行 我去给他说说 若是阿九不能治 那没办法 若是能治 你必须给银子 村长 我们哪里有银子呀 我们家里穷的 都快解不开锅了 哪里来的银子给他呀 大家都是乡亲 他给宋儿娘治天花 也不见他收一分银子 我们家男人 只是断了个腿 难不成 还比那天花还可怕 哪怕你说出个花来 这钱你也必须给 要么你给钱 要么就等着雪亭了 再去县城里请大夫 这人当真是没脸没皮了 竟然又想着 去占洛家的便宜 当真洛家是好欺负的 洛家要是真的好欺负 他们能落到这般下场 村长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 张璀花 花我今日料在这儿了 随便你怎么选择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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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 给多少啊 村长 我就只有这么多了 村长 我们是真没钱了 二两银子 你偷了洛家的药草 至少卖了二两银子 要是要阿九制 你就给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 这不是抢吗 就算是城里找大夫 也要不了二两银子呀 我没有二两银子 那你就去城里请大夫 你个臭婆娘 我的腿都成这样了 你竟然还敢拽着钱不拿出来 你是想弄死我呀 当家的 你冷静点 那云月夕才几岁呀 她是齐大夫的徒弟 可是 她能用齐大夫厉害 会治疗骨伤 我看呢 她根本治不了 村长这是变着法的 想从我们手里 将银子骗走 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银子 岂能给他们 方才 别怕 娘马上生火盆 很快就不冷了 定然是那小狐狸 已经害我们 当家的 我们得想个办法 将那个死丫头 从村里弄出去 有她在 我们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怎么把她弄出去 怕机灵着呢 想要弄她出村子 除非人牙子 把她拐走 当家的 你说的对 让人牙子 把她拐走 她那张脸 可是十分漂亮的 我们将她卖给人牙子 还得赚一笔钱 一大清早的 谁在外面敲门呢 能是谁 张翠花 这人来肯定没好事 不用理会 就当没听到 杨大嫂 我求求你 您就开开门吧 我知道错了 我家男人病了 您让阿九去看看 好不好 杨大嫂 村长 我家男人真的是快不行了 昨夜一直发高烧 说胡话 那条腿又肿又红 怕是不好了 求求您 让云阿九去给我家男人看看吧 我早输了 二两银子 我没有银子呀 我真的没有银子呀 家里就只有那么几个铜板了 还要留着给我家男人买些吃的 对了 村长 能不能给些米给我们呢 我家里没米了 你们家没米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家没米了 自己买去 大嫂子 话不能这么说呀 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的 看着我们饿死吗 饿死你们活该 你敢说你没钱 哼 你偷的草药 至少卖了二两银子 你还敢说你没钱 那二两银子 是我要存着 给我家旺财娶媳妇的 不能拿出来 你们怎么就如此狠心呢 我家男人都病成那样了 你们不但见死不求 还管我要钱 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你给我滚出去 别在这里惹我爹生气 我们家不欢迎你 哎 你放开我 要我走也可以呀 给十斤米给我 先让我家里有米吃啊 我家里的米都吃光了 我儿子还要吃饭呢 那李二旦真的病了 娘 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 他们一家子 满口谎话 说是病了 又问我们要米 我看呢 是想卖残 骗我们的米 还想不给一分钱 就让阿九妹妹 去给李二旦治疗 李二旦肯定是在装病 当家的 这事你怎么看呢 我能怎么看 你没听到那破妇 怎么说吗 早知道 就不管他们一家死活了 让他们被冻死在外面得了 反正他们也不是 清河村的人了 村长 求求你救救我爹 我爹 我爹叫不醒了 村长 这个 我可没有办法 老四 快去叫阿九过来 阿九妹妹 不好了 不好了 那李二旦要死了 我爹让你赶紧过去看看 哦 怎么要死了 不知道 那李二旦已经不省人事了 一条腿 装得跟什么似的 看着都吓人 要不 你过去看看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周大夫也在 可是 周大夫说他不会 就只能看你了 外面路不好走 我送你过去 娘 我们去去救回 冷吗 不冷 二哥哥 你冷吗 不冷 爹 老四回来了 清爵也跟着过来了 阿九丫头 快来看看 网财爹情况不是很好 阿叔 我要是不会治 阿叔会不会赶我走啊 怎么会 你不会治也没有关系 阿叔只想到你是 齐大夫的徒弟 兴许能帮上忙 阿叔 你先让周大夫抓一副退烧药 熬了给他挂下去 他这腿啊 怕是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闹 我现在马上就走 不出三天 你家男人就会死 我家男人怎么会死啊 阿九 好阿九 我求求你 求求我家男人吧 求求你了 阿叔 你让他去一边等着 面对他待会一激动 又冲上来打我 把他弄出去 到什么时候 还这么没有分寸 阿九 李二丹 这到底是怎么了 阿叔 汪才爹的腿断了 但是没有及时安好 且腿部有淤血 没有排出来 导致发炎溃烂了 别看表皮还是好的 但里面已经烂了 若是不把这条腿给切了 他很快就会死的 你要把他腿砍了 村长 不是我要把他的腿砍了 是他的腿已经烂了 没有任何用了 你看 他的腿已经坏死了 如今已经影响到他整个人 所以他才会高烧不退 不省人事 再这样下去 三天之内 他必死无疑 只是摔断腿 怎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呢 他们若是摔断腿 去请了接骨大夫 什么事都不会有 可是因为下大选 他们家没有请大夫过来 一直这样拖着 才会成这样的 如今整条腿都已经坏死了 没有用了 留着也不过是 危害性命而已 要不要砍了 就砍旺财娘的了 去把旺财娘叫进来 张翠花 旺财爹的腿已经坏死了 你看 已经烂了流浓了 要不得了 想让旺财爹活着 就得砍了这条腿 不然的话 旺财爹就死定了 旺财娘一听 要砍掉旺财爹的腿 说什么也不答应 当即言语难听的 咒骂月云熙 不安好心 不过偷了点他家的药材 竟然狠毒 要他家男人一条腿 真是扑上去叫嚣着 要收拾月云熙 若不是众人拦着 他已经动上手了 月云熙本来也不想过来 毕竟这家人 实在是太无理取闹 当即就离开了 谁知旺财娘 竟然耍横 不让月云熙走 你不准走 今日你治不好我家男人 休想离开这里 治不了 另请高明吧 快来人呐 洛家的人见死不求不说 还打掉了我的门牙呀 欺负人 也不但你们这么欺负人呐 我家当家的都要 村家啊 快拦住他们呐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 我家男人都这样了 他们竟然还这个姿态 让人我一歇怎么了 我家都成这样了 我难不成还不能说两句了 你去县城请个擅长击鼓的大夫过来 大雪封山 路很不好走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爹呀 外面下着大雪呢 你让老大出村去请人 你这是要拿老大的命 换旺财爹的命啊 更何况这么大的雪 哪个大夫愿意过来呀 咱们的村里没有大夫 阿九也不是大夫 周大夫也说没有办法 那就是没办法 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愿意相信阿九 就听阿九把腿砍了 不愿意 那就等雪停了 再出村去请大夫 老大老四 我们回去 待在这儿做什么 看着那贱皮子耍贱吗 胡大姐 你对我最好了 你帮帮我吧 唉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好自为之吧 你这话是跟谁学的 咱们儿子说的 我现学现卖 怎么样 没说错吧 没问题 说得好 你这榆木脑袋呀 总算开窍了 那是 我儿子可是当举人的了 我这当娘的 怎么能差了 这李二旦怕是不行了 娶媳妇娶到张醉花这样的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唉 你咋不说话呢 我能说啥呀 什么锅配什么盖子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张醉花不是什么好东西 李二旦也不是个好货 你这话说得不对 这娶妻娶嫌 欺嫌货少 李二旦之所以倒霉 都是娶了张醉花的缘故 她要是娶到像你这样贤惠的媳妇 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那是她确实是媳妇没娶好 当家的不能怪我呀 是他们见死不救啊 不是我不救你呀 你说你要是没了一条腿 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还能做什么 你什么都做不了 还要我养着你呀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你若是去了阎王那里 你要记住了 不是我不救你 是清河村这些人见死不救 我也无能为力呀 娘 小媳妇说了 把腿砍掉的话能活 为什么要爹死啊 你这傻孩子 你爹要是没了腿 我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 还不如死了算了 王仔 你要记住了 都是村里这些人逼死了你爹 尤其是洛青爵跟云阿九 这两个人 你一定要记住了 若不是他们 我们不会被赶出村去 不被赶出去 你爹 就不会被砸断腿 也不会病成这样 躺在这里 你记住了 那些人都是我们的仇人 你爹若是死了 都是他们害死的 我不要我爹死 把腿砍了 我爹就能活 为什么要我爹死 我爹要是死了 我打死你 我爹说了 你就是个臭婆娘 且收拾 我爹要是活不了 我就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让你不救我爹 好了好了 我去叫人来救你爹 把腿砍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旺财娘 这回动了点脑子 要知道 去洛家 洛家的人是不会理她的 所以 她直接去了村长家 请村长帮忙 让月云西过来 给旺财爹治疗 要砍掉一条腿 她也认了 哟 那可不行 这说是腿砍了 你家男人好了 你家两口子跑去 讹阿九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们帮不了你 你回去吧 大嫂子 我们不会去 讹诈洛家的 你相信我 我们不会的 相信你 你有什么可信的 我保证 我保证 不会去讹诈洛家 保证 你能保证 李二旦醒过来 不去讹诈洛家 我保证 就说是我决定的 砍掉那条坏掉的腿 跟洛家没关系 那你写个保证书吧 免得到时候空口无凭 她耍赖 我不会写字啊 没关系 我写 写出来念给你听 你若是觉得没问题 就按个手印在上面 表示这一切 都是你下的决定 跟其他人 没有任何关系 你若是不答应 也不用去找阿九了 你自行回去便是 我答应 我答应 村长 这下可以让阿九 去给我家男人治病了吧 你先回去 我去说说 村长来了 带来了旺财娘的保证书 请你去给旺财爹治疗 可要去吗 若是不想去 就不去 去看看吧 毕竟是一条人命 他们虽然为人可恶了心 可也不是什么 大奸大恶之徒 又是邻里相亲的 总不能借死不救吧 二哥哥 你去陪阿叔 九说我一会儿就过来 好 村长 你们可算是来了 嗯 二哥哥 帮我守着门 不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治疗 月芸汐需要将旺财爹 坏死的腿切掉 好在空间里的器械都有 否则的话 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给旺财爹打了抗生素 退烧药 又打了麻药 这才开始替他手术 请绝 过来烤会儿火吧 没有人会去偷看他 我不冷 儿子 你累不累啊 要不先去睡 村长 你看着点啊 若是我家男人醒了 你告诉我一声啊 我太困了 我先睡一觉 月芸汐在房间里 待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才出来 门一开 洛青爵就赶紧扶住他 月芸汐的手 跟冰块一样冷 怎么守这么病 搂在外面一晚上 能不冷吗 阿九 你出来了 李二旦怎么样了 啊 烧退了 人也没什么大碍了 药我也给上了 接下来就是好好休养 他的断腿 留给他们家人自己处理吧 我们走吧 爹 清爵 阿九妹妹 怎么样 李二旦死了吗 臭小子别胡说 快扶着我 我这腿抹得很 动了一夜 可不是动了一夜 李二旦倒是没有什么事了 就是我们快动成冰棍了 以后啊 我是再也不会管 他们一家人的事情了 真是吃力不讨好 娘都说了 让你不要管 不要管 你非要去 还要拖着阿九妹妹一块去 哎呀 现在知道累了吧 你没看到阿九妹妹更累吗 清爵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 阿九忙了一晚上 怕是累坏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娘 麻烦您熬一碗姜汤过来 阿九浑身都冰凉的 所以挨了冻 别感染风寒了 这孩子 怎么累成这样了 忙碌了一晚上 能不累吗 我就希望李二旦他们一家 不要再出幺蛾子了 那旺财他爹 情况真的很严重啊 人都已经不清醒了 一条腿已经溃烂流浓了 阿九说了 他那条腿已经彻底坏死了 若是不砍掉 会危及生命 可那旺财娘刚开始说什么 都不愿意砍掉腿 后来又同意了 阿九想着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就选择救人了 我就怕救出什么事情来 旺财娘 不是写了保证书的吗 若是她敢来闹 到时候直接建官去 不然的话呀 她还以为我们好欺负了 骗傻的 云阿九那混账东西 怎么不把这个东西带走 你这死孩子 说在这里做什么 快出去 快出去 水 去煮点吃的 我饿了 等着 煮点吃的怎么这么慢 慢 嫌慢你自己起来煮啊 你以为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 废物一个 躺在床上 我煮给你吃 已经算是不错了 挑剔什么 挑剔就别吃 我的腿 我的腿呢 你的腿呀 那里躺着呢 已经烂了 骆家那小媳妇跑过来 把你的腿砍了 莲二蛋 从今天起 这个家 我做主了 你为什么 让骆家小媳妇 砍了我的腿 是骆家的小媳妇 非要砍了你的腿 我也没有办法呀 村长他们都护着她 我一个女人家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保管 快保管 骆家 竟然砍了我的腿 这是犯法的 快去保管 保管没用 那县令的儿子 跟骆青爵士好朋友 护着他们家 难道 就没有王法了吗 王法 哪里是保护我们 这些小老百姓的 王法保护的 是那些 有权有钱的人 可不是我们 这件事 我们只能认栽 孩子他爹 你先休息会儿 我去给你煮点好吃的 旺财娘打定如意 就决定带着儿子逃走 连包袱都收拾好 结果 旺财说什么 也不肯和他走 不管他说什么都没用 旺财娘 怕旺财哭闹 也来旺财爹的怀疑 只能作罢 这大雪的天 病得很严重吗 可不是 人都不清醒了 大雪封存好几日了 我们也是看雪亭了 才敢请您来 还不知道 人现在怎么样了 这么冷的天啊 还麻烦您来 真是对不住 我是大夫吗 应该的 应该的 老大 徐大夫来了 徐大夫快请 病人的情况很不好 我们昨夜做了紧急处理 现在麻烦你了 做什么 做什么 县城里面来的徐大夫 擅长骨科 让他来给旺财爹看看 让开 旺财爹正在里面 骂骂咧咧咧 咒骂洛情爵一家子 洛情爵站在门口 听旺财爹 忠气十足地咒骂他们 眸光微动 这就是病人 嗯 他的腿半个月前 房子倒塌 给砸断了 一直没请大夫 三天前 伤的那条腿又红又重 开始发烧说胡话 昨日情况十分糟糕 就让我家阿九 过来帮忙看看 阿九是齐大夫的徒弟 我听齐大夫提起过 说他收了个女徒弟 十分的厉害 看这样子 那条腿应该坏死了 他做得对 若不是他及时砍掉了 那条坏死的腿 是怕这人已经死了 大夫 我的腿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延误了医治的时机 又感染了 若是当时就请我来 那只条腿 根本不会有事 你们当时 为什么不请大夫 病人的伤口 处理得很好 我也派不上用场 换药 就让你家阿九来吧 好好地休养 虽然丢了一条腿 好歹捡回了一条命啊 张翠花 你给我滚出来 那边怎么样了 老样子 如今雪停了 路上的积雪还很厚 估计要过两日 才能出村 这么大的雪 学院的课应该会提前结束 过两日 我经常去接清凡回来 也快过年了 我也要去 去采办年货 马上喇叭了 去采购一些年货回来 做些喇叭招 后面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下雪 指不定还下雪呢 到时候 就没有办法出去办年货了 也行 到时候你们俩一起去办年货 采办回来 借村长家的旅车去吧 路上只怕不是很好走 好 二哥哥 你不冷吗 这么冷的天 要不 你不去了 你想买什么 我给你带回来 不行 我要自己去买 给 上车吧 那是用猪尿泡做的 村长家杀了猪 我就讨要了过来 别怕 我洗干净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装上热水 再用布袋套一下 可以用来暖手 好几个时辰都不会冷 二哥哥 你可真聪明 竟然想到这个办法 若是清凡剑了 一定会羡慕的 他不会的 还冷吗 嗯 好多了 哎 天气冷了 草药都不怎么涨了 这次大雪 压死了不少呢 估计开春的时候 草药产炼会比较少 啊 云阳县到冬天 都会下这样大的大雪吗 并不是 今年的雪特别大 也下得特别久 这样的大雪 会不会有受灾的地方啊 咱们村里 也有两家房子 被大雪给压塌了呢 得亏没有伤到什么人 若是继续这样下雪 咱们家里的房子 也需要检修一下子了 免得被鸡雪给压塌了 好 回去 我就将房子检修一下 保证不让大雪压塌了 小妹妹 吃糖葫芦嘛 叔叔请你吃糖葫芦啊 臭丫头 老子养了你这么大 不容易 你娘重病在床 你竟然还敢偷了家里的银子逃走 跟我回去 抓小偷了 抓小偷了 误会 误会 这丫头 她是我女儿 她偷了她娘看病的银子 我是来抓她回去的 终日大宴 居然被咽着了眼 那个小丫头 没有想到还是个三只手啊 小姑娘 小小年纪 怎么不学好 学偷东西 我叫以牙怀牙 如何叫偷了 你偷人钱包还有理了 那人想偷我这个人拿去卖 我偷他钱贷 有什么不应该吗 那人不是你爹 是你爹还差不多 那人是个人贩子 看到单独的一个小姑娘 就冒充别人的家人 家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拐走 看他那熟练的样子 不知道拐卖了多少小姑娘 你不去抓她 反而是抓着我不放 是何道理啊 难不成你也是一个 欺软怕硬的东西 那人是不是人贩子 我自会去求证 但是你偷人银子 就是不对 被人发现 还一副理所应当 不知悔改的模样 信不信 我将你送去大牢坐牢 臭丫头 难怪还敢偷小爷的钱包 原来是身后有人 叔叔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是你逼着我偷你的钱包的 他 他身上还有三十两银子呢 小子 将你身上的银子揪出来 否则的话 小爷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小小年纪 满口谎话 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今日 我就要带你父母 好好教训教训你 混蛋 你竟然敢忽视小爷 你今日没有见过我 你抓到一个人贩子 这人想抢你银子 你将人抓走送官 我没有见过你 我抓到个人贩子 我要送官 有意思啊 想不到小小的云阳县 正然卧虎藏龙 金刀捕快李少游 竟然栽在一个小丫头的手中 不知道李少游醒过来 会气成什么样子 阿九 快过来 快过来 你那药粉还有吗 没有啦 上次草药被人偷了 导致没有草药研制 又遇上大雪 压死了不少的草药 要等到年后了 不过师傅 我给你带来了别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去八糕 效果很显著 师傅要不要试一试 去八糕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赚钱用啊 谁都不喜欢自己身上有疤痕 尤其是那些夫人小姐 更是讨厌身上留疤 而我的去八糕 疗效极好 见效又快 师傅 你说有用吗 阿九 行医救人是大夫的本质 旁门左道的东西 你还是少研究的好 师傅 草药种子要钱 种植草药也要钱 研究各种各样的药 更是耗钱 徒儿还有一家人要吃饭 处处都是钱 若是连我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又如何去为他人解决困难 更何况 这如何是旁门左道 所谓的求医问药 有人需要 而我有 就是救助他人 去八糕也是药 为了救治那些 容貌有损的人 让他们重新充满自信的生活 救人性命是大夫 救人面貌依旧是大夫 师傅为何觉得这是旁门左道呢 是我想多了 你弄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师傅 你还记得松儿娘吗 我们村出天花的那个绳子 气得 哪能忘记 为师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药膏跟他有关系吗 松儿娘是因为出天花 脸上留下了痘印 心中时常自卑 不敢与人交往 村里的人也因为他脸上的痘印 不敢与他接触 自从我研制出去八糕 就送了他一些 如今他脸上的痘印都已经全部消了 再也不怕出门了 师傅 我这也算是功德一件 你是为了松儿娘 采取研制的曲八糕吗 好孩子 是师傅误会你了 这曲八糕 用得起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夫人小姐 用这竹筒装 就显得简陋了 你得改变一下这个装饰的盒子 嗯 我会想办法改进的 做好了 送来济世藤买啊 好嘞师傅 我上次带回去的医书看完了 我去后堂再挑几本医书回去看 待到年后 再过来与师傅学习 去吧 一会儿清爵来接你了 你直接告诉他 嗯 啊 二哥哥来了 让他先把我买的东西装上车 别落下了 那可都是我精心细选的礼物 放心吧 我会落下的 李少游将人贩子送进了县衙 经过审问 这人竟然已经拐卖了不少的女孩子了 不少人被他卖到了窑子里 怕了秋后处斩 还将李少游狠狠夸奖一番 说李少游不愧是金刀补快 刚来云阳县就立了义功 我说雨楼 你去哪里了 怎么都没有跟我一起押送犯人 少游 你就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哪里不对劲 你是怎么抓住那人贩子的 难不成在大街上随手抓了一个人 就是人贩子 你这运气啊未免也太好了 我在巷子里遇到她 此人想打劫我 且果不是我的对手 被我扭送官府 才发现她是人贩子 是吗 那你那个小姑娘呢 哪个小姑娘 偷人钱包的小姑娘 你不是抓住她了吗 还抢走了她偷的钱包 喝对了 钱包还在你的怀里揣着呢 李少游赶紧摸了摸怀里 果然摸出一个荷包 里面有四两碎银子 还有几个铜板 这不是她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她却想不起来 这东西怎么在我怀里 这得问你自己了 对了 上面有令 让我们来这里协助某个人 还有我带来洛青河的档案 到底是想干什么 云阳县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上面那位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呗 谁让她是主子呢 我说你也是的 好好的京都全寿不当 非要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来当捕快 我宁愿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当捕快 也不要天天去见一群 十分可怕的女人 我总觉得 我在那些女人的面前 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 还我爹 看我的眼神 就跟代价而过的商品一样 我可不要留在京都 当她巩固地位的棋子 真是辛苦少卿了 没办法 谁让她是长子 长子责任重大 对了 云阳县有一坨匪窝 你要不要 上面那位放话了 叫别乱来 否则 就要把她妹妹嫁给我 想到我就觉得头皮发麻 对了 我们来这里 是听从另外一个人命令的 知道那人是谁吗 先去一趟鸡池堂 去看看齐大夫 我爹让我到这里之后 务必去拜访齐大夫 齐大夫 可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云阳县当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齐大夫当初在帝多 也是数一数二的御医 没有想到他辞官之后 竟然也来到了云阳县 做一个小小的大夫 你懂什么 齐大夫 这叫大隐隐于士 齐大夫 许久不见 我爹娘 让我带他们问好 李公子 你怎么来了 来这里上任 得罪了我家老头子 被发配到这里来当捕快了 您先忙着 我去后堂等您 等您忙完了 我们好去去就 行 阿善 快带两位公子去后堂谢谢 阿九妹妹 还在看医书啊 这两位公子是齐大夫的客人 齐大夫吩咐我好生招待 二位公子请坐 齐大夫可能还要忙一会儿 阿善哥哥 你帮忙泡一壶茶过来 好累 一会儿清爵哥来了 我告诉你 你别太累着自己了 那么多的医书 一时慢会儿也看不完的 我去外面帮忙了 有事情叫我 好 小妹妹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觉得你好面熟啊 听我二哥哥说 若是男子初次见我 便对我说好像在哪里见过 像他某个妹妹什么的 这个人一定是登徒子 扑痴 沈玉龙没憋住 一下子笑出来 李少游回头 瞪了眼沈玉龙 有什么好笑的 不好笑 不好笑 你也继续 小妹妹 你家二哥哥说的不对 若是初次见面 就觉得面熟 那叫 一见钟情 不对 是 一见钟情 是 一见清新 也不是 叫 一见如故 哦 十里桃花 醉春风 远山是眉 净水是眸 一见如故 眉目成书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叫李少游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九 这是我好友 沈玉龙 啊 沈公子好 沈公子这般眼巴巴的看着我 也是对我一见如故了 我这算是第二次见姑娘了 第一次见你 是在一条小巷子里 啊 是吗 我倒是没有见过公子啊 我这人记性很好 见过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阿九妹妹 你是祭司堂的药童 并不是 我只是在等我的家人来接我之前 在这里打发时间而已 哦 你们是来找师父看病的吗 你师父 你是齐大夫的弟子 嗯 只是我才学了一点皮毛 连门都没有入 算不上药头 也就是认一些草药罢了 齐大夫可是轻易不收徒的 他收了你为徒 定然是你有过人之处 阿九妹妹 算是十分厉害了 虽然京都也有医女 但是 那些医女 都只是干杂活的 两位公子来云阳县 是做什么 上任 我们是补宽 以后会负责云阳县的治安问题 比如 抓小偷什么的 嗯 云阳县的治安确实不好 人贩子满街跑 多少良家少女 都被拐卖进那些脏屋的地方 可却没有一个人能救他们 还有那些 盘衡在云阳县外道上的土匪 你说补宽是不是很没用啊 抓不了土匪也就罢了 连人贩子都抓不住 只能抓抓小偷 以后 我们会抓住那些坏人的 阿九妹妹 你去尽管放心 保证没有人敢拐卖你 那就好 我知道少佑哥哥 你是个古道日常的人 哎 阿哥哥 你可算回来了 你真是让我好 洛青爵停留在门口 看了一眼屋中坐着的两个人 从月云西的手中 借过厚重的医书 可给有人添麻烦 不曾呢 这两位是师父的客人 穿蓝色衣服的叫李少游 穿白色衣服的叫沈玉楼 他们说他们是捕快 我家阿九掏扰两位了 告辞 哪里哪里 是我们打扰的才是 哦 我们先走了 师父想必一会儿会忙完的 哎 二哥哥 小凡呢 在外面帮着阿慎装东西呢 你买了那么多东西 可又给自己买啊 买了 都买了 嗯 买了就行 去给你师父告别 我们准备回去了 都走远了 还看什么 二嫂 回去你可得做好吃的给我吃 我好想念你的饭菜呢 学院的饭不好吃吗 只是能吃 说不上好吃 就知道你回来要吵着吃好吃的 所以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快 别偷懒 把东西全部搬上去 我们赶紧回家 做好吃的 好嘞 齐大夫 那人是谁啊 哦 清河村的洛青菊 此人与洛青河是什么关系 亲兄弟 齐大夫 我们还有事 改日再来拜访 谁御楼收完 就拽着李少游走 他必须查清楚这个洛青菊 要查洛青菊 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县阳 查档案 两人去县阳查洛青菊的档案 恰好遇到唐绝 唐绝跟李少游一见如故 两人坐在一旁喝茶聊天 而沈玉楼则是翻找洛青菊的档案 对了唐兄 这里哪座酒楼 做的菜最好吃 这里啊 当是福来酒楼的酒菜最好了 只是啊 炒菜的大厨手艺 不如清菊的小媳妇啊 若是论手艺 洛青菊的小媳妇手艺那是一绝啊 唐兄认识洛青菊 当然认识了 我们是同窗 明年三月 还有一起下场考试呢 说起手艺好 清菊的小媳妇 是个十分有趣的人 吃过油炸蝗虫没 那玩意能吃 能啊 阿九坐来吃过 不过 我吃不下去就是 味道 当时她故意整我 我吐的是昏天暗地的 真没尝出什么味道 等有机会 带你们去她家吃饭 让你们也尝尝 小阿九的手艺 阿九妹妹是洛青菊的媳妇 是啊 童养媳 听说 是清菊她娘 从人贩子手中买过来的 倒是没想到 洛青菊还好这一口啊 竟然喜欢养童养媳 洛青菊的文采如何 明年三月 她若下场 投名必然是她的 别对我不敢保证 但是她的才华 我是十分敬佩的 这么说来 服侍之后 她还会参加相试 院士了 必须的 毕竟她没有考 就已经有人来拉拢她了 有本事就是好啊 人人挣着要 再看看我 无真分心 惨哪 约允媳他们回到村子 就听到旺财娘逃走 还向旺财一块带走了 旺财爹哭天抢地 不断地咒骂旺财娘 但是没有人同情她 毕竟在自己遭难的时候 这人还死心不改 殴打自己的媳妇 而旺财娘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哪里还能容忍 捐了家里的钱 就带着儿子逃走 请觉 你们在路上又遇到张翠花带着孩子吗 不曾遇到 她居然是逃走 定然不会让我们遇见 她这一走 旺财爹就没人照顾了 阿淑 旺财爹只是没有一条腿 又不是没有双手跟嘴 这做饭呢 吃饭还是没问题的 更何况 她如今已经不是清河村的一员了 您大发慈悲 让她回到清河村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 他们一家的事情 我还是少管得好 娘 大嫂 我回来了 阿九姑姑 今日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回来 有好吃的吗 有 今日你三叔回来 专门买了鱼呢 大嫂 麻烦你跟小凡把东西搬进屋 我去厨房帮忙做饭 好嘞 铃儿蛋 你干什么呢 不把儿子跟媳妇找回来 我就不起来 我就躺在这里了 你喜欢躺就躺着吧 别挡了我的道 否则被碾死了活该 旺财爹瞪着骆青爵 他还不相信了 骆青爵赶驾着车 从他身上压过去不成 誓死不肯让他放开 谁知骆青爵竟然直接一鞭子 抽在了驴屁股上 那驴子吃藤 扬起蹄子 撒欢一样 朝着旺财爹跑过去 旺财爹吓得浑身发抖 眼看着就要被卷到车 咕噜下去了 旺财爹往旁边一滚 旅车贴着他 跑进了村长家的院子 若是他让得晚点 非得被旅车给碾死不可 星爵哥 你在门口有看到什么吗 嗯 看到躺着一个人 村长 我就先回去了 等等 你怎么把旅车赶进来的 就这样赶进来的 他不让开 撵过来就行了 你把人弄死了 没 他自己让开了 他喜欢躺在那里 就让他躺着吧 动得不行了 自己就知道回去了 他可不是那种不怕死的人 就是爹 我早说了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你还老说我娘心软 我看啊 你比我娘更心软 就你话多 这人要是冻死在我们门口 我这个村长 岂不是见死不救啊 他就是吃准了 你不会不管他 才敢往这里躺的 不然的话 他为何给清爵哥让路 要我说 咱们所有人啊 都不理会他 他不想活了 就让他死去 早死早超伤 免得拖累其他人 给阿九妹妹和您儿的 你可别偷吃啊 多谢 爹 你看到了 这人真的是欺软怕硬 清爵哥不好惹啊 他就让路 我们好惹 他就躺在我们家院门口 不如啊 我跟我哥出去揍他一顿 胡闹 你去揍他 岂不是我们不再理了 不用理会 清爵也说了 他喜欢躺着就躺着吧 看着天街 似乎要下雪了 我倒要看看 他能躺多久 好嘞 我就担心爹你心软 到时候啊 这人指不定得寸进尺 那张翠花又不是我们赶走的 是他打走的 怪不得我们 旺采爹在村长家的门口 躺到天黑 被冻得直哆嗦 因为马上到腊疤了 村长家又杀了猪 正在煮猪下水 味道闻得十分诱人 旺采爹又冷又饿 可村长一家不为所动 旺采爹实在是受不了 就去拍门 村长 给我一碗汤喝吧 我冷得没力气了 村长 村长 给我一碗肉汤吧 旺采爹一连闹了好几日 没有一个人理会他 这人终于消停了 不再去村长家门口躺着 阿九 这么早就起来了 伯母 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 早饭我来就好了 今儿喇叭 怎么能睡懒觉 喇叭过了 就开始有年味了 家家户户 都要为新年做准备了 昨夜 我梦到你大哥了 伯母是好几年 没有见到大哥了 想必也是想念大哥了 大哥估计也想家 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这心里啊 总觉得不踏实 好似清禾出了事一般 昨夜梦到他 他也不说话 只是笑 阿九 你说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嗯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大哥想家了吧 堂杰就在腊疤这一日 带着李少游他们 来了清禾村 三匹马冲进了村子 哒哒哒的马提声 在清禾村十分的突兀 唐公子 今日可是来参加我们村的腊八节的 别送马在村里跑 免得有孩子窜出来啊 伤到人 哼 老大远就闻到你们村里 瓢出肉香味 馋得我不行啊 马就拴在村口了 麻烦您帮忙看着一下 好嘞 唐公子是去找清爵的吧 快去快去吧 马儿 我给你们拴好 这清禾村风水不错 人也好相处 唯有一家人是个例外 他愿不会遇上他们 诶 唐公子 黎不疼 沈不疼 去找清爵哥呀 来参加村里的腊八节 又才呀 明年三月下场考试 有把握没有 诶 心里没底 不懂的就去问清爵呀 反正他跟你一个村 你怕什么 可对了 你去哪里啊 去村长家品尝腊八粥的时间快到了 去看看今年做评委的都有哪些 诶 唐公子 你们三人想不想做评审 吃遍全村每一家的腊八粥 想 走 去村长家 今年的评审 就是村长和你们了 唐公子 这两位是 这两位是县衙里新来的捕头 李少游 沈玉楼 我的好友 听说村里的腊八宴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人定好了没有 若是没有啊 我们三人是否能做这个评审呢 甚好甚好 我正在纠结今年该请谁家出来 今日有你们在 真是太好了 既然如此 腊八宴现在就开始吧 今年的评审是村长 唐杰李少游跟沈玉楼 村长是村里的老资格 威望也高 唐杰是县太爷的公子 也时常来村里走动 不少人都认识 李少游跟沈玉楼虽然出来乍道 可两人是捕头 又长得十分俊巧 村里的人都十分的欢喜 雷老四提着罗 在门口敲三下 高声的呼道 腊八宴开始啦 听到罗声 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出粥 只等村长他们一到 就可以品尝热乎乎的腊八粥 因为从村长家出发 最先品尝的腊八粥 传统腊八粥是包含八种材料 有些富贵人家 则会准备十多样 村长家算是条件极好 也只是煮了八种材料 熬制了一锅浓稠的腊八粥 又配了爽口的小菜 只不过为了不让评审们后面吃不下 都不会准备太多 小碗装半碗 唐姐三两口就将粥给吃光了 她也算是贵公子 腊八粥吃过无数 但今年还是第一次在清河村吃腊八粥 村长家的腊八粥 虽然没有家里做的食材多 但是味道也不差 配着爽口的小菜 甚是可口 村长家吃了之后 按照抽签的顺序去吃 抽中谁家就去谁家 而第二家就抽到了秦友才家 清河村总共十五家人 零零三三数下来 也有几十号人 十五家吃下来 估计吃到一半就饱了 所以谁家都想排在自家的前面 胡沈一听自己排到第二家 赶紧将自己熬了一夜的腊八粥端出来 胡沈动了动小心思 在腊八粥里加了桂花和糖 煮了一锅香甜浓稠的腊八粥 唐姐他们依然吃完 接下来又是石头家 然后是雷军家 一家家下来 唐姐吃得有些撑冷 不想再吃了 哎呀 村长还有几家呀 老二 还有几家粥没有品尝啊 爹 还有三家人 有一家是李二旦家 李二旦怕是没有做粥 他们家就不用去了 那就只剩下 松二娘跟清爵他们家了 先去谁家 松二娘 那行 就先去松二娘家吧 松二娘 腊八粥准备好了吗 村长 三位公子 腊八粥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家准备的腊八粥跟蒸馒头 请四位品尝 嗯 好吃 馒头也好吃 又松又软 最后一家是清爵家 这次清爵家可吃亏了 我们都吃饱了 他家却排在后面 只怕他家的八宝粥做得再好吃 我们也吃不下了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这个季节像是 是梅花的香味 对 是梅花的味道 嗯 不止 其中还掺杂了桂花的香味 还有一股 酸酸甜甜的味道 闻不出来是什么 阿久妹妹 我们来了 你们家煮的腊八粥好香啊 阿久 你们家的腊八粥呢 喝我们家腊八粥之前 得先喝我们家密制的汤 请四位入座 先品尝我们做的汤 酸酸甜甜的 没喝出来是什么 阿久妹妹 再来一碗 这是 山楂 嗯 有山楂 山楂消食 你们家排在最后 我们吃了一圈下来 基本上已经吃饱了 所以先上消食的山楂汤消食 然后 再让我们品尝你们做的腊八粥 月月希让杨氏他们 把腊八粥端起来 又端来两小碟泡菜 冲水泡茶 两日便吃 沈玉楼尝了尝泡茶 眼睛亮了下 又吃了口腊八粥 眸光微动 这味道 这味道仿佛在哪里吃过 可是又想不起 到底在哪里吃过 能再来一碗吗 唐姐一边吃 一边叹息 还想着看洛青爵的笑话 谁是这人 心思缜密 做的粥又好吃 比他们家里 做的粥都要好吃 阿九的手艺 果然是好 真想拐去他家 做厨娘 雷老二跟雷老四 都吃了两大碗 这才喜满意足地 跟着村长离开了 去宣布结果 今年的腊八粥 头名定然 落在洛青爵家里了 村长他们一走 月芸汐又重新地摆桌子 让家里人开始吃粥 这个时候 松儿娘又过来了 送来他们做的蒸馒头 村长媳妇 又送了自己做的小菜过来 石头媳妇 也送了炒的干货过来 秦友才听说 第一名是洛家 跑过来要尝尝 月芸汐做的腊八粥 还带来了自家娘做的桂花饼 阿久的人缘不错呀 她是晕确实好啊 村里除了有一家人不服她之外 其他人都服她 怎么样 腊八粥好吃吧 这丫头的手艺好着呢 我都想拐去我家做厨娘了 嗯 阿久妹妹做的腊八粥啊 吃起来 有股家的味道 像我娘做的 阿久妹妹 你这八宝粥怎么做的 很简单啊 昨夜就将 熬粥的高汤熬好 用的是野鸡熬的汤底 熬了三个时辰 然后用汤底来做粥 因为每样食材 都需要煮的时间不同 为了能同时煮烂 所以不容易煮好 要先用水泡发 等熬制的差不多了 再放入一些腊肉粒 在里面熬煮一会儿 撒上我特制的做料 就可以出锅了 阿久 可是去过京都 哦 不曾 是吗 嗯 从未去过 不过有朝一日 总想过去看看 月圆熙说得毫无破绽 然后 又出去准备回礼 各家送了东西过来 自然也准备 相应的吃食还回去 这叫礼上往来 我家妹子 怕是要哭了 那 这些是我准备 除夕夜守夜时候吃的 离除夕还有好多日 阿久妹妹 你再准备一些便是 少佑哥哥 你儿叫你哥哥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姑姑 小妮儿 叫少佑叔叔 哥哥 叫叔叔 哥哥 阿久妹妹 我们再咋赌 赌清爵跟玉楼谁会赢 你有参加吗 那 二百两银子 买二哥哥赢 二百两 这可不止二百两啊 那二百两银子到你了 赔率是多少 一赔二 那行 那若是我赢了 你就给我四百两银子就够了 唐杰哆哆嗦嗦 将玉佩放到月芸汐的手中 你没银子 我借给你别试了 只是二百两 没有 十两银子行不行啊 好呀 若是我赢了 那就还你十一两 要是我输了 就把这玉佩当给你 清爵 你可一定要赢啊 不然我担心 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啊 骆兄 还下吗 要不你们平了吧 二哥哥 可不行 今日一定要赢才行 不然的话 我可不赢 他穷啊 如今送上门阁冤大头 不载白不载 他就是想试探一下 这两人是不是和轩辕永赵有关系 没想到 一事一个转 果然这两个人和轩辕永赵有关系 是帝都来的人 下棋的风格 瞬间变了 灵力万分 杀气腾腾 沈玉娄纵然是回房吉时 也溃不成军 最终输了一个子 那 堂姐哥哥 玉娄哥哥输了 给我九两银子吧 给你十两 谢谢堂姐哥哥 我再去给你们做些糕点吧 清爵 你家小媳妇太狡猾了 空手套白狼 赢了我九两银子 愿赌服输 你这人重色轻扭 自从有了你家小媳妇 你都不喜欢我了 好似说的没有阿九之前 我就喜欢你了似的 不知道我只喜欢我家阿九 不喜欢男人吗 少爺 你也不帮我 我 我也不喜欢男人啊 洛兄 听问明年三月 你要下场考试 嗯 有把握吗 我在京城 有些人脉 可是需要帮忙 多谢 不需要 小生虽然不才 但是答应了他人的事情 都必须尽全力做到 更何况我家阿九说了 无功不受禄 听说阿九是你的同养席 嗯 可还要下一局 好 以洛兄的才华 门当户对的女子应该很多 怎么会选择同养席呢 家母喜欢 这么说 只是因为伯母喜欢 你就取了个同养席 家母喜欢我也不反感 自然就取了 事实证明这是对的 我家阿九简直就是个宝贝 当然 我的宝贝 对了 你可知洛青河 啊 圣公子 你知道我家夫君呢 我家夫君他还好吗 他前些日子 还送了信回来 哎呀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他呀 送了信回来 我听说西北战场 有个洛青河将军 吕剑齐功 想着洛兄 也姓洛 所以十分好奇 就问了一下 没有想到 那位洛将军 竟然是洛兄的家人 失敬 失敬 他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大嫂 你去厨房给阿九帮忙吧 哦 好好好 你 什么都不要问 也什么都不要说 洛青菊摸出一块令牌 放在起桌上 沈玉楼和李少游 顿时倒吸了口凉气 原来 他们来这儿 真正要找的人 不是月云熙 而是洛青菊 那位让我们来这里 祝你一臂之力 听你吩咐 什么都不要做就行了 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自会派人去找你们 时间不早了 我们应该回去了 吃了晚饭再走吧 不了伯母 天黑了路难走 改日再来 怎么这就走了 二叔啊 怎么不留他们多玩会儿 今日是腊八 堂杰哥哥 也是要回去陪家里人过节的 自然是要早些回去的 多了伯母 这过了腊八就是年 我们从明天开始 给家里大扫除吧 准备迎接新年 好 洛青觉得心情很复杂 他知道 他应该将洛青和允命的消息 告诉家人 但是他不能 尤其在这个时候 告诉家里人 洛青和的死讯 只会让这个家 雪上加霜 二哥哥 我们下一局 你赢了 那我分一半我的赌子给你 怎么 你还喜欢下棋了 我这不是看你没了棋友 满是落寞不舍吗 只好舍命陪君子 用我不忍直视的棋义 来博你一笑咯 虽然我的棋义不好 但是我还是会下的 哦 既然你都舍命陪君子了 我怎么也得陪你下一场 只不过 你确信你下在这 就走这 一盘起下来 怨云稀疏的惨不忍睹 哭丧着一张脸 伯母 二哥哥欺负人 他把我杀得偏价不了 莫不一 你棋一叉 不能怪我欺负人了 伯母 你看二哥哥还狡辟 情觉啊 阿九还小 不会下棋 你就不能让着他点 下次他不敢了 下次他再敢欺负你啊 我定然不饶他 那伯母 你让二哥哥 让我十个子 再重新下过 好 情觉啊 让阿九十个子 小赖皮 让你十个子 够不够 嗯 要不让二十个 哎呀嫂 你还不如 直接让二哥认输的了 二十个子 二哥纵然再厉害 也会输的 你闭嘴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对 阿九姑姑 你赖皮 宁儿 你这话不对 你看你二叔 比阿九姑姑厉害那么多 让我二十个子 这才叫公平 咱们要讲究公平 嗯 阿九姑姑 公平是什么呀 公平呢 就是你二叔 让我二十个子 嗯 阿叔 为了公平 你要让阿九姑姑二十字 那 二叔直接认输好不好 嗯 不好 阿九姑姑说了 不振而降 不是君子所为 所以 阿叔 你不能认输 哼 这棋当真是不是人下的 二嫂 你这棋下的挺好的 怎么就 不是人下的嘛 娱乐而已 何必当真的 虽然让了你二十个子 你也输了 不过没关系 谁让二哥擅长下棋呢 来来来 小凡 听说三个臭皮匠 第一个柱个亮 我俩一起上 这不定能赢了他呢 诶 二嫂 诸葛亮是谁啊 不知道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你别打岔 我说是我们两个人联手 赢你二哥的事情 诶 二嫂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别说你我 就是我们这一乌兹的人 加起来 也绝对不是我二哥的对手 小凡 超越你二哥 这个艰难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哈 我们都指望你了 加油 嫂 不但你这么无耻的 你不是二哥的对手 还要拉伤我天背啊 这太不道德了 你还想不想吃我做的饭了 想吃的话 就给我竭尽全力 打败你的二哥 二哥 你倒是让着我点呢 不然输了 咱们就没饭吃了 为了有饭吃 你输一把给我吧 你还是加油吧 我看你二嫂的模样 说是你输了 她估计要去搬石头 砸你的脚了 最终 洛青坊还是没能赢的洛青爵 诶 二哥 二嫂这是要干什么 不会真的去搬石头 砸我的脚吧 二哥哥 洛青爵头都疼了 这人一旦撒娇 就是有事求他 而且所求不小 说吧 想干什么 我在药田里发现点好东西 送给二哥哥你做礼物 宁儿 快帮二叔看看 你阿九姑姑 往二叔脖子里扔什么了 哦 二叔 是毛毛虫 好几条毛毛虫 大冬天的 阿九姑姑去哪里抓这么多的毛毛虫 好厉害啊 毛毛虫 阿九 你个臭丫头 竟然往我衣服里扔 扔 扔毛毛虫 二叔居然怕毛毛虫 阿九 我得跟你说 你这么做 二哥哥 怎么了 往人衣服里面塞毛毛虫是不好的 二哥哥 你没睡醒吧 这大冬天的 哪来的毛毛虫啊 难不成二哥哥你很怕毛毛虫 是在告诉我 开春的时候抓到毛毛虫 拿来给你练胆子 是啊 这个天哪来的毛毛虫 这丫头去哪里抓的毛毛虫 这个天别说有 就是有也得被冻死 这丫头去哪里找活生生的毛毛虫呢 伯母 你看二哥哥怪会欺负我 情觉啊 不许欺负阿九 说起来这天下大雪 亏得有大棚 但是也有不少大棚被压塌了 导致很多药材被压坏 村民都很不高兴呢 阿九 你觉得这事怎么处理啊 嗯 天灾 无可奈何 都说瑞雪照封年 这么大的雪 明年一定是个好年 产量低了 明年大概没有多少人家 愿意种植草药了 好说好说 等到开年第一次收草药卖的时候 我们去将村民的草药收购回来 统一拿去卖 无需他们自己去卖 以后他们种植的草药呢 也不需要他们自己去找销路 由我去负责给他们找 他们只要负责 种植就行了 你又打算坑齐大夫啊 二哥哥 你这话说的就说错了 什么叫我坑我师父啊 我和我师父是一块合作 给他分成的 与人合作呢 要懂得让利 合作才能长久 让利 嗯 就比如说 这种植草药卖 我们可以得十分利 但是我们需要 让两分利给供货商 让两分利给种植者 再让两分利给中间人 我们赚四分就够了 我是大夫 买草药只是附带的 不用赚太多 生意呢 才能远远流长 殿下 殿下 一道声音传入耳中 月云西猛然坐起 转身出了院子 往后山而去 临近过年 后山并没什么人 殿下 属下发现 云阳县 西岭的土匪 有些奇怪 土匪和我们 有什么关系啊 陆清爵 跟西岭土匪有联系 你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上次守在村子外的四个人 都是西岭山上的土匪 而这几人 好像 是陆清爵请来的 陆清爵他 谢一叔叔 你到底想说什么 殿下 我们离开清河村吧 贸然离开 你知道后果吗 你知道兄长 派了多少人出来抓我吗 你知道暗中 有多少眼睛 在各个要害的城市搜查吗 一旦我出去 被他们人发现 你知道我面临着是什么吗 对不起殿下 还有 以后不要再叫我殿下了 我从东霖缓宫逃出来时 就已经放弃这个身份了 哎 东霖在他手中 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虽然我不知道 一向温柔的他 为什么会做出 这般残暴的事情 但是我不想与他为敌 殿下 不 小姐 难道 您不会老爷跟夫人报仇吗 对了 介义叔叔 你可知我父皇跟母后 向我许配给南七皇帝的事情 属下不知 属下一直跟在您的身边 并不知道这件事 是吗 介义叔叔 如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开年后 二哥哥会在县城外找个房子 我也会跟着去 到时候 他会为小凡找个武术的师傅 那 到时候你来当小凡的武术师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 是 小姐 对了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新年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多谢小姐 二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天气这么冷 虽然这几日天气不错 可是后山的路也不好走 没事就别上后山了 再说 这个天气 后山上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采摘的 嗯 我知道了 开了年就要去县里了 到时候我与清凡 白日里都在学院 到时候 找个护院吧 洛青觉淡淡地说道 你一个人 我也不放心 二哥哥 我们有找护院的钱吗 钱你不用担心 到时候找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了算 只要人可靠就行 到时候 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你看看 说是喜欢 就留在身边保护你 我有二哥哥保护就够了 求你嘴甜 二哥哥怎着我嘴甜 而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呢 行 知道了 你说的是实话 自己 则是替了他的位置 来洗碗 二哥哥 我会洗 女孩子把手动伤了不好看 洗碗这种小事 交给男人就行了 二嫂 你去歇着吧 洗碗这种小事 交给我二哥就行了 那行 那我去帮伯母 二哥 心疼二嫂了 你这么嫌 碗就全部交给你洗了 赶紧洗完 别拖累了你二嫂 伯母 人都请了吗 请了 请了村长他们一家 松儿娘他们家 胡婶子他们 石头他们一家 还有雷军他们 石头他们一家 还有雷军他们 算一算了 能做两三桌人呢 来清河村这么多年 多亏了他们的照顾 不然的话 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也不容易 嗯 那明日我得大展身手 犒劳犒劳大家才行 哦 伯母 菜够吗 不够的话 我去山上寻一些野味回来 你去山上怎么寻野味 这个天连兔子都藏起来了 哪还有什么野味可以吃 别担心 吃的都够 上次你们去县城 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 足够了 伯母 不若将红薯煮一些 明日用来炸红薯汤圆 招待大家 圆圆滚滚 又一年嘛 哎 小凡 你二哥呢 哦 在屋里呢 去哪里 去上山找野味 最近天气好 肯定能收获到不少的好东西 这个天 蛇已经冬眠了 兔子也几乎见不到了 你要找什么野味啊 谁告诉你啊 野味就是兔子跟蛇 我们出来呢 是要找好的东西 些些日子不是下雪了吗 这几日又下大雪 山上一些浮沫 肯定长居了 我们去采一些回去 也算一道菜 家里菜够了 可总要有些特色呀 哎 快看 好多的蘑菇 哼 我就知道来后山 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的 哎呀 二哥哥 你这是要谋杀呀 这些色彩鲜艳的蘑菇 是吃不得的 是有剧毒的 想不到无所不能的二哥哥 竟然不认识毒蘑菇 这彩色蘑菇有毒 有多毒啊 嗯 这种蘑菇呢 只要一个 就可以毒死 物流个人 毒性很强的 很多不认识毒蘑菇的人呢 若是误实了这种毒蘑菇 基本上是救不回来了 这般厉害 当然 这毒蘑菇 可比皮霜毒多了 皮霜吃了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可这个不一样啊 死得老快了 哇 好香啊 在做什么呀 当然是好吃的 哎 有才哥哥 你有事吗 啊 是这样的 我娘让我送一些黄豆过来 说是用来做豆花 如今豆老头的豆花很少做了 家里种黄豆也少 所以送一些过来给你们 谢谢胡婶子 哎 有才哥哥 明年你也去参加院士吗 嗯 应该会跟清爵哥一块下场 只不过 清爵哥是胸有成竹 我就惨了 我只能 林阵磨枪 大约有个好名次吧 哦 对了 这次的药材 什么时候可以采摘呀 应该在大年过后吧 大年过后 我负责把草药收购过来 不用你们自己去卖 你们自己去卖的话太麻烦 由我们统一收购付钱给大家 然后再负责卖出去 那真是太好了 要麻烦你们了 二九妹妹 啊 春花嫂子 多多 快 叫姑姑 春花嫂子 多得长得可真不错 断奶了吗 啊 还没呢 打算等它再大一点 再断奶 虽然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 再断奶 虽然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 但是有一口 也算一口 不过 我婆婆最近倒是改了不少呢 啊 那是好事 大嫂子 让你们过来吃个便饭 感谢你们对咱们家的照顾 你看你 还带吃的过来 我都要不好意思了 嗨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阿九帮人的时候 也不见得讨要什么 这难不成 我这做婶子的 还不能拿几块肉 给几个孩子吃吗 阿九 你去将碗筷都摆上 嗯 好嘞 伯母 上次你酿的琵琶酒还有吗 有的 想着今日也要喝酒 所以准备着呢 稍后我去拿过来 中午啊 让你们喝个够 哎 你脸脏了 你多下来点 我给你擦掉 是一方日下呀 这青天白日的 清觉 你也不收敛掉 你们怎么来了 今日你们宴请客人 怎么 我们就不是客人了 还是说你不欢迎我们 哎 小阿九 来者皆是客 众位的到来 还设彭比生辉 又怎么会不欢迎呢 少游哥哥 玉楼哥哥 还有这位漂亮的姐姐 这是我妹妹 唐姨 是不是碧月秋花 沉玉露宴呢 果然是听听玉丽 秀涩可参 阿九 你比清觉有眼光 二哥哥 你来招呼客人 我去帮伯母忙了 我也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正好 我饿了 锅里正在炸 红薯汤圆 一会儿我给你们送来一些 厨房的人本来就多 少游哥哥 你就别去添乱了 唐公子这人 颇为好相处 虽然是县太爷的公子 却没一点架子 可不是 我看着 这唐公子人也不错 不知道这唐公子 输了亲没有啊 不曾呢 天二哥哥说 唐杰哥哥和他同岁 唐夫人天天逼着 唐杰哥哥去相看女子 唐杰哥哥都躲开了 不愿意呢 那 两位公子是 啊 是县衙新来的捕快 京都人士 外出历历而已 穿蓝衣服的 叫李少游 穿白衣服的呢 叫沈玉露 这两人可有说亲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少游哥哥和玉露哥哥 才来云阳县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家里 有没有给他们说亲 一会儿去问问就知道了 胡沈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阿秀不明就里 当真盛装打扮过来了 因为胡沈 竟然直接带着阿秀 上去自我介绍了 伯母 胡沈自他 胡沈看中沈玉露 沈玉露生的是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沈公子 夫人 你好 听说沈公子是从京都来的 是的 不知家里说亲没有啊 在下有一个只妇为婚的未婚妻 李公子 你家里说亲了吗 李公子没有说亲 那正好 你觉得我家阿秀 娘 姐 阿九妹妹找你呢 你去看看 她是否需要帮忙 你这死孩子 做什么呢 娘 你不是说过来帮忙的吗 跑这里来做什么 快去帮忙 我娘冒昧了 还请诸位见谅 无碍 只是随便说两句而已 清爵哥 开年以后 你什么时候来叫我学习啊 正月初十 学院就正式开课了 我会在下学后 去县衙教堂小姐一个时辰的课程 清爵哥 叫我姨儿就行了 你跟我哥是好友 叫唐小姐太见外了 李多人不怪 且女子归名 岂是外男可以随便叫的 哥哥 那位阿九妹妹 便是清爵哥的童养席吗 嗯 别看年龄小 清爵护着呢 多大了呀 好像翻年 我才十一岁吧 过门了吗 哦 还未过门呢 清爵哥 翻年 你可就十九了 还未过门也是好事 可以趁机找个门帮户队的姑娘 阿九妹妹毕竟还小 等到吉吉还要好几年呢 唐小姐这话倒是提醒我了 我得提醒一下我娘 过了年准备准备一下 先将阿九取进门 正了身份钱 等她急急后再正式成亲 怎么也不能亏待了她 阿九 你这手艺啊 越来越好了 做的东西真好吃 沈子 喜欢吃就多吃点 哦 阿九啊 你这琵琶酒是怎么酿的 也教教我们 这每次琵琶熟了 都被鸟给吃了 你这琵琶酒啊 当真是好喝呢 嗯 改日我将酿制的方法告诉你 等到琵琶成熟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家里 弄些琵琶酒了 阿九妹妹八面玲珑 跟你倒是有的一拼 瞧瞧 村里的人 但阿九妹妹都十分和善 沈月娄点点头 阿九 去将阿好的野兔汤 盛上来吧 然而 在月云西走近的时候 唐仪突然站起身 想要给人敬酒 直接撞翻了 月云西手中的肉汤 汤直接倒在了 月云西的胳膊上 还撒了一些 在唐仪的手背上 有没有事 烫着没 阿九 你怎么也不小心呢 这汤多汤啊 金爵哥 你看我的手 唐小姐 对不起啊 是我不小心烫着你了 爷儿倒是没怎么伤着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怎么不小心 快把衣服换了 清辉 打扮凉水过来 这被烫伤了 用凉水冲冲 疼就哭 我不笑你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看看这手 都烫成什么样子了 有药吗 啊 我这里有 两位婶子都去吃饭吧 阿九这里有我 大嫂 麻烦你出去 招呼客人 那好 你下手轻点啊 这被烫了 可不是什么小事 别把皮给弄破了 免得留下伤疤 嗯 我知道了 杨大姐 阿九怎么样了 没事 烫伤了而已 清爵正给他上药呢 你们不用担心 多吃点 吃好啊 今日这肉汤 可是阿九亲自炖的 慢慢吃啊 伯母 对不住啊 是我不小心转了阿九妹妹 阿九妹妹没事吧 没事 你也受伤了 一会儿让小堂 给你上点药 别留下疤痕了 谢谢伯母 玉宁露 给他擦上 小女娃子 别留下伤疤 清爵哥 阿九妹妹没事吧 真是对不起 是我没看到 阿九妹妹过来了 够了 清爵哥 阿九他没事 你不用担心 妹妹 我们先走吧 马车出了村子 往县里而去 今日怎么回事啊 哥 我的手好疼啊 我问你 今日是怎么回事 哥 我也受伤了 你不关心我 倒是关心起别人来了 你是我亲哥吗 玉宁 你想什么呢 想那个刺客 后对了 你想起 你是在什么时候 捐过云阿九了吗 我不是说了吗 我第一次见他 就是在祭祀堂 对了 少佑 你手中不是有一瓶 玉宁露吗 挤来用用 我妹妹的手被烫伤了 没了 给阿九妹妹了 全部给了 阿九妹妹的手伤成那样 一瓶未必够用 回去写信给我大哥 让他让人送一些过来 到时候 给阿九妹妹送过去 你是没看到 阿九妹妹明明疼得厉害 又不敢哭的样子 不过 你看到洛青爵那难看的脸色没 肯要吃人似的 那是阿九自己不小心 怪得着谁啊 说起来 清爵跟阿九感情倒是不错 明明阿九九岁 还那么小 今日清爵说翻年后 要先将人取进门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讨杯喜酒喝 好呀 我最喜欢喝喜酒了 不过玉龙 你什么时候有 指负为婚的为婚妻的 我怎么不知道 不过是用来 搪塞他人的借口而已 你也信呢 总不能给人难堪吧 所以 让人拒纳而退 说起指负为婚 我大哥跟我大嫂 就是指负为婚 我看他们俩相近如宾 相亲相爱 似乎也不错啊 同样期也可以啊 你看清爵跟阿九 不也是相亲相爱的 你要不要 也弄一个 啊 不了不了 女人太麻烦了 我还是过我自己的逍遥日子 李少游将脑袋 摇得和波浪鼓一样 他才不要成亲呢 不管是指负为婚 还是同样期 他都不要 阿九姑姑 你是不是很疼啊 宁儿给你吹吹 吹吹就不疼了 有你这个开心果在 阿九姑姑已经不疼了 那宁儿 给阿九姑姑再吹吹 这样阿九姑姑的手 就能很快好起来了 可是疼得厉害啊 嗯 都走了 委屈你了 来只是客 我是主人 虽然要大放心 不过 仅此一策 若有下策 我可不会客气了 我早说过 对于任何欺负你的人 都不用客气 今日你那一碗热汤 就该泼他脸上去 他或许不是 你知道他是 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 让你和唐杰哥哥起了嫌隙 二哥哥 我手疼 我给你吹吹 我想睡会儿 回房间去睡 虽然天气好 在这里睡也容易着凉 阿九睡着了 洛青爵点点头 洛青爵发现月圆西做噩梦 正在安慰月圆西 想什么呢 脸色这么难看 可是伤口疼啊 在想什么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才能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对于疼爱我的父母 只要是个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父母举起屠刀吧 或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样的苦衷 值得他是否杀母 对不起二哥哥 我不是故意吼你的 我知道你想你的家人了 别担心 你还有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二哥哥 别怕 二哥哥会一直陪着你 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 陛下 出去 今日朕谁都不想见 陛下 陛下恕罪 安慰传来消息 自有九公主的消息了 她在哪儿 根据安慰回报 似乎是去了北越 当时第五位 护着九公主离开 而后 我们追踪到边境的时候 他们的人分成了好几波 我们的人沿途追过去 九公主 极有可能去了北越 找 决第三尺的找 一定要把人给朕找回来 还有 第五位一个不留 给朕全部杀光 是 属下立刻去办 你们全部都出去吧 白景 怎么 陛下又去九妹的宫殿了 哈哈 她不会以为 这样 九妹就能活过来了吧 该二王爷请安了 陛下有吩咐 敬白先告退了 白景 你到底在找什么 二王爷 陛下最讨厌有人打谈她的事情了 纵然是你也不能 否则 触怒了陛下 对您对我都没有好处 这不是年三十了吗 按照惯例 要宴请百官的 可是陛下 却取消了 百官都来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除了你 谁能进那里面去 所以 我只好来问你了 陛下心情很不好 王爷 还是不要去出眉头了 敬白告退了 除夕守岁 洛家所有人都坐在一块 果然只有宁儿 才是我的心肝宝贝 你确信这是残棋 嗯 曾经有人破过这个棋局 二哥哥 你要不债而降吗 怎么可能 我认输 二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能因为是二嫂 就举手投降啊 你二哥认输了 这是我的了 阿九 这棋局 真的有生路吗 有的 这棋局呢 叫生死局 生即死 死即生 要置之死敌而后生 据说当初破掉这个棋局的人 是一个刚学会下棋的人 其他擅长博弈的人呢 没有谁能破解这个棋局 因为他们都想找生路 谁也不愿意往死路上走 娘 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三月 我就会下场参加院士 院士之后 请娘做主 迎娶阿九过门 走个过场 证了她的名分 在官府备好案 待到她急机之后 再正式成亲 您看可好 啊 是娘疏忽了 虽然说阿九是你的童养席 但是没有走过场 也没有去官府备案 算不得数的 行 娘会准备好一切 等你院士结束后 娘就为你们主持 取亲仪式 多谢娘 二哥哥 我们住这里吗 嗯 这院子小了一些 但是一人有一个房间 也够住了 等我以后赚了钱啊 给你换大房子 那我住哪一间 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 你先挑 挑完之后就是我们的 我就住这间了 一边搬东西 一边欢快地唱 我有一只小猫驴 我从来也不亲 有一天我心血来 朝骑着去干净 嘿 小猫驴 明日上市集 去买一只小猫驴回来 估计这丫头 整日看着村长家的猫驴 觉得十分的羡慕 还编成了耳歌唱出来 二嫂 二嫂 你唱的是什么呀 啊 我有一只小猫驴 好听吗 哦 好听是好听 就是摔了一身泥 想起来不太好 二嫂 你会骑小猫驴吗 我不只会骑猫驴 我还会骑马呢 哦 是吗 二嫂 你还会骑马吗 当然呢 可惜咱们没钱 不然真的买匹小马驴回来 我们有钱 给你 哇 五十两银子 二哥哥 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啊 赚的 哇 二哥哥你好厉害 明日你可以去市集上买一只小马驴回来 大概要不了多少钱 让清凡陪你去 反正啊 他还不曾开学 好 小凡 我们出去买些菜回来吧 家里没有菜了 月云西招呼着骆清凡出门 不过出门前 月云西换了身男装 二嫂 你说男装也太好看了吧 赶紧去买菜 一会儿二哥哥就要回来了 月云西推着骆清凡出门 骆清凡对这市集比较熟悉 毕竟在县城生活了好几个月了 月云西虽然来过几次 但是没有具体地逛完过 所以 对有些地方并不熟悉 两个孩子在市集买菜 难免吸引人眼穷 不少人都觉得这两个人不会买菜 谁知月云西看中了什么就问价格 问了还要讨价还价 市集的小贩见了 纷纷推销自己卖的东西 哎 清凡 江正 是你啊 骆清凡回应着打招呼的少年 二 阿九 这是我的铜窗 江正 这是阿九 江正看了看月云西 觉得这人长得真漂亮 这是你弟弟啊 我二嫂 骆清凡凑到江正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喂 别声张 哦 江正一副崇拜的模样看得月云西 看得月云西莫名其妙 经常听小凡说起来 今日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 这是你家卖鱼 对 我家里卖鱼的 要买吗 那我要一条 我们现在住在县城 有时间过来玩呢 好嘞 有时间一定过去 看什么呢 干活了 来了点 月云西跟骆清凡 刚回到他们住的箱子口 就看到不远处 有两个人在等候 少游哥哥 玉楼哥哥 你们在这做什么 还不是听说你们今日 搬到县城来了 所以 我跟玉楼过来 给你们庆贺一下 谢谢少游哥哥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啊 因为这房子是我们帮着扰的 阿九妹妹 你的伤都好了吗 唉 说起来 还没有吸过少游哥哥呢 若不是你的药 我定然不会好这么快的 一点疤痕都没有留下呢 果然没有留下疤痕 真是太好了 我大哥又派人 送了几瓶淤泥路过来 我今日 还全部带过来了 都给你 以防万一 女孩子 不要把自己弄伤了 也不能留疤 你这皮肤 细腻白净 又光滑 要是留下伤疤 就不好看了 阿九妹妹 县衙里的厨子 做的菜太难吃了 今日 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我们 我跟雨楼 最近都瘦了 县衙的厨子 做的饭的确难吃 那行 既然你们都来了 又有这么多食材 小白 你去告诉我师傅 让我师傅晚上过来吃饭 嗨 别愣着了 快去快回 哇 好刀法 厉害厉害 李少游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阿九妹妹 我今日带来的食材可不少 你都会弄不 少游哥哥 你上哪去弄的鲍鱼这些东西啊 云阳县鲍鱼和鱼翅可是不多见的 我大哥让人送过来的 有哥哥可真好 有哥哥真好 闯了祸 有哥哥扛着 出了事 有哥哥护着 阿九有哥哥吗 当然有 这鲍鱼 你们平时都是争着来吃 今日给你们弄一种新吃法 好啊好啊 吃货 没得救了 玉楼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跑来蹭吃都不叫我 谁说我们是来蹭吃的 你是来蹭吃的的 我们可是自带食材过来的 骆鱼 不会介意我们不请自来吧 我说介意 你们就不会来了吗 自然是不会了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不会介意 在说什么呢 这么开心啊 是这样的 我们打算对盘横在西岭的土匪出手 这是西岭的土匪神处规模的 打劫的又都是些奸商贪官 且每次动完手就跑得不见踪影 我们一时之间 无从下手啊 正在研究云阳县的地图 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能找出这群土匪的老巢 好将西岭的土匪一网打尽 你们怎么想起 对西岭的土匪出手呢 我跟御龙来御阳县 没有一点剑术 正好 挡了西岭的土匪窝 也算是一攻 毕竟 府衙对西岭的土匪束手无策 总不能让一群土匪 在御阳县任意妄为啊 西岭土匪可不好抓 你们有计划吗 我跟少游想先去踩点 看看西岭土匪 究竟盘更在什么地方 摸清楚了他们的大阪营在哪里 再来计划剿匪 总不能一偷黑的 直接带人上西岭去找吧 别匪没有交道 反而把自己扛进去了 唐姐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哦对了 县里不比在村里 明日我去给你找个护卫吧 你也可以看看 找个适合的人 待在身边也行 哦我知道了 一大清早 洛青爵吃了早饭就出门了 洛青爵一早 月云西就拖着洛青帆上集市 说是去买小马鞠 月云西站在小马鞠的前面 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小马鞠长得有些特别 耳朵特别直 特别长 哎 小凡 你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很好看 二嫂 你要买这个呀 哦 你不觉得它长得很漂亮吗 小凡 我就要它了 你不是说要买小马鞠吗 这不就是小马鞠吗 要不 我们再看看 二嫂 你靠谱不啊 那小毛驴和小马鞠差别很大呢 这分明就是小毛驴 不了不了 我就要这只小马鞠 老板 这小马鞠多少钱 二十两 二十两 你怎么不去抢啊 二十两银子 不买 二嫂 我们走 十五两 十五两 我亏点卖给你 五两 成交 二哥 别怪我 我拉都拉不住 二嫂非要把小毛驴当成小马鞠 我也无可奈何呀 二嫂 你突然跑这么快做什么 二嫂 她是谁 我家以前的护卫长 家里出事后就一直没见过 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遇上 她叫建一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二哥哥不是让我找个护卫吗 那就是建一了 小白 建一可厉害了 以后你还要和建一学功夫呢 二嫂 要不等二哥回来再决定吧 那行 建一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 等二哥哥回来了 再决定你要不要留下 是 再见 月云西一到家 洛青爵已经在了 身边跟了个女子 女子的年龄看起来不大 十七八岁的样子 二哥哥你回来了 快看 我买了一只小马鞠 是不是很可爱 嗯 可爱 我花了五两银子买的 是不是很便宜 嗯 便宜 对了二哥哥 还没有给你介绍呢 建一 我们家以前的护卫长 在街上遇到了 二哥哥 你不是让我找个护卫吗 那就是他了 你看我能留下他吗 以前是阿九家里的护卫长 回公子 是的 在居家搬迁的途中 早遇到匪 我与小姐失散了 今日 恰好在街上遇到了 既然如此 就留下吧 谢谢二哥哥 月云西欢喜不已 对了 她以后也跟在你身边 月红 月红见过小姐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二哥哥 建一叔叔跟月红姐姐住哪儿啊 将柴房收拾出去 搁成两个房间给他们住 骆青就当即说道 我还有事要出去 记住 一会儿要去齐大夫那里 放心 我知道的 月云西将小毛驴拴在了树下 就进屋换了身男装出来 让月红跟骆青凡在家里打扫 自己则是带着建一 去济世堂找齐大夫了 阿九 还好你来了 否则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以后我要来济世堂跟师傅学医 你能轻松一点 齐大夫说了 开了年你要来 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来了 唉 累死我了 齐大夫一边说道 张大夫有事回老家了 这两天生意特别好 得再请个座堂大夫回来才行 济世堂里面才三个大夫 实在是忙不过来 济世堂生意这么好 多请两个大夫回来也可以啊 到时候将济世堂开遍天下 无论是南起北约还是东林 都有咱们济世堂的店铺 你想开药铺 师傅 我是要当神医的人 若是我们的药铺 不能开遍天下 那么天下人 又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如何找我治病求药呢 医书看完了吗 师傅 后堂的医书我已经倒背如流了 还有别的吗 全部记下来了吗 全部都记下来了 近日阿九还帮着我抓药呢 好厉害 抓药速度 比我这个抓了好几年的药的人 还要快呢 阿九 会摸脉吗 会一点 那行 吃过饭之后 你来做堂 我来把关 齐大夫呢 我师傅在休息 由我代替他做堂 你是齐大夫的徒弟 嗯 我是齐大夫的徒弟 几年 多大了 十一岁 十一岁 你行不行啊 十一岁就做堂的小大夫 没见过 你脸色发黄 眼底有着瘀青 舌胎也很重 走路的时候轻飘飘的 是不是最近总觉得 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 不止如此 你还食欲不振 腹胀不消化 师傅 你看我开的药方对吗 没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去抓药吧 啊 小大夫 你也替我也看看 从明天开始 我打算让阿九做堂 成为济食堂的一个大夫 当然也给钱的 会不会早了点 不会 他已经可以出师了 如今他缺少的是经验 说起来 我都不曾教过他什么 反而是他教了我不少 你老实交代 这人 你是从哪里拐回来的 我是说 以他的年龄 是不是小了点 不 就是要从现在开始 毕竟 他说他是要做神医的 二哥哥 我厉害吧 今天下午 我可是看着了 十三个病人呢 嗯 厉害 那我要怎么奖励你呢 将月云熙的小手掌 握在手心 两人一起走出了祭祀堂 嗯 请我吃糖葫芦 好 请你吃糖葫芦 骆清觉宠溺地说道 真是容易痒的 一串糖葫芦就满足了 剑衣跟在后面 看着两人握在一块的手 这让他想起了熟悉的一幕 在东霖的时候 太子殿下 也总这样牵着殿下的手 月云熙回到清河村 阿九啊 你回来了 你不在呀 这村子里都不热闹了 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啊 大概要住些日子 阿九妹妹 听村长说 你在集市堂 当座堂大夫 是真的吗 嗯 师父说 让我练练手 看的都是些小病小痛 难杂症什么的 还是要师父出马的 嗨 那也很厉害了 集市堂座堂的大夫 都是十分厉害的 以后啊 咱们村里也有个厉害大夫了 哈哈哈哈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阿九想家了 就送他回来 住一些日子 我明日还要回县城 准备院士的事情了 好好好 快进来吧 别待在外边了 婴儿 阿九姑姑不舒服 你可不要闹她啊 给 谢谢阿九姑姑 啊 阿九和阿九回来了 嗯 大嫂 怎么回事 阿九怎么看起来 病厌厌的 没事 最近太忙了 没休息好 她呀 总不放心村里的事情 我看她那么挂念 就送她回村里住几日 哎 没事就好 阿九 你上次让阿叔带回来的种子 都已经兑换出去了 只能一场春雨之后 就全部种下去 收上来的药材 也送去济食堂了 今年大家商量了一下 想着除了必要的粮食 都种草药 你看如何呀 嗯 可行 大家都种了草药 也不用担心没有销路 济食堂会一直负责收购的 阿九 若是村里家家户户 都开始种草药的话 我担心济食堂 怕要不了这么多草药 嗯 阿叔 你放心吧 草药有多少 济食堂药多少 更何况 草药的生长环境 要求没有那么高 阿叔 你可以带头将一些荒地开垢出来 种植草药 该种粮食 还是得种粮食的 阿九 你跟清爵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不如先给阿叔说说 我们想将清河村 整个都发展成一个 专门种植草药的地方 专为济食堂供药 专门种植草药 不只是清河村 到时候 我想将整个后山和太阳山 都圈进来 种植草药 到时候寻专人来管理 济食堂以后 会开到全国各地去 到时候需要的药材种类 数量很多的 现在我们种植的种类不多 只是为了试水而已 一旦成形 整个清河村 会专门种植草药的 齐大夫会将济食堂 开遍全国 不 是我要将济食堂 开遍全国 我要让济食堂 成为文明天下的药堂 行 到时候 咱们清河村 整个村 都来种植草药 到时候 后山跟太阳山 开荒 也需要不少时间 我们现在 可以着手准备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回来了 而且啊 我们还要试着 种植珍贵的草药 我们需要 做到大多数药材 我们都能提供 成为济食堂的乙账 好 大叔就舍命陪君子 陪着阿九 你一起做这件事啊 阿九妹妹 啊 少游哥哥 你怎么来这了 可是询我 嗯 你在山上做什么 我想将整个后山 开发出来 种植草药 但是开发整个后山 需要不少的钱 可是我又没钱 你要把整座后山 开荒出来 嗯 只是开荒需要人 请人要花不少的钱 村里的南丁 都上山开荒了 但是力量远远不够 不过也没关系 慢慢来 一天做一点 迟早有一日 整座山 都会变成土地的 要不 我也参与进来吧 不过 我不出力 我出钱 如何 好呀 到时候给少游哥哥分红 那 少游哥哥 你打算入股多少 入股 五千两 若是不够 等我回了县城 再取一些给你 银子 大多数存在银号里面的 要去取 不过 我也没带多少 我最多能取五万两银子 到时候 都取了给你 够了够了 差不多了 五千两已经很多了 那我便将附近 村民都招募过来开荒 还需要准备 需要药材的种子 同时还要试着 种植一些稀有的药材 少游哥哥 到时候 年底分红 给你分两城 那我留在这里 给你帮忙吧 正好 最近待在县里 也十分的无聊 再来一碗 阿九妹妹 你做的饭太好吃了 李公子 打算什么时候 回县城啊 再过两日吧 还要过两日 我说 到处寻不着你 敢请你跑这里 蹭饭来了 狠乐不思蜀 你忘了自己 是补快了吗 咸咸里饭菜太难吃 来换换口味 伯母 少游给你们添麻烦了 沈公子 不麻烦 吃过晚饭没有 一起吃吧 不了 县压里面有事 大人让我来寻他回去 马上就要走 天都黑了 我饭还都没吃完呢 我不走 李少游 别忘了你是补快 是是公家饭的 玉楼哥哥 再怎么样 也得让人把饭吃完了吧 免得少游哥哥 一会儿噎着了 伯母 阿九妹妹 打扰了 我们现在就将人带走 你去洗洗睡吧 这两日忙着开荒的事情 你也累得够呛 伯母 我不累 我只是动动嘴皮子 做事的都是别人 阿九 可还习惯县城里面的生活啊 嗯 还习惯 比村子里方便多了 想要什么出门就可以买 就是 没有人陪我玩 多无聊的 还是咱们清河村好 出门都是熟人 进门又有伯母和大嫂陪着我 我都不想去县城了 阿九 将来要做个女大夫吗 嗯 我要做一个女大夫 二哥哥也答应了